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历史最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凝结了人类文明的精华 春秋战国也是最坏的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分裂和战乱 处处礼崩乐坏和民不聊生 春秋战国时代看起来比较乱 但只要抓住其中的重点 就能一窥其中的全貌 春秋时期的主角是晋楚之争 而到了战国时代 其他诸国才相继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首先站上舞台中央的是吴国和越国 吴国凭借一己之力差点灭掉楚国 而晋国不但失去了霸主宝座 国内还出现自相残杀 使得国力日渐衰弱 但晋国的统治阶层 还对往日的荣耀保持着向往 他们一直在寻找走出低谷的时机 此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带领晋国重新崛起 他便是赵央 赵央之所以能脱颖而出 主要得益于晋国的政治制度 晋国实行的是六清制 国家权力掌握在六大家族手中 六清分别为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杭氏和范氏 这种灵活且富有竞争性的制度 确保了晋国的政治活力与领袖的才能 在历代晋国元帅或执政中 几乎没有谁是庸才 不过这种制度却难以称得上尽善尽美 它的副作用是 各大家族间相互倾压与血腥内斗 每积蓄一定时间便有一次大爆发 每次爆发 势必有一个或数个大家族 从权力舞台上消失 公元前497年 六清中的中杭氏、范氏联合在一起 与其他四大家族爆发了内战 这场内战很快演变为中原大战 齐国、郑国、魏国支持中行氏与范氏 以此来摆脱晋国的统治 就在晋国摇摇欲坠之时 赵央挺身而出 他临危受命 率领晋军挫败了中杭氏、范氏的叛乱 也将齐国、魏国、郑国的援军一起消灭 晚晋国与祭岛 停定完叛乱后 赵央成为晋国的援帅与执政 是晋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赵央至高存远 想恢复晋国曾经的霸主地位 但此时的齐国已经崛起 在东方独树一帜 而吴国在东南不可遏制的崛起 大有称霸中原之志 其他小国眼见晋国实力大不如以前 也纷纷静而远之 寻找新的靠山 赵央虽有光大晋国之志 但没有选择穷兵独武 因为他知道 晋国最需要的是修生养习 在晋国沉默的日子里 中原地区失去了秩序主导者 小国之间爆发了连年战争 宋国与郑国爆发了十四年战争 宋国还顺道灭了曹国 实力不算强大的鲁国也浑水摸鱼 攻破郑国并俘获其君主 迅速崛起的吴国也不甘仁厚 时刻准备入主中原 公元前485年 吴王夫差终于迫不及待地发动 对齐国的进攻 兵分两路从海路齐头并进 被吓破胆的齐国人借国军的人头起降 他们杀死齐道公 以换取吴国的退兵 以人均自居的吴王夫差 放了齐国人一马 可是齐国人还没来得及庆幸 就从边疆传来消息 晋国的战车已轰隆隆地开到了 此前 赵央平定完国内叛乱后 他一边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 一边寻找机会对齐国出兵 之所以如此憎恨齐国 是因为齐国不停地出兵干涉晋国内政 还收容了叛军首领忠行银与范吉社 始终扮演着反晋首领的角色 赵央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奈何齐国实力强大 他不敢贸然出兵 如今眼见齐国被吴国碾压 赵央当机立断发兵讨伐齐国 在那个时期 国与国之间保持了一定的道德默契 即不乏有丧之国 当一个国家刚结束完战乱之时 别人不能趁人之危 但晋国打破了这个道德传统 对齐国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把齐国的主要城池全部打了个遍 晋国此举也预示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即将到来 此后 国与国之间的战斗全都是尔虞我诈 不再遵循真理道义 晋国复仇后不久 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4年再次出兵齐国 并取得了一场大胜 此役齐国军队战死3000人 损失800辆战车 前线五名大将成为吴国人的俘虏 吴国用实力证明自己有角逐中原的能力 齐国被灭后 吴晋之间的交锋一触即发 吴晋两国在兵戎相见之前 决定先举行一场谈判 如果谈不妥再进行用兵 公元前482年 双方在黄池相会 通过谈判来决定谁是中原的盟主 在这次谈判中 吴国非常咄咄逼人 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 一向低调隐忍的赵央差点失去耐心 想和吴国决议死战 但最后 赵央还是选择了隐忍 把盟主之位让给了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刚坐上盟主宝座 还没来得及对中原发号施令 岳王勾剑就率大军前来讨伐 一直打到吴国的首都 最终将其灭掉 而此时的赵央非常庆幸 当初没有和吴国硬碰硬 在外交方面的隐忍 让他有足够的精力来应对国内的危机 赵央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 因为家族遭受过灭顶之灾 所以对各种危机非常敏感 在赵氏家族如日中天之时 赵央却感到隐隐不安 让他感到担忧的人名叫智瑶 智瑶出身于智氏家族 这个家族在晋国根深叶茂 是从巡氏家族中分化出来的 巡氏家族出过两位执政 一位是智英 另一位是智利 在晋国爆发内乱期间 智利抛弃了与自己同门的中行事 转身站在赵央这边 试图在几大家族中寻找平衡点 继续掌控晋国的朝政 但事事难料 公元前493年 智利突然去世 留下了权力真空 赵央借机上位 成为晋国的执政 内战结束后 晋国的六大家族 变为四大家族 权力集中到赵氏 智氏 韩氏 魏氏手中 其中又以赵氏 智氏的权力最大 赵央执政十几年后逐渐老去 按照风水轮流转的传统 下一任执政最合适的人选 便是出身于智氏的智瑶 智瑶是智利的孙子 在当时被称为武贤 也就是具备五大优点 与此同时 智瑶还是个美男子 在春秋战国时代 人们是非常重视长相的 其次才是武艺 才艺 口才和领袖才能 而智瑶身具五大才能和绝美的长相 被世人认为是下一任执政的不二人选 智瑶的父亲智深很早就把智瑶 选为家族接班人 但智氏内部曾出现过反对声音 有人预言 智瑶虽然才能长相俱佳 但心术不正 智氏放在他手里 早晚会灭亡 但智深不理会道德层面的瑕疵 因为此时的人议道德 已经逐渐被勾心斗角的权术所取代 他坚持让智瑶成为家族接班人 赵央得知智瑶成为家族接班人后 马上提高了警惕 他不想把赵氏的命运压在别人的预言上 即便预言成真 智瑶会自毁前程 可赵氏会不会比智氏更早毁灭呢 想到此处 赵央开始深深地担忧 赵央发现自己的儿子并不出类拔萃 至少表面上看去缺少了点领袖气质 他预感到 赵氏与智氏两大家族之间 势必要有一次你死我活的较量 他必须要未雨绸缪 特别在挑选接班人上 必须要下足功夫 赵央打算在其中两个儿子中间 挑选家族候选人 大儿子赵伯鲁 小儿子赵吴旭 按照传统 候选人都是嫡长子 但如今是乱世 其他家族都是利贤不利长 以此来确保家族能长胜不衰 为了挑选合适的接班人 赵央根据自己十几年的执政经验 写了一份家训戒言 这是赵央呕心沥血 身经百战总结出来的经验心得 只要遵循这些法则 就能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 赵央将此书交给两个儿子 并告诉他们要谨记于心 三年后 赵央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 考察他们对家训戒严的理解程度 大儿子赵伯鲁不但记不住上面的内容 就连刻书的主板也已经丢弃 而赵央旭不但能熟记于心 而且时刻把主板放在身边 时时刻刻谨记父亲的教导 后来赵央将赵央旭选为家族接班人 但赵央也明白 赵央旭的才华不能和智央相比 在智央必定成为下一任执政的情况下 届时赵氏必定会成为智氏的心头大患 赵央需要在去世之前安排好退路 于是安排自己的心腹大臣尹丰 前去镇守赵氏家族的封义晋阳 尹丰知道赵央的良苦用心 于是只身前往晋阳 实施人证 并告诉百姓 这是赵央爱惜子民 以此来换来百姓对赵氏的拥护 公元前475年 执政17年的赵央 已经游进登窟 临死之前 他将赵无序赵至身前 告诉他 如果有一天家族有难 一定要回到晋阳 并信任尹丰 赵央深知 智央执政后 一定会对赵氏动手 但他已经为家族尽了一切努力 往后的日子 要靠子孙们自己创造 赵央去世后 智央毫无悬念地成为新一代执政 赵央的去世 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史学家们将赵央去世的时间 定为战国元年 自此 春秋的大门缓缓关上 战国时代彻底到来 春秋和战国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 春秋时代还坚守着仁义的底线 传统贵族精神 依然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 战争表面还披着一层文明的外衣 到了战国时代 这一切全部被打乱 实用主义完全碾压道德仁义 只要能将对方置之死地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不用遭到道德层面的谴责 随着实用主义的诞生 社会思想打破了传统的边界 更加自由奔放 国家统治也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 普通平民也有机会 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甚至是大放异彩 在赵央执政的日子里 虽然保持隐忍低调 但这种形式风格 让晋国得以继续生存 反观盛气凌人的吴国 虽然在黄池之会上 获得了盟主的地位 但却处处树敌 在赵央去世的前不久 岳王勾建已经包围了吴国的首都 楚国 齐国等人 也盼着吴国早日灭亡 此时吴王夫差举目四望 居然没有一个朋友 危难之际 他向晋国求救 毕竟黄池之会上 两国签过盟约 是名义上的盟友 面对吴国的求救 此时赵央已经去世 赵无旭成为家族接班人 因为当初是和赵央签的盟约 从道义上来讲 赵是有出兵相救的义务 但赵无旭根本不想出兵相救 又不能违背道义 于是表面上摆出一副 道义相助的模样 实际上 仅仅派了位使者 前去慰问吴王 除此之外 没有相助一兵一卒 赵无旭之所以没有直接拒绝吴王 是在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因为他和智瑶比起来 无论是长相 才华 武艺各方面 都不是智瑶的对手 但他知道 智瑶的缺点是缺乏人心 且狂妄自大 所以他需要摆出一副仁义的模样 来为自己积攒生育 除了表现出仁义之外 赵无旭还以极其险恶的手段 吞并了戴国 戴王的夫人是赵无旭的姐姐 赵央死后 赵无旭以扶桑之名 让戴王前来奔桑 戴王身为仁旭 自然没有多想 但赵无旭 却将前来奔桑的戴王一行人 悉数杀害 随后发兵讨伐戴国 并将戴国吞并 赵无旭的姐姐得知自己的夫君死在弟弟之手 他无力报仇 于是选择自杀 追随夫君的脚步 后来 戴国百姓同情戴王夫妇的遭遇 并把他自杀的地方称为摩基山 赵无旭的做法遭到家族内部的非议 为了挽回生育 他把戴国封给自己的侄子赵州 因为赵伯� 因为失去接班人身份而心情郁闷 以至英年早逝 赵无旭把戴帝封给了赵州 赵伯鲁因为失去接班人身份而心情郁闷 以至英年早逝 赵无旭把戴帝封给了赵州 无疑是对当年抢走赵伯鲁继承权的补偿 同时 弱化逼死姐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赵无旭的一系列行为来看 他具备在乱世立足的能力 但此时 晋国的主角仍然是智瑶 时也命也 智瑶接手晋国后赶上了好时代 因为此时的吴国已经日薄西山 在赵央时代 吴国在吴子虚孙武的加持下 在整个中原大帝都横行无阻 后来 岳王勾剑卧心尝胆灭掉了吴国 与吴王夫差不同的是 岳王勾剑仅仅是想报仇血恨 而不是称霸中原 灭掉吴国后 勾剑很明智地选择了极流勇退 他把吴国所侵占的楚帝 宋帝 鲁帝 分别还给这三个国家 明明白白昭示天下 他无意征服天下 岳国的态度对智瑶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此前三年 智瑶之所以延续 赵央时代的低调外交政策 就是要等吴越战争的结果 评估一下 东南两强对中原政局的影响 如今形势已经明了 吴国已粉身碎骨 岳国明哲保身 智瑶认为 晋国再度雄霸中原的日子来了 智瑶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他想一统中原 恢复晋国的霸主地位 于是便开始着眼四周 此时阻止他争霸的最大阻力 来自于齐国 齐国是春秋时期 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但在齐桓公去世之后 就失去了强国风范 一直被晋国压制 后来还差点被吴王夫差灭国 所以在智瑶眼里 拿掉齐国并不是一件难事 为了寻找讨伐齐国的理由 智瑶发现 晋国还有一块地盘 在齐国手里 这个地方叫英秋 是个无足轻重的地方 如果晋国动用外交渠道 也能轻而易举地拿回来 但智瑶想利用这个借口开战 于是以此为由 将讨伐齐国的计划 报给了晋国国君晋出公 晋出公表示同意 又把计划转给了周天子 周天子也表示同意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 晋出公和周天子 只是各路诸侯的吉祥物 实际上没人听他们的命令 之所以留着他们 是偶然有一点利用价值 比如周天子同意智瑶的奏章后 晋国攻打齐国 就成为奉命讨伐了 在道义上占据主动权 智瑶虽然为人高傲 但在打仗的时候并不轻敌 他亲自骑马去探查齐国的阵地 去寻找破敌的破绽 以此体现自己的英勇 按照晋国的传统 开战前要占卜算吉凶 但智瑶还是拒绝了 他表示 此番出征不是炫耀武力 而是拿回晋国的故土 讨伐齐国师出有名 这一切都是吉利的 不需要占卜 不得不说 智瑶的这番话 既体现了自己的胆识 也极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 毫无疑问 这场战役 也以晋国大获全胜而结束 在战斗中 智瑶亲自上场拼杀 并亲自杀死了 齐国大将颜庚 经此一役 智瑶的威望大增 齐国作为曾经的霸主 没有因为一次失利 就彻底瓦解 郑国 鲁国 诸国 都是齐国在中原的盟友 但智瑶发现 鲁国对齐国并不是绝对的服从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齐国一直欺压鲁国 虽然两者是盟友 但彼此间积怨颇深 发现这个矛盾后 智瑶决定 离间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晋国提出的 联合攻打齐国的请求 执掌鲁国的脏势家族 选择了同意 于是 两者合并攻击齐国 一举攻克了齐国城池领袖 此番攻齐虽未取得重大战果 但成功离间了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关系 拉拢完鲁国之后 智瑶又把目光放在了郑国身上 如果能拿下郑国 将相当于去掉了齐国的左膀右臂 此次智瑶没有选择离间的方式 而是直接出兵攻打 郑国自知不是晋国的对手 便向齐国求救 从盟约上来讲 齐国应该前去救援 但前几次与晋国交手均以失败告终 心理上不占优势 贸然救援肯定失败 为此 齐国派出大将田长前去救援 田长先是以财务慰问了 在近期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又把武座城池封给了在战争中阵亡将领阎的儿子 以此来振奋士气 同时 田长还严明军纪 行军的时候 丝毫没有扰民 他身先士族 亲自率兵出征 并展现了极高的军事素养 最终到达了郑国 智瑶眼见齐军士气正盛 挂帅的田长也不是一般人 考虑到此次带兵并不是很多 于是选择了撤退 这次失利让智瑶很不甘心 公元前464年 他又率军卷土重来 一路推到了郑国都城 眼见胜利就在眼前 智瑶和赵无旭发生了矛盾 而且是正面冲突 在进攻郑国国都之前 智瑶命令赵无旭率领士兵打头阵 但赵无旭没同意 因为晋国的军队 基本上都是私人武装 赵无旭的军队需要自己供养 在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 他不想先进去送死 为此 智瑶大为光火 并对赵无旭进行了人身攻击 说他相貌丑陋 胆小如鼠 不配做赵氏的接班人 智瑶这番话 让赵无旭的家臣都听不下去了 但赵无旭还是选择了隐忍 他知道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和智瑶抗衡 他对家臣自嘲道 现在能够容忍耻辱 或许对赵氏家族没有坏处 由于两大主将振前生戏 攻打郑国也无功而返 但此事让智瑶怀恨在心 此时的智瑶已经执政十几年 经过这些年的运营 实力已经超过了赵氏 更把另外两个家族 远远地甩在身后 此时的智瑶已经痊愈熏心 他不再满足于与王氏并驾齐驱 而是想凌驾于王氏之上 之前 中行氏和范氏叛变失败后 当时的赵央并没有打算 瓜分他们的地盘 但智瑶对两大家族的封地 动了念头 公元前458年 智瑶与赵氏 魏氏 韩氏三大家族秘密商定 瓜分中行氏与范氏的地盘 于是大家心领神会 联合出兵灭掉了两大家族的残余势力 并趁机瓜分了他们的土地 在这次抢劫中 智瑶获利最大 晋初公作为一国之君 完全不知道四大家族的举动 自己从始至终被蒙在鼓里 为此 做了十几年傀儡的晋初公勃然大怒 他准备对四大家族开战 作为没有兵权的傀儡国君 晋初公选择向齐国 鲁国搬救兵 希望他们能出兵讨伐四大家族 然后主动向四大家族发出战书 四大家族收到战书后 出动军队攻打国君 在这场君臣的交锋中 国君又一次被打得大败 晋初公狼狈而逃 投奔到齐国 从此再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六年后 他病死在异国他乡 晋初公流亡后 知遥历尽昭公的曾孙为国君 至此 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 呼风唤雨 不可一世 晋遥早就想把晋国拒为己有 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是因为 晋国背后还站着其他三大家族 他们之间貌合神离 在利益面前随时可以反目 晋遥自知 很难同时击败三大家族 没有贸然出招 而是在静代时机 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 晋遥先后拿下了柔油国和中山国 打破了四大家族平衡的局势 在晋国政坛一家独大 逐渐不把其他三大家族放在眼里 此后 他变得盛气凌人 喜欢挖苦人 甚至侮辱人 其他大臣自不必说 连位列四卿的赵无序 含虎 位居 也照样羞辱 看到晋遥如此骄横跋扈 晋世族人提醒他要谨小慎微 但晋遥完全当作耳旁风 在他看来 他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 整个晋国都在他手中 他的内心已经被独裁和强权裹挟 对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 在晋遥的铁腕筒之下 晋国也逐渐恢复了一丝霸主之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晋遥已经执政晋国整整二十年 已经垂垂牢蚁的他 准备把晋世家族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于是他准备向三大家族出手 让他们主动出让自己的地盘 否则就出兵攻打 首先被勒索的是韩氏家族 当晋遥派人到韩氏 要求他们出让土地时 含虎十分愤怒 此前晋遥就在公开场合羞辱过他 如今又来强取豪夺 显然不能答应 含虎准备和晋遥硬碰硬 坚决对抗到底 但含虎的谋臣劝住了他 他告诉含虎 晋遥得到土地后会更加目中无人 到时候一定会向其他家族索要土地 倘若其他家族不应允 势必要动用武力镇压 现在暂且规避风险 等待时局的变化 含虎认为有道理 于是 极不情愿地献上了一座城池 含虎的屈服让晋遥更加目空一切 紧接着 又把目光放到了魏氏家族 魏居起初也不同意 后来他的家臣告诉他 将欲败之 必孤辅之 将欲取之 必孤语之 也选择了出让一座城池 以换得喘息之机 韩氏与魏氏之所以选择以退为进 一方面是因为有远见 另一方面也是在赌赵氏的态度 他们笃定 如果智遥对赵氏顾忌重施 赵氏一定会选择兵戎相见 届时 他们再静观其变 智遥眼见魏氏和韩氏都对自己选择了屈服 于是又把目光描向了赵氏 智遥向赵无序狮子大开口 要求赵氏出让两块土地 得知消息的赵无序 知道兵戎相见的时间到了 智遥最大的失误在于错判了赵无序的忍耐力 他把赵无序的忍辱负重看作是懦弱无能的表现 只要寻得机会就对他进行侮辱 而赵无序则紧记父亲的教诲 他说赵央之所以立他为继承人 就是因为他能忍辱负重 但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超过这个限度就不能再忍 赵无序的限度就是不能侵害家族的利益 个人受辱是小 家族受损是大 当年父亲赵央把重担交给他 就是要让他能捍卫家族的荣誉与利益 这一点他始终明刻于心 如今智遥已经触碰到赵氏家族的底线 赵无序则不再忍让 赵无序的拒绝让智遥勃然大怒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于是决定对赵氏家族出兵 在出兵之前 智遥和魏氏、韩氏提前打好招呼 要挟两家一起攻打赵氏 韩氏与魏氏虽然对智遥极度不满 但他们想明哲保身 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 他们宁可先站在强者的一方 以官时局变化 赵无序得知智遥前来讨伐的时候 赵吉家臣讨论退敌之策 经过一番讨论后 大家都没有很好的方案 以赵氏现在的兵力 根本没有把握和智遥硬碰硬 此时 一位名叫张梦潭的家臣 提出来退守晋阳 听到晋阳两个字 赵无序才想起来父亲死前的遗言 但赵无序在是否退守晋阳方面 是比较犹豫的 因为退守晋阳 是二十年前父亲留下的遗言 如今已经过了二十年 不知道还是否有用 对此 张梦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张梦潭说 晋阳是赵氏苦心打造的根据地 此前 尹丰在晋阳广施人证 为赵氏积累了很多人心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一旦天下有变 一定要退守晋阳 赵无序眼见没有更好的办法 决定遵从父亲的遗言 将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晋阳 当赵无序来到晋阳后 眼前的一切让他出乎意料 他看到的不是固若金汤的城墙 而是缺兵少粮的破败景象 他开始有些慌张 并怀疑父亲的遗言 随后把张梦潭叫过来质问 张梦潭并没有慌张 而是告诉他 圣明之人治理诚意 财富藏于民 而不藏于府库之内 致力于推广教化 而不是致力于构建城房 赵无序听后心里依然没底 而张梦潭似乎胸有成竹 在这个充满争斗的乱世 晋阳城仿佛是世外桃源 长期免受战乱之苦 在隐风的治理下 这里没有科捐杂税 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如今得知这样的生活要被打破 城里的百姓为了自身利益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 得知智瑶要来攻打的消息后 晋阳城内家有余粮者 把粮食送到粮仓里 家有余才者 把钱物送到府库内 大户人家有私家武装的 把武器甲衣送到兵器库 有空闲的人 有技术的人 自愿参加修筑城墙 于是奇迹发生了 政府的动员令刚刚发布一天 粮仓 府库 兵器库 便有了充足的储备 发布后第五天 内城与外城的城墙 都加高加厚 加时加过了 这一切让赵无序看得目瞪口呆 此时他才知道 父亲赵央的良苦用心 也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与父亲的差距 一切准备好后 智瑶的大军也赶到了城下 卫士和韩士也率领着一众喽啰 在后面狐假虎威 智瑶看到进阳城后 根本不屑一顾 他觉得 进阳城的防守在他的大军面前 就是以卵击石 于是准备速战速决 但智瑶的大军足足进攻了三个多月 进阳城依然窥然不动地立在那里 而且 进阳城的城墙越来越高 里面士兵的士气越来越旺盛 智瑶的信心备受打击 不能在群臣面前丢了面子 于是没有选择退兵 而是选择了围困 想用围困之术 让晋阳城弹尽良绝 在智瑶大军的围困中 晋阳城坚持了三年 此时的晋阳城承受力 已经到达了极限 但城内的士兵和百姓 依然上下一心 坚决抵抗到底 经过三年的围困 智瑶的信心也彻底被消磨没了 他打算抛弃所有的人意道德 出一个狠招 于是掘开上游的河堤 把河水灌入晋阳城 由于晋阳城地处低洼 一时间城内全部被淹掉 溺斃者不计取数 在这种灾难面前 城内的人心开始动摇 缺冰少凉的他们 甚至开始一子而食 眼看晋阳城马上就要被攻破 智瑶显得颇为得意 他已经准备城破后血洗晋阳城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 寒虎和卫居则看得几倍发凉 倘若赵氏亡了 下一个被灭的肯定是他们 他们内心泛起阵阵良意 不能再让智瑶如此肆无忌惮下去 张梦潭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 他一眼便看出 寒虎、卫居和智瑶之间的矛盾 随着晋阳沦陷的日子一天天到来 张梦潭不相信 寒卫两家愿意屈膝在智瑶脚下 于是张梦潭向赵无旭请命 说他愿意出城游说韩卫两家结盟 赵无旭知道没有其他办法 于是派人秘密将张梦潭送出城 并成功见到了寒虎与卫居 张梦潭直奔主题地 对两人说明利害关系 韩卫两家也没有遮遮掩掩 表示愿意三家结盟 共同对付智瑶 于是他们便商量具体应对智瑶的对策 一场惊天阴谋在智瑶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展开了 待韩虎与卫居将张梦潭送走后 便有人前来向智瑶告密 说他们两人神色鬼鬼祟祟 可能有背叛的意图 但智瑶并不相信 他说 如果韩虎卫居想要背叛他 为什么要在赵氏快要灭亡的时候背叛 这显然不合常理 没过几天 又有人前来向智瑶进言 说打败赵氏已是指日可待 可是 韩虎卫居两人非但没有高兴 反而面带忧伤 他们一定是想谋反 为此 智瑶前去质问韩虎和卫居 问他们有没有反心 他们二人先是对智瑶表达了一番忠心 又说这是赵无序用的离间计 目的是为了造成智瑶军心不稳 让赵无序好获得喘息之机 智瑶听罢连连点头 自此以后对韩虎卫居二人完全信任 虽然赵、韩、卫三家达成了共识 但他们三家的兵力很难与智瑶正面对抗 于是他们选择了智取 在韩卫两家的掩护下 赵无序派出一支精兵到达上游河罢出 把把守堤坝的智氏士兵全歼 然后把水引到了智瑶大军的军营 而韩虎卫居两人则早早地把自己的军队转移到高地 在洪水面前智瑶的军队不堪一击瞬间瓦解 赵无序眼看智瑶的军队已经溃散 于是打开城门 此时城内的士兵已经被围困了三年 他们像野兽一般冲向溃散的智氏军队 对他们进行了一边倒的屠杀 智瑶见此场景 知道无力回天 于是准备逃跑 但被升擒 当他被压到赵无序面前的时候 至此也没想明白 自己会败在丑而无勇的赵无序手上 历史反复证明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赵无序用多年的隐忍最终取得了胜利 紧接着 他将智瑶杀掉 并将他的头颅做成了匿器 以此来羞辱他的灵魂 一代独裁者获得了应有的下场 这场战争尽管只是晋国的内战 可是却很有代表性 预示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来临了 人道的原则在战场上被唾弃了 智瑶别出心裁 发明以水灌城的战法 完全不顾及百姓的生死 而在春秋时代 这种灭绝性的战术是很少见的 同样 赵无序对智瑶报复与羞辱的做法 也是前世所罕见的 这一战彻底打破了存在上千年的人意束缚 智瑶死后 他的族人大多数被韩赵魏三家诛杀 曾经劝说智瑶 不要骄横跋扈的智果得以善终 智瑶的儿子智开 提前率领家眷逃亡到了秦国 自此之后 智瑶在晋国的势力彻底消亡 智瑶的覆灭意味着三家的崛起 赵韩魏三家 瓜分了智瑶庞大的土地与财富 其中捞得最多的是赵无序 他比韩魏两世多分到十余做成意 在颠覆智瑶的战争中 赵氏出力最多 牺牲也最大 至此 晋国的政治局面再度发生重大变化 从四清制变为三清制 而这三清拥有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 三清之中 以赵氏势力最为雄厚 晋阳之战后 赵无序对有功的家臣将士大家赏赐 很多人获得了领地 张梦潭是晋阳得以保存的最大功臣 他理所当然地获得最多的赏赐 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他竟然要交出自己的权力与领土 结甲归田 他对赵无序说 春秋五霸之所以能称霸天下 是因为这些君主能节制重臣 不让群臣有权势来控制君主 如今他功成名就 身居显位 位高权重 他只能捐弃功名 抛弃权势 远离尘销 赵无序听完后甚是惊讶 作为自己的首席谋士 没了他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臂膀 于是极力挽留 但张梦潭去意已绝 临走之前 他告诉赵无序 君主要想更好地把控国家 就必须把权力集中起来 不能旁落于他人 这其实就是君主独裁 君主独裁时代的到来 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主要区别之一 此时的晋国 虽然名义上还是韩赵魏三清共同执政 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互不干涉 晋国的名头 已经名存实亡了 三家分进的雏形已经逐渐形成 至谣被灭之后 韩赵魏三家对外不断进行扩张 对内则不断侵蚀晋国王室的地盘 到了公元前433年 新上台的晋幽宫已经仅剩下两座城池 剩下的地盘全部都被三大家族收入囊中 面对如此尴尬的场景 晋幽宫没有选择像晋出宫那样正面硬扛 而是主动向三大家族示弱 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安全 三家分进后 赵氏的势力最大 经过晋阳之战 赵无旭甚至民心的重要性 于是特别在乎自己的名声 在国内广施人证 尽管他骨子里仍然是厚黑类型的人 但表面文章做得非常到位 这其实也是值得钦佩的 晚年的赵无旭 觉得愧对大哥赵伯鲁 于是打算将接班人的位子 传给侄子赵州 但赵州命短 先于赵无旭而去 于是他又把位子 传给了赵州的儿子赵焕 在选接班人方面 赵无旭的水平要比赵央差很多 在最不该讲仁义的时候 讲仁义 实际上对家族是一种伤害 公元前425年 赵无旭去世 赵焕成为了接班人 但此时的赵焕 还是个孩子 没有能力领导赵氏集团 于是赵无旭的弟弟赵家 趁机夺权 成为了家族领袖 但赵家也非常短命 夺权不到一年便去世 此时赵氏家族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赵焕 另一派支持赵家 后来赵焕在族人的支持下 发动兵变 杀掉了赵家的儿子 重新上台 赵焕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 尽管重新上台 但也没有大的作为 于是赵氏在三晋中的地位 逐渐被卫士取代 在晋国发生巨变的同时 此前几乎销声匿迹的楚国 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经过长时间的韬光养晦后 他接连吞并了一系列小国 重新走上了战国舞台 三家分进后 天下局势即将迎来巨变 在春秋三百年的历史中 楚国是长期的霸主之一 长达上百年的晋楚争霸 也是春秋时代的发展主线 但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 在楚平王时期 因为重用宁臣废无极 导致朝纲礼乐崩坏 太子雄建被迫出逃 吴子虚的父兄被处死 后来吴子虚逃到吴国 带领吴国迅速强大 并一度攻占了楚国首都 差点将其灭国 但由于吴国后续出现了战略失误 让楚国幸免于难 并让楚国逐渐缓过神来 后来 楚昭王病死在出征路上 临死前 传位于自己的弟弟子西 但子西并未接受善让 而是拥立楚昭王的儿子 雄章为王 视为楚慧王 由于楚慧王年幼 子西是楚国的实际控制者 子西在执政期间 想起自己的哥哥 前太子雄建被陷害一世 他们都是楚平王的儿子 从小感情不错 此时的雄建已经去世 留下了一个儿子 生活在吴国 楚国大臣对于 为前太子雄章平反没有意见 但对于接雄建的儿子雄胜 回楚国一世 大臣们反对声一片 因为雄胜为人性情暴力 手下收养了一群亡命之徒 作为大寿 这样的人根本难以控制 但子西处于手足之前 坚持把雄胜接了回来 并让他负责保卫楚国边疆 雄胜也被称为白宫 子西本以为通过此举 能让雄胜知恩图报 但雄胜不但不感激 反而认为子西做得不够 在雄胜看来 郑国人是杀害他父亲的元凶 于是三番五次地要求 子西派人前去攻打郑国 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今非昔比 对郑国并没有一击至胜的把握 况且 子西也不可能为了雄胜的一己私欲 而妄动干戈 但雄胜对此不死心 并组织了一批兵力 准备对郑国用兵 就在此时 晋国突然出兵郑国 子西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不仅作废了出兵郑国的计划 还出兵相救 与郑国达成了盟约 此举让雄胜非常气愤 于是把子西和负责楚国军事防务的子西 都看作是自己仇敌 由于之前雄胜在吴国一直跟随吴子虚做事 他见证了吴子虚复仇成功的每一个细节 心中也冉冉升起了怒火 对楚国一众大臣产生了杀机 燃起复仇浴火的雄胜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机 他直接对子西的儿子子平说 他准备杀死子西 子平听后 赶紧向子西打小报告 后者认为 这只是雄胜的夸张之语 在他的手底下 雄胜根本没机会翻身 于是告诉子平不要当真 但子西根本不了解雄胜 长期在吴子虚手下做事的雄胜 显然继承了吴子虚的血性 当他得知子西对他的评价后 瞬间火冒三丈 并表示不杀子西 势不为人 雄胜杀人的欲望非常强烈 但他长期在吴国生活 在楚国没有根基党羽 很难杀掉子西与子七 时间一久 子西见他没有任何行动 便放松了警惕 逐渐忘却了雄胜的叫嚣 但时间并未抹去雄胜复仇的欲望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公元前479年 他终于寻得了机会 这一年 吴王夫差突然进攻楚国 雄胜率领边防部队痛击吴军 并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眼见雄胜打了胜仗 朝廷非常高兴 雄胜趁机提出请求 希望能率领军队到楚国的 国都颖都进宪战利品 子西听后瞬间答应 他不但没有察觉到危险 而且认为 雄胜的功劳有自己的一份 要不是自己力排众议 把他从吴国接回来 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得到批准后 雄胜便率军 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引渡 就在子西准备设宴招待之时 雄胜突然发布了进攻命令 让人血洗了楚国宫廷 毫无防备的子西和子七 被士兵团团围住 经过一番栗战后 败下战来 被士兵们捅成了筛子 子西和子七被杀后 雄胜又把楚慧王劫持为人质 一下子控制了楚国政府 此时 雄胜的部下劝他杀掉 楚慧王后自立为王 但被雄胜拒绝 他内心深处只想报仇 并不想篡位 但事到如今 他为了自保 必须做出一些举动 经过一番考量后 他准备另立楚平王的 儿子子驴为王 以便于他把持朝政 但子驴拒绝了他的要求 雄胜一气之下杀了子驴 并将楚慧王囚禁 楚国的内乱 让楚国上下一片混乱 地方政府都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此时 人们将注意力 放在了镇守 蔡帝叶公子高身上 当初子西遇 迎回雄胜时 叶公子高 便持反对意见 事实证明了 他的高瞻援主 子高又叫沈朱良 曾经担任叶县长官 因而被尊称为叶公 雄胜叛乱发生后 楚国人把希望寄托 在这位地方大员身上 希望他能出兵讨伐雄胜 稳定楚国局势 但子高一直按兵不动 他说 雄胜此次是冒险取胜 但他为人贪婪 办事不公正 早晚会和民众出现裂痕 事实证明 子高的判断是正确的 雄胜控制国都后 为了尽快获得认可 用暴力手段 在都城大开杀戒 凡是不认可他的人 大多数都被杀死 这种做法 引起了民众的愤慨 反叛雄胜的声音 越来越多 子高健壮 认为时机已到 于是率兵赶往都城 一路势如破竹 此时的雄胜并不慌张 他自视楚辉王 这个人质在手 子高一定会投鼠忌器 如果最后兵败 也可以挟持子高 回到白县自立 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 就在雄胜认为 自己尽可攻退 可守之时 手下人来报 说是楚辉王逃跑了 一个名叫与公羊的人 挖地道 救走了楚辉王 得知楚辉王逃跑后 雄胜便开始慌张起来 手下的人见大势已去 也纷纷离他而去 雄胜自知 在劫难逃 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 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最后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雄胜此前只是想报仇 后来阴差阳错 酿成了一场大叛乱 由于事先缺乏规划 才导致了一场惨败 但这场叛乱 也让楚国损失惨重 能力很强的 紫西和紫七 均遭杀害 叛乱结束后 紫高被任命为 永相和司马 成为朝堂首席大臣 但紫高选择了 急流永退 将职位让给了 紫西和紫七的儿子 雄胜之乱 给楚辉王带来了 极大的心理伤害 自此之后 他便选择了 闭关锁国 从此不问世事 从公元前479年 停定雄胜之乱 一直到公元前 448年 30年的时间里 楚国几乎消失在 世人的视野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 越国灭了吴国 中原战火越烧越旺 晋国内乱中 三清灭治遥 等等 但这些事 与楚国统统无关 楚辉王超然 于政治斗争之外 史书中 关于楚国的记载 也越来越少 楚国似乎忽然间 从时空的黑洞中 蒸发了 但楚国骨子里 始终带有霸王基因 公元前447年 楚国打破了陈墨 楚慧王派大司马子 发钱去攻打蔡国 并一举将蔡国击破 随着蔡侯齐被俘虏 这个有着500年历史的 诸侯国 也宣告寿终正寝 公元前445年 楚国又灭掉了启国 这个国家就是 启人忧天的来历 拿下启后 楚军继续挥石东扩 一直拓展到似水之上 此时距离吴军攻破 楚国已经60年 曾经的敌国 已经烟消云散 而楚慧王 却焕发了第二春 他用了半个世纪 再次把楚国 拉回到之前的高度 在战国时期 楚国依然是 天下最大的诸侯国之一 楚国之所以 能再次崛起 一方面是 自身底蕴非常雄厚 另一方面是 自身军事装备 不断完成升级 也是最早完成 水上武装的国家之一 楚慧王当时任用了 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便是被后世 称为工匠组失业的鲁班 在鲁班的主持下 楚国制造了大量的云梯 以及其他工程器械 在工程拔债的过程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灭掉蔡国 启国之后 楚国把下一个目标 放在了宋国身上 在攻打宋国方面 尽管楚庄王谋划得十分机密 但消息还是被宋国得知 宋国得知消息后 派出一位工匠大师 主持首城事宜 这位工匠大师是华夏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墨子 但是 墨子并不完全是个工匠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 祝书历说 鼓吹奸爱非公的思想 并且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 这个团体具有半军事化的色彩 墨子自己充当领袖 称为巨子 其门下的成员便称为墨者 墨者集团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在民间有着极强的渗透力 在墨子生前 墨学便已经成为与儒学相抗衡的天下显学 墨者遍布各地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凭借这种超强的渗透力 墨子很快知道了鲁班为楚慧王制造工程器械 以进攻宋国的消息 这位坚忍不拔的墨者领袖 要凭借一己之力拯救宋国 墨子曾当过宋国大夫 对宋国十分有感情 墨子的思想有两大核心 一是奸爱 二是非公 由于宋国一直奉行和平主义 所以 墨子的思想能在此生根发芽 墨子之所以选择拯救宋国 一方面是出于国家感情 另一方面是想推行自己的观念 坚决反对以大欺小的侵略战争 墨子兼具情怀和实干 当他得知楚国打算对宋国用兵的消息后 立马派出自己的弟子秦华帅300名墨者 到宋国协助守城 然后 墨子自己从齐国出发 只身前往楚国和鲁班相见 墨子见到鲁班后 向他阐述了楚国攻打宋国在道义上的缺失 并将其描述为不明智 缺乏道义的事情 鲁班对墨子的观点完全认同 但出于立场原因 他只能拒绝墨子 继续为楚国建造工程器械 后来 墨子在鲁班的引荐下见到了楚慧王 并向其输出自己奸爱非公的思想 楚慧王很重视墨子的才华 但他已经隐忍了30年 内心的征服欲望难以撼动 于是便对墨子说 鲁班为楚国制造的云梯已经完成 不能放着不用 一定会攻打宋国 墨子离开之前 和鲁班进行了一次虚拟对战 双方用模型进行了一次攻防演练 在这次虚拟对战中 鲁班绞尽脑汁 使出了所有的招数 最终被墨子一一化解 后来鲁班告诉墨子 他有大败对方的方法 但现在不能说 而墨子则回应称 自己知道鲁班的方法 但他也不说 楚慧王见两人打雅弥 内心焦急不堪 于是逼迫墨子回答 墨子说 鲁班的方法是让楚慧王杀掉他 杀了他 就没人能阻挡鲁班的进攻了 但他已经派出300多名弟子前往宋国 即使杀了他 也于事无补 楚慧王眼见攻打宋国的计划已经败露 此时 宋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加上墨者的支持 拿下宋国的难度很大 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不但没杀墨子 还收回了攻打宋国的命令 墨子凭借自己的智慧 让宋国免除了一场灾难 公元前432年 楚慧王去世 此时他已经执政57年 他是楚国得以忠心的关键人物 楚慧王去世后 楚俭王继位 他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挥师北上 继续展示楚国的强大的实力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 楚国吞并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真正在中原大地上掀起波澜的是 三晋带头大哥魏斯 三家分晋后 赵无旭率领的赵氏一族本是一只独秀 但赵无旭死后 家族内部便陷入了争权夺利 魏氏家族则成胜崛起 在魏斯的带领下 异军突起 成为三晋大地上名副其实的主导者 公元前446年 魏斯成为魏氏家族继承者 公元前403年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 史称魏文侯 在战国时期 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 有具备一定的特质 这种特质决定了 他们能达到何种高度 而魏斯身上的特质就是朝贤纳士 四处收容名士归为己用 他手下的名士 包括吴启、岳阳、西门豹等人 他也开启了战国仰视之风 公元前420年 晋国国主晋幽宫去世 这位仕途打击三清的晋国国主 兵变后溃逃至他国 郁郁寡欢 有一次半夜出城找美女私会 结果在半路上被强盗截杀 结束了比较窝囊的一生 有些人死了比活着之前 晋幽宫就是其中之一 得知晋幽宫被强盗截杀后 魏斯帅人把杀害晋幽宫的强盗一网打尽 并立幽宫的儿子积职为新的君主 史称晋列宫 尽管新任国主晋列宫 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 但魏斯的做法还是博得了满堂彩 在一片较好声中 魏氏的力量逐渐超越了赵氏 此时晋国三清的老掌门 赵无序、魏居、韩虎都已去世 想当年三清联手共灭治遥 相互间自然惺惺相惜 但新一代掌门人 没有那种同舟共济时产生的友谊 韩氏新掌门韩启章 见赵氏由于权力斗争而爆发内乱 便打起了坏主意 想借机消灭赵氏 不过韩氏势力在三清中最为薄弱 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到 于是韩启章便找到魏斯 跟他大谈成绩瓜分赵氏的阴谋 魏斯当场义正词言地拒绝了 他正色地答道 魏与赵氏兄弟不能从命 赵氏新任掌门人赵焕 得知韩氏在背后插刀后 大为恼怒 他也找到魏斯提出了一同灭掉韩氏的想法 魏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赵焕 纵观晋国的历史 只要国内几大家族团结一致 晋国就能称王称霸 但凡集大家族勾心斗角 晋国就会迅速示威 魏斯明白 三家联合起来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三家勾心斗角则大难临头 后来赵焕和韩启章明白了魏斯的良苦用心 便真心实意地拥戴魏斯为带头大哥 但三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纠葛 表面上能粘合在一起 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会发生分歧 晋国政治格局的改变 对于长期被晋国压制的秦国 齐国来说是一个喜讯 他们知道分裂后的晋国实力大不如以前 因此时刻寻找翻身的机会 魏斯自然察觉到了这一点 并且他认为晋国最大的对手不在南方 而是西方的秦国 公元前627年 秦军在小山之战中惨败给晋军 死后的200多年里 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在黄河以西 无法进中原半部 虽然无法踏足中原 但秦国在西部可谓是横行无阻 是绝对意义上的霸主 魏斯很清楚 一旦让秦军踏过黄河 晋国便会成为囊中之物 为了不陷入被动 魏斯决定先下手为强 公元前419年 魏斯在黄河西岸修筑关口少梁城 意图十分明显 就是要在黄河西岸建立桥头堡 以便随时对秦国发起进攻 面对魏斯发起的战争信号 秦国也意识到了威胁 公元前418年 秦陵宫率军与魏军在少梁来了一场大战 最终魏军保住了少梁 但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秦军眼见强功无果 于是在少梁北部修筑了两座城池 以此来应对魏军的威胁 魏斯看穿了秦军的意图 于公元前412年派自己的儿子 一举拿下两座城池 将秦军赶了出去 为了加强战略威胁 魏军随后又在少梁城以南修筑了两座新城池 至此魏军在黄河西岸拥有了三个军事据点 修筑完工事后 魏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于公元前408年 新帅大军渡过黄河入侵秦国 在三座城池的侧影下 魏军势如破竹 将秦军赶出河西之地 但士气正盛的秦军没有继续前进 因为再往西都是险要的官暗 一手难攻 魏斯自知还没有绝对的实力拿下秦国 于是便挥师北上继续攻城掠地 想要一举拿下中山国 中山国是敌人建立的国家 此时的魏军在实力方面 可以全面碾压中山国 但在地理位置方面 两者并不接壤 魏军和中山国之间隔了一个赵 魏军要想攻打中山国 必须经过赵地 此时的赵魏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 加之魏斯是韩赵两家共同拥戴的大哥 召唤几经考虑 决定让魏军借到前去攻打中山国 公元前408年 魏斯委任大将岳阳为远征军总指挥 目标直指中山国 值得注意的是 岳阳本是中山国人 后来发生变故便逃至魏帝 得到了魏斯的重用 魏斯知道 岳阳对中山国了如指掌 便委任他为总指挥 起初 魏斯的这个决定 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害怕岳阳会临阵倒戈 更何况 岳阳还有一个儿子 留在中山国做人质 但魏斯用人不移 他的坚持也换来了回报 公元前406年 经过三年的战斗 中山国终于被逼到崩溃边缘 刑急之下 中山国把乐阳的儿子压上城头 以此来威胁岳阳退兵 中山国威胁岳阳 如果他不选择退兵 就将他的儿子主了 岳阳不为所动 表示君臣之意 不得以子为私 中山国健壮 居然真的将乐阳的儿子煮了 并把羹汤送到乐阳面前 岳阳健壮 直接拿起来吃了 此举传回中山国后 人人闻风丧胆 他们没想到岳阳居然可以这样冷血 这也预示着魏军绝不会因此退军 后来中山国君主选择了投降 岳阳成功拿下了中山国 魏斯听说岳阳的举动后 对大臣们说岳阳对他是真的忠心 为了他可以吃掉自己的儿子 一旁的大臣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敲打魏斯说 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 还有谁不能吃呢 魏斯听后顿绝后背一阵发凉 他不自觉地想到了齐桓公的故事 当年齐桓公说不知人肉的味道 宁臣一牙便杀死自己的儿子 煮给齐桓公吃 齐桓公认为他非常忠心 但最终齐桓公却死在一牙之手 想到此处 魏斯不禁地提高了警惕 岳阳战胜归来后 自恃劳苦功高 甚至对魏斯都表现出傲慢 魏斯决定敲打一下岳阳 于是让人抬出两个大箱子 里面都是装满了弹劾岳阳的剑岩 岳阳随手翻开几卷 每一封剑岩都能置他于死地 只要魏斯烧下狠手 他就可能人头不保 岳阳瞬间明白了魏斯的用意 于是跪在魏斯面前 说消灭中山国都是魏斯的功劳 魏斯健壮 顺水推舟给了岳阳一块封地 但此后便不再重用他 但岳氏家族并未因此一蹶不振 后来大名鼎鼎的岳翼 就是岳阳的后代 消灭中山国后 魏斯名声大噪 但此意并未给魏斯带来多少实际性的好处 因为中山国与魏帝不接壤 不过 魏斯作为一个雄才伪劣的人 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攻打中山国 肯定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攻打齐国 因为中山国位于齐国的西北部 拿下该地后 魏斯便可以从南北梁新同时夹击齐国 魏斯之所以对齐国虎视眈眈 因为齐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齐国王室已经丧失了权力 整个国家都掌握在田氏家族手里 在田氏家族的带领下 齐国重振雄风在中原所向披靡 从公元前413年开始 齐国利用短短的六年时间 分别击败了魏帝 鲁国 杨湖 赵帝 魏国 占领了大量城池 俨然一副中原领袖的姿态 魏斯作为一个极具雄心报复的人 他不能坐视齐国无限壮大 于是精心准备了伐齐计划 此时 魏斯等待的只是一个伐齐的时机 后来 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公元前405年 齐国全臣田部杀了大夫公孙孙 引发了一场政治动荡 公孙慧健壮出逃领袖 并现成投降晋国赵氏 田部得知消息后 立即出动军队 包围领袖 这原本是齐国的内乱 可是既然公孙慧现成投降 晋国赵氏当然不会坐视不救 此时赵氏的掌门人是赵吉 他派孔卿为总司令 率领一支由死士组成的赶死队前往救援 不过面对近年来屡战屡胜的骑师 赵吉心里不是很有把握 他便派人通知魏斯 请他出手相助 魏斯早就密谋攻其 眼见机会来临 当下痛快答应 在他看来 这次出兵意义非凡 不仅能打击齐国的嚣张气焰 也是对兄弟友邦的支援 魏斯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能暂时抛开一己私利 站在三进的立场来权衡利弊 尽管晋国一分为三 但在整体利益面前不能各自为战 就像当年三个兄弟联合起来 打垮治谣一样 只要团结一致 必定也能打败齐国 就这样 在三家联合灭治谣后 赵、魏、韩第二次携手合作 曾经风光无限的骑师 在三进兵团的联手阻击下 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 领秋之战 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 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骑军尸体 便有两万巨之多 被三进兵团所缴获的战车超过两千辆 赵军总司令孔卿 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 建起两座金冠 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 是胜利的一方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 谋陈宁月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 他说 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 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 人们一直有后葬的观念 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 仅仅安葬费这一项 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对齐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莫子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 直到现在 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 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 甚至士兵的尸体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 这并非人意之道 领秋一意的胜利 证实了卫斯的理论 只要三进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 但卫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 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 防止对方卷土重来 但继续进攻齐国需要一个理由 卫斯想到一个方法 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 尽管此时的周天子还不如废旧矿泉水平之前 但毕竟是王室正统 周威列王看卫斯向自己请命 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下同意了卫斯攻打齐国的请求 于是卫斯拿着王命 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再次大举伐齐 已是残兵败将的齐国 在三进兵团的合围下再次遭受惨败 此次伐齐之战 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防御方式 那便是修筑长城 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 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 但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公元前404年 韩赵魏三军取得伐齐大胜后 魏斯给周王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服仪式 给足了周天子面子 周威列王看到 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 于是喜上眉梢 立马封魏斯为上卿 后来周威列王又给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赵国和魏国 起初周威列王并不想授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因为按照周朝礼制 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 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 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 公元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 魏斯就是魏文侯 韩前是韩景侯 赵集是赵列侯 至此韩赵魏三家 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 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 曾经风光无限的骑尸 在三晋兵团的联手阻击下 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 领秋之战 是齐国自春秋以来 最惨的败仗 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齐军尸体 便有两万具之度 被三晋兵团所缴获的战车 超过两千辆 赵军总司令孔青 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 建起两座金冠 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 是胜利的一方 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 谋臣宁月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 他说 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 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 人们一直有后葬的观念 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 仅仅安葬费这一项 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对齐国的经济 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莫子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 直到现在 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 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代战争中 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 甚至士兵的尸体 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 这并非仁义之道 领秋一役的胜利 证实了魏斯的理论 只要三进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 但魏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 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 防止对方卷土重来 但继续进攻 齐国需要一个理由 魏斯想到一个方法 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 尽管此时的周天子 还不如废旧矿权水平值钱 但毕竟是王室正统 周威烈王看魏斯向自己请命 激动的夜不能寐 当下同意了魏斯攻打齐国的请求 于是魏斯拿着亡命 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再次大举伐齐 已是残兵败将的齐国 在三进兵团的合围下 再次遭受惨败 此次伐齐之战 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防御方式 那便是修筑长城 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 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 但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公元前404年 韩赵魏三军取得伐齐大胜后 魏斯给周王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服仪式 给足了周天子面子 周威烈王看到 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 于是喜上眉梢 立马封魏斯为上清 后来周威烈王又给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赵国和魏国 起初周威烈王并不想授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因为按照周朝礼制 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 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 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 公元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 魏斯就是魏文侯 韩前是韩景侯 赵集是赵列侯 至此 韩赵魏三家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 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 田吴于死后 他的儿子田启继续沿用父亲的策略 为家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使人们逐渐淡化了 他们是外来移民的事实 田氏集团之所以保持低调 并不是在政治方面没有报复 而是一直在寻找时机 公元前490年 齐景侯去世 隐忍低调的田氏集团终于打破了沉默 经营多年的田启准备整顿齐国政坛 他先是从齐国老牌贵族中 抢到了话语权 紧接着 雍立齐道公为接班人 田启被任命为宰相 独揽大权 公元前485年 吴王夫差大举伐齐 惊慌失措的田启 竟然谋杀齐道公 以泄无师 君主成为权臣手中 可随时撕毁的纸牌 然而 妥协并非至胜之道 在第二年的爱灵之义中 齐国人仍然一败涂地 唯一让田启感到幸运的 是勾建在南方发动公吴战争 不经意之间拯救了齐国 田启死后 他的儿子田长子成父业 继续当齐国的无冕之王 被田氏一手扶上台的齐检公 偏偏不识实物 打算扶持他人 以压制田长 结果 田长复制了父亲的做法 直接杀死了齐检公 齐检公被杀后 他的弟弟被立为国君 视为齐平公 像前两任君主一样 齐平公也是一个傀儡 田长大权在握 经常在朝堂上大开杀戒 田氏家族的封地 也超过齐国王室 至此 田氏已经成为 齐国名副齐时的最高统治者 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 齐鲁士大夫群体 对田氏家族颇为不屑 但田氏家族 在笼络普通民心方面 非常有一套 他们对百姓实施人证 经常让利于百姓 这也是田氏集团 势均篡权 但仍能受到百姓拥护的原因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 上层的政治斗争和他们无关 他们只在乎谁对自己好 田长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盘 成为家族继任者 公元前453年 晋国三清 共灭治疗的消息传到齐国后 田盘十分敏锐地意识到 晋国的分裂时代已经到来 他十分明智地派出使者 分别出使赵、魏、韩 以诸侯之礼对待三家掌门人 言下之意 便是承认赵、魏、韩 是三个新兴国家 这一外交十分成功 田盘积极与三晋建立友好关系 为齐国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到他去世之前 齐国与三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 田盘把精力完全投放在国内 他不断地把田氏族人 安插到齐国的每一座城邑 直到所有城邑的长官 全部出自田氏为止 田氏家族的势力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处须伸到了齐国的各个角落 田盘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白急于称霸 一反父亲的外交政策 开始对外穷兵独武 公元前413年 田白撕毁了之前 与韩赵卫签订的和平协议 并主动侵占他们的城池 因此与韩赵卫交捂 后来田白去世 田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内乱 韩赵卫则趁机出兵攻打齐国 致使齐国元气大伤 直到田和继位后 他开始历经图治 对内修生养息 对外推进积极的外交政策 为齐国迎来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公元前391年 已经执掌齐国上百年的田氏集团 打算对君主动手 田和将齐康公赶出了王宫 在海边给齐康公搭了几间陋室 这个举动也基本上宣告了齐国君主的终结 将齐康公赶走后 田氏家族为了获得周王室认可 成为合法的诸侯 便派人出使魏国 田氏与魏武侯达成了一笔买卖 齐国出面拉近魏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 魏国则向周天子施压 为田和求一个诸侯的名头 对于魏文侯的提议 周天子只能听从 至此 田和也从士大夫摇身一变成为了诸侯 之前的齐国被称为江齐 现在的齐国则彻彻底底变成了田齐 公元前379年 齐康公在海岛上身亡 从江子崖建立齐国开始 齐国总共经历了744年 江齐曾在历史上辉煌过 齐桓公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只可惜时宜是意 鲜花总有凋谢之时 江齐这朵盛放的鲜花 算是彻底凋谢了 在田和伐齐之时 魏国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 一代名将吴启遭人陷害 被迫出走楚国 吴启的出走 也结束了魏国的全盛时代 魏文侯时代 魏国西挫强秦 东义齐国 北并中山 南极楚国 姬无敌于天下 事实 魏国名将如云 吴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起初 魏文侯启用吴启为西河郡守 镇守河西 此后 吴启为魏国的扩张立下赫赫战功 据吴子所记 与诸侯大战76 全盛64 于则军节 辟土四面 拓地千里 皆启之功也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在群雄并起的年代 英雄只有德裕民主 才能一飞冲天 而魏文侯就是吴启的伯乐 在魏文侯麾下 吴启如鱼得水 只管把心思放在开疆拓土上即可 不用考虑朝堂争斗 但这一切 随着魏文侯的去世 戛然而止 公元前396年 执政15年的魏文侯去世 作为战国初期最伟大的君主 他一手缔造了强大的魏国 魏文侯死后 他的儿子魏姬继位 视为魏武侯 魏武侯继位之初 依然延续着父亲的决策 由于魏文侯给魏国积累了大量人才 使得魏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强盛 公元前395年 上台不久后的魏武侯视察西河郡 吴启陪他一起泛舟于黄河 当魏武侯看到险郡的山峰 宽广的大河 便开始骄傲自满 他告诉吴启 魏国有这样的险郡关口 一定可以高枕无忧 吴启听后眉头一皱 他告诉魏武侯 国家不能只靠山河之险 倘若没有道义 身边的人都可能变成敌人 面对突如而来的当头一棒 魏武侯并未发怒 而是称赞吴启的才能 从这个层面来看 魏武侯继位之初 是具备一定胸襟的 魏武侯上台之时 战国七雄的格局已经形成 七个国家分别是 秦楚焉 齐寒 赵魏 其中 寒魏两国的地理位置最差 特别是魏国 周围被五大强国包围 面对这样的处境 魏武侯找吴启商谈应对之策 魏启告诉魏武侯 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时刻整军备武 并要明察其他国家的 优势与劣势 做到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然后 他又从细处着手 根据自己的打仗经验 以及对各国军队的了解 给魏武侯详细讲述了 该如何应对其他国家 魏启的分析 可谓是动若观火 明察秋毫 在训练军队方面 魏启告诉魏武侯 必须要严格治军 讲成分明 对将士们做出的承诺 一定要实现 切不可存在食言的情况 否则就有可能 失去将士们的信任 这会大大降低军队战斗力 然后 吴启给出了详细的治军方案 吴启为人耿直 不善于阴谋诡计 这样的人能发挥多大作用 主要取决于 君主的支持度和包容心 如果魏文侯不死 吴启很可能成为 管仲式的人物 帮助魏文侯实现一番霸业 只可惜魏武侯 不具备他父亲的识人之能 他只看到了吴启的军事才能 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才华 魏武侯在选择成像时 直接没有考虑过吴启 而是先后任用了商文与公书 吴启自认为 才华不逊于他们两人 对于魏武侯的这个安排 表示不满 但他不善于明争暗斗 也不懂得权谋之术 不久后 吴启便明白了 如果没人撑腰 才能有时候会引来强烈的妒忌 商文做丞相时 虽然吴启一直对他不满 但他考虑到魏国的利益 还一如既往地支持吴启 商文死后 公书成为了丞相 与商文具备真才实干不同的是 公书是凭借关系 才爬到丞相之位 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地位 他必须除掉 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于是 吴启变成了他的眼中钉 公书察觉到吴启为人傲慢 经常视才傲物 这让其他同僚的自尊心 经常受到伤害 公书准备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 确定好陷害吴启的方向后 公书便开始制定计划 他先是跑到魏武侯跟前 说吴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吴启对魏国忠贞不二 那是国家之福 如果他有二心 则魏国威仪 魏武侯听完觉得有道理 公书提议 可以测试一下吴启的忠诚度 并给出了具体方案 公书建议 把一名魏国公主许配给吴启 如果他拒绝婚事 就可以断定 他的心不在魏国 魏武侯认为有道理 紧接着 公书又邀请吴启到他家里赴宴 席间 公书的夫人表现得骄横跋扈 时不时地出言不逊 给吴启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公书健壮 悄悄告诉吴启 说自己的夫人是公主 只能听之认之 他也无可奈何 吴启是个大男子主义 他见公书的妻子如此骄横跋扈 瞬间对公主的印象大打折扣 他庆幸自己没有娶公主为妻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公书和夫人演得一出双簧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公书恳请魏武侯 挑选一名公主来试探吴启 被完全蒙在鼓里的吴启 全然不知怎么回事 当他听到魏武侯要把公主许配给他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公书夫人那副骄横跋扈的样子 于是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 魏武侯见状起了疑心 并说自己的魏国是不是容不下吴启这尊大神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吴启不知所措 当他回过神来 回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时 才明白自己误入公书的圈套 目的就是让魏武侯对他起疑心 此事过后 吴启知道魏武侯已经对他起了疑心 而公书也势必想要置他于死地 想到此处 吴启自知已经不能继续留在魏国 于是当机立断 收拾行装带着仆人便离开了魏国 在行至魏国边境时 吴启常探导 要是再给他几年时间 一定可以拿下秦国 只可惜主上听信谗言 魏国落入秦人的日子也不远了 说罢便累撒当场 离开了自己扬名立万之地 离开魏国后 吴启几经权衡打算投奔楚国 当楚道王得知吴启来投后 亲自前去迎接 并与吴启坐而论道 吴启为了表示诚意 将自己写的兵法献给楚道王 吴启的兵书都是自己的心血之作 其中包括图国篇 料笛篇 制兵篇 论将篇 应变篇 和历史篇 对吴启仰慕已久的楚道王 读完吴启的兵书后 不禁拍案叫绝 吴启的兵书 大到战略原则 小到战术方法 都有精妙之阐述 见解精辟深邃 而且都是吴启结合自己治军 作战的经验 更有说服力 更有可操作性 更贴近于现实 这是一部伟大的兵法书 比起《孙子兵法》也毫不逊色 这些著作 是吴启在魏国期间 陆陆续续写成的 据汉书所在 原本有48篇 流传到今天的仅剩下6篇 有些人会写书 不见得会实干 但吴启是既能写书 又能实干 这才是大财 楚道王看了吴启的兵法书后 佩服得不得了 再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吴启不客气地指出 楚国毕正所在 他说大臣太重 封军太重 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 死平国弱兵之道也 不如使封军之子孙 三世而收绝禄 捡百历之禄制 宣布吉之之官 以奉选炼之人 楚道王听后大惊 吴启作为一个外人 居然能把自己国家问题 看得如此透彻 他不禁地抹了一把冷汗 要是吴启是自己的敌人 该怎样战胜他呢 楚道王听完吴启的高论后 立马决定委任他为令隐 也就是楚国的国相 对于历经图治 谋求改革的楚道王来讲 启用吴启是一次豪赌 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独当一面 对国内的权贵开刀 对于吴启来讲 这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 成为令隐之后 吴启搬起改革之府 对楚国的弊病进行开刀 尽管这期间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但最终凭借自己杀伐果断的性格 成功把改革推行下去 但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吴启的改革逐渐深入之际 楚道王却倒下了 公元前381年 楚道王去世 尸骨未寒之际 楚国贵族见状发起了疯狂的反击 失去靠山的吴启成为众矢之地 那些在改革中失去爵位 失去官职 失去俸禄的贵族们 自发组织起来 勾结宗室大臣 发动政变 围攻王公 吴启且战且退 最后在楚道王的灵堂前 停下了脚步 准备和叛军殊死搏杀 面对围攻的吴启 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他挥剑对着叛军高喊 自己今天难逃一死 但也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说吧 便朝着楚道王的棺材走去 气急败坏的叛军 下令对吴启乱剑齐发 临死之际 吴启把楚道王的尸体搬了出来 就这样 吴启和楚道王的尸体 一同被射成了刺猬 此时楚国贵族才发现大事不妙 因为按照楚国之法 对国王尸体动刀动枪者 需要诛灭三族 楚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 是为了避免当初吴子虚 编尸楚平王的事情重演 让王室蒙羞 吴启在临死前 又使敌人朝自己射箭 这也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办法 楚宿王上台后 立马下令抓捕围攻王公的叛军 这些杀害吴启的凶手均被诛灭三族 被杀者超过了七十余家 吴启死后 楚国失去了再次称霸的机会 随着保守派占据朝堂 楚国再也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表演 自此之后 楚国便走向了衰落 在魏武侯统治的前半段 由于有吴启等一众老臣的辅佐 魏国尚且能执行魏文侯的大政方针 当吴启愤而离开后 魏国的政策开始偏离了轨道 韩赵魏是三个新兴的国家 魏文侯在世的时候 就清晰地意识到 只要三者齐心协力 就可以独霸中原 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 魏文侯在世时 能抑制彼此之间相互攻伐 魏文侯死后 三者齐心协力的局面 一点点被打破 公元前387年 赵列侯去世 赵国围绕君主位置展开了激烈争斗 争斗双方是赵列侯的儿子赵章与侄子赵朝 最终赵章获得了胜利 视为赵敬侯 赵朝为了自保逃到了魏国 并请求魏武侯出兵 帮其重夺王位 魏武侯自视是三者之间的带头大哥 出面为赵朝撑腰 发兵攻打邯郸城 而赵国早就做好了防备 让魏国并没有讨得便宜 魏国此举惹怒了赵国 刚上台的赵敬侯 因为根基未稳 没有立马进行报复 而是一点点谋划势力扩张 公元前383年 赵国突然发兵攻打魏国 此时的魏国只是个小诸侯国 根本无法阻挡赵国的进攻 但魏国人意识到 韩赵魏之间出现了裂痕 于是紧急向魏国求援 魏武侯不想让赵国扩大地盘 于是出兵救援 并打败了入侵魏国的赵国人 败北的赵烈侯兵不甘心 次年再次进攻魏国 魏国健壮主动前去救援 不但大败赵军 还长驱直入拿下了赵国的河东之地 公元前381年 春风得意的魏武侯先发制人 主动联合魏国攻打赵国 欲将其一举拿下 关键时刻 赵烈侯派人到楚国颁救兵 楚国的参战让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 魏国担心自己的大后方被楚国偷袭 便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赵国则趁机反攻 不但打退了魏军 还拿下了魏国两座城池 赵魏两国交捂后 之前被魏国拿下的中山国伺机而动 由于中山国和魏国之间隔着赵国 此前赵魏关系亲密 魏国官员往来与中山国没有任何阻力 如今两国交捂 魏国和中山国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于是 中山国刺激发动了赴国运动 并成功摆脱了魏国的控制 此后 赵国趁中山国刚立国 局势未稳之际 大举进犯中山国 掠夺了大量地盘 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地盘 意气风发的赵国人 携带胜利之势 于公元前371年相继打败了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 正当赵国准备继续侵占齐国之时 魏国突然发兵来救 一举击退赵国 此时 赵国才逐渐收敛 魏国虽然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但比起魏文侯时期相差甚远 尤其是失去中山国后 魏国的领袖地位逐渐被瓦解 然而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 公元前370年 在魏26年的魏武侯突然病逝 去世前还未来的吉利太子 这直接导致了魏国出现了政治危机 魏武侯去世后 接班人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公子英 另一个是公子桓 两人是亲兄弟 这场争斗不仅是魏国的内政 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介入魏国的机会 内战爆发后 魏国大夫公孙齐辗转逃到了韩国 并得到韩义侯的礼遇 此时的韩国 已经不是三家分禁时的弹丸之地 经过上几辈的东征西讨 韩国成功灭掉了郑国 并把郑国所有地盘都据为己有 到了韩义侯时期 韩国已经能和赵魏两国并驾齐驱 公孙齐正是看中了韩国的军事潜力 才来到韩国寻求发展机会 公孙齐告诉韩义侯 说魏英控制着魏国大部分地盘 只要能趁机除掉魏英 就可以大破魏国 韩义侯听后认为是一个好机会 倘若能抓住 势必将韩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不但能取代魏国的位置 还有称霸中原的机会 只是韩义侯虽有称雄之心 奈何实力与魏国相比相差甚远 于是他派人联络赵国 商讨一起趁机讨伐魏国 常年受魏国欺压的赵国 当即同意了韩义侯的请求 公元前369年 韩赵两国军队兵分两路来夹击魏英的军队 双方在逐则展开了大决战 此意魏英军队被打得大败 这是自魏文侯以后 魏国遭遇的最大的败仗 魏英军队被韩赵军队死死包围 面临全军覆没的困境 可就在韩赵军队胜券在握之际 两国却突然撤军 成功让魏英解围 韩赵之所以撤军 是因为在处置魏英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赵成侯认为 应该趁机杀掉魏英 然后逼迫魏国割地求和 趁机瓜分魏国 而韩义侯认为 杀掉魏英在道义上很难立足 此前 韩赵两国受到了魏国诸多庇护 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韩义侯提议 把魏国一分为二 分别交给魏英和公子还统治 让魏国沦为二流国家 对于韩义侯的提议 赵成侯坚决反对 他必须得到魏国的土地才肯罢手 而韩义侯不想让赵国得逞 索性掉头打到回府 选择了撤军 赵成侯看韩义侯撤军 担心局势生变 被人抄了后路 也下令撤军 本来一场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胜利 就这样结束了 起初魏英得知 韩赵两国撤军后以为有诈 经过反复探查后 才确认两国确实撤军了 大难不死的魏英重整旗鼓 没过多久 便对公子缓发起了猛攻 最终杀死了公子缓 武力统一了魏国 魏英也成为新一任君主 视为魏惠王 魏惠王继位后 开始了修生养兮 作为传统的军事强国 只要给他一丝喘息之机 就能迅速恢复元气 恢复元气后 魏国对韩赵两国进行了报复 并多次击败对方的军队 表面上看 三进分裂为两大阵营 一为魏国 一为赵国与韩国 两方相互攻伐 但是 三进又有一致的利益 特别是在对付西方秦国的问题上 毫不含糊 三个国家达成一种默契 三进内部争斗的同时 要一致对付秦国的入侵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秦国 倘若三进不能齐心 将被秦国各个击破 于是 历史上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在往后几年时间里 三进两个阵营 对付秦国时一致出兵 打完秦国后 回来又继续相互杀法 上演了一出国家版的相爱相杀 公元前366年 魏惠王与韩义侯在翟阳会晤 商讨对付秦国的事宜 在打击秦国这件事上 双方合作 共同出兵 但是这支貌合神离的军队 在武都被秦军打败了 从秦国战场败退回来后 两国本应该修生养息 但魏国却调转枪头 派出大军讨伐韩国 韩国军队全力反抗 最终将魏国军队击退 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秦国看清了三进之间的贸合神离 于是组织了一次大的功法 公元前364年 长驱直入杀入魏国 魏惠王自知凭借一己之力 很难抵挡秦国 于是向韩赵两国求救 赵成侯和韩义侯 在大事上没有犯糊涂 果断出兵前往救援 三进联军与秦军 在石门展开了大决战 本以为是一场势军力敌的战争 但结局令人大跌眼镜 秦军大破三进兵团 此意斩首超过六万人 一举奠定了秦军虎狼之师的地位 也让韩赵魏元气大商 公元前363年 秦军直逼魏军 设在黄河西岸的少梁城 在上一年元气大商的魏国 再次向赵国求救 赵成侯得到消息后 立马前去支援 并帮助魏国打退了前来进犯的秦军 面对魏国三番五次的求援 赵国的做法颇具意气 两者并肩作战多次后 本应该兵势前嫌 但就在赵国发兵救援少梁城不久 魏国却恩将仇报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 一路势如破竹 直逼邯郸城 最终 赵国殊死抵抗才躲过一难 公元前362年 魏国再次对韩赵联军开战 开战原因不得而知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只是记录了此次战争的结果 魏军大败韩赵联军 并俘虏了赵国大将越作 魏惠王希望凭借此意的胜利 重新树立魏国中原领袖的地位 但魏惠王忽略了一点 魏军之所以能与秦军掰手腕 是建立在三进共同联合的基础上 如今 魏惠王把韩赵两国当作随意摆弄的玩物 需要的时候就去求援 不需要的时候就前去攻打 这让韩赵两国甚是恼怒 此后不久 秦宪公派兵再次攻打少良城 起初魏军尚且能与秦军势军立敌 后来魏军逐渐处于下风 溃败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魏惠王向韩赵两国颁救兵 并许诺此意过后三家重归于好 但韩赵两国拒绝出兵 魏军被秦军大败 少良城失守 此前从秦军手里夺取的樊旁城 也重新回到了秦军手中 在与魏国对峙的过程中 秦国逐渐占据了上风 少良城失守的消息传回魏国后 魏惠王大惊失色 为了抵御秦军进一步侵入 他命人在魏国西部修筑长城 然后又决定迁都 把魏国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 短期来看 迁都暂时避免了秦军威胁魏军的都城 但从长期来看 由于都城东迁 使得魏国西部的防线更加脆弱 更难以抵挡强大的秦史 事实证明 魏惠王这一举措是错误的 魏国迁都后不久 西部防线就被秦国突破 旧都安邑被秦军占领 魏惠王眼见西部防线已经溃败 于是 把战略重心放到了中原一带 对秦国转攻为首 魏国的撤离 使得韩国彻底暴露在秦国血盆大口之下 公元前359年 秦国大举进攻韩国 取得了大胜 次年又在西山战役中 重创韩国军队 韩昭侯自知不是秦国的对手 便打起了魏国土地的主意 由于魏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 韩昭侯想把魏国从中间一分为二 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然后趁势吞并魏国的西部 于是 韩昭侯淡而走险 对魏国中部发动猛攻 夺取臀流 长子 聂等地 几乎把魏国拦腰截断 面对韩国的进攻 魏惠王先是和赵国达成了协议 让他们保持中立不动 然后又倾尽全力对付韩国 公元前357年 魏军扭转了局势 一举将韩国赶出了魏地 此后 赵国又卷入其中 上演了各种混战 这场中原混战 始于公元前369年 一直持续了12年 最终 韩赵魏三家 谁也没有胜者 在他们三家混战之际 齐国利用这个空档实现了腾飞 带领齐国复兴的人是齐威王 公元前357年 齐桓公田武去世 需要注意的是 此齐桓公并非之前的公子小白 此时的齐国是田氏家族 而非之前的江氏家族 在田武统治齐国的18年里 相对来讲比较平静 对外来讲没有太大的功绩 但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 便是创建了纪夏学宫 纪夏学宫成为未来100多年里 齐国乃至整个中国最富活力的学术中心 在纪夏学宫100多年的历史中 曾迎来明家尹文 田八 儒家孟子 荀子 道家宋监 阴阳家邹衍 兵家孙斌 法家慎道等大师级的人物 齐桓公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因齐继位 视为齐威王 齐威王一上台 就任用名士邹继为相 邹继从见如流 引得天下名士纷纷投奔齐国 关于邹继劝谏齐威王的故事 想必大家在教科书中学过相应的文章 在此就不详细叙述 齐威王是齐国走向超级强国的关键人物 他不仅在政治上清明 从见如流 对人才也极其重视 齐国学术出现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盛况 儒家 墨家 阴阳家 纵横家 明家 法家 兵家等各流派都十分兴盛 特别是在辩士邹继出人意料的入主内阁后 更刺激诸多人才 纷纷涌向齐国 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富活力的国家 他的全盛时代即将到来 力图向中原求得发展空间的魏绘王 更加关注这个有内涵的邻国 为了探查齐国的真正实力 魏绘王决心要亲自访问齐国 见识一下齐威王 公元前355年 魏绘王正式访问齐国 作为执政多年的君主 在刚上台不久的齐威王面前 他表现出了极度的自负与傲慢 两者见面后 魏绘王朝齐威王炫耀 他说 魏国有直径一寸以上的宝珠十枚 能照亮前后十二架马车 齐威王说 齐国没有这样的宝贝 但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为坛子 镇守南部边关 楚国人不敢进犯边界 似水流域一带的十二个小国 都前来齐国朝界 另一名大臣名叫坟子 镇守西部高唐城 赵国人不敢到附近的河流里捕鱼 还有一名官吏名叫钱夫 镇守徐州 燕国 赵国 共有七千多户人家前来投奔 还有一位大臣名叫总守 负责击捕盗贼 维持治安 他治下的民众安居乐业 路不时宜 他这四位大臣的光辉 足以照耀千里之外 齐指应辆十二辆马车 听到齐威王这么一说 魏惠王不禁满面通红 心有残意 无言以对 这时 魏惠王已经上台十五年 而齐威王仅仅两年 从胸襟与气度来看 魏惠王远远不及齐威王 事实上 魏国君主一代不如一代 他之所以还能够在中原呼风唤雨 完全是吃老本 魏惠王原本打算 借着访问齐国的机会 给政治经验不足的齐威王 来一记下马威 最后能将齐国收为小弟 结果最后自己成了笑柄 魏惠王访问齐国之后 两国关系进入到蜜月期 往来与大梁与林兹之间的使节 逐渐多了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齐国使节带来了一位残疾人 这位残疾人后来为齐国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的名字便是孙并 他是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人物 孙并出生于齐国 在百家齐鸣时期 他开始迷恋上兵法 和他一同学习的还有一个人 名叫庞娟 关于孙并和庞娟从尸鬼谷子一世 实际上是野史谬传 只是为了增添孙并的传奇色彩 孙并本身资质非常优秀 领悟能力极强 在兵法的见解上 要远远高于庞娟 对此 庞娟内心十分妒忌 只是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 后来两者分道扬镳 庞娟回到了魏国 孙并则留在了齐国 当时正是魏国战事纷乱的时期 庞娟凭借过硬的军事本领 得到了重用 在与韩赵两国的战斗中 取得了不少胜利 庞娟除了军事本领过硬 在钻研政治方面也颇有心得 因此一路青云直上 成为了手握重兵的大将军 相比之下 孙并在相对和平的齐国 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 但远在魏国的庞娟 一直放心不下孙并 他自知 孙并的能力比他强太多 一旦让他把握机会 孙并必然会脱颖而出 届时 自己也会是孙并的手下败嫁 想到此处 庞娟整日夜不能寐 为了去除自己这块心病 庞娟打算除掉孙并 为了设计 把孙并骗到魏国 庞娟派人给孙并送信 说她在齐国没有发展机会 不如来魏国施展报复 孙并对庞娟没有提防 于是欣然应语 当孙并兴高采烈地来到魏国之后 迎接她的不是鲜花与掌声 而是牢狱之灾 庞娟随便罗知了一个罪名 将其打入大牢 并砍掉了她的双脚 关于庞娟为什么 没杀孙并的说法有很多 这其中并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但无论如何 庞娟留住了孙并的性命 在庞娟的折磨下 孙并变成了一个废人 只能靠双手撑地爬行 更没有人格和社会地位 一个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的才俊 被折磨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换作他人 可能早就一死了之 但强烈的复仇欲望 让孙并选择了狗活 要想实现复仇 他就必须要离开魏国 否则万一哪天庞娟不高兴 就会杀了他 但双腿残废的他 除非有人帮助 否则根本没机会离开魏国 就在孙并走投无路之际 魏国和齐国之间互派使节 让他看到了曙光 一次偶然的机会 孙并向前来魏国访问的齐国使者 说了一番自己对齐魏两国的军事形势分析 及兵法战略 起初齐国使者并未抱有多大期望 随着孙并唯唯道来 齐使越听越震惊 发现面前的这位瘸子 是一位京士之才 当时的齐国官员 非常热衷于举荐人才 如果自己举荐的人才被任用 自己也能得到不少好处 孙并的一番话 让齐使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他带离魏国 举荐给齐国 要想带孙并离开魏国 就必须避开旁圈的耳目 在齐使的安排下 孙并被藏在了 齐国使节的马车里 最终被带到了齐国 回国后 齐使把孙并推荐给了大将田记 田记是齐国大将 听完使节的介绍后 他决定见一见孙并 后来被孙并的见识和谋略 深深折服 并把他奉为座上宾 孙并第一次在田记面前展露头角 是帮助田记赢得了赛马 他让田记用自己的下等马 和对方的上等马赛跑 然后用上等马 和对方的中等马赛跑 最后用中等马 和对方的下等马赛跑 最终取得三局两胜 这便是有名的田记赛马 想必大家对这个故事 已经非常熟悉 在此就不详细讲述 虽然这只是一场赛马 但足以见出 孙并非凡的智慧与谋略 出于为国家着想考虑 田记便把孙并推荐给了齐威王 此后不久 齐威王照孙并进攻 与之谈论兵法 孙并首次见到齐威王 便侃侃而谈 将自己精妙见解 悉数说给齐威王听 在当时的齐国 儒家是众人追求的显学 但儒家鼓吹任意无敌 避而不谈武力 针对这一点 孙并说 三皇武帝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他们也要用武力手段来治理国家 现在有一群人 道德才能都不及先贤 却鼓吹人意无敌 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 孙并在军事理论上 比孙武、吴启 又有许多创新 齐威王听了后非常佩服 以老师之理对待他 就在齐威王养精蓄锐 力精图治的同时 魏惠王却一直做着中原霸主的美梦 在他访问齐国后不久 赵国趁机向魏国发难 魏惠王认为 赵国此举是在向他挑衅 于是当即点兵十万 以旁娟为三军统帅 同时纠集了宋国、魏国两国军队 直逼赵国国都邯郸城 赵成侯眼见不敌 于是 楚国颁救兵 楚国之所以愿意施以援手 并不是和赵国的关系有多好 而是不想见魏国做强做大 出于制衡层面的考虑 楚国决定出兵 与此同时 赵国还向齐国求援 齐国同样答应救援 不过救援的方式并非派兵到邯郸帮助赵国解围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虽然齐国不想看魏国做大做强 但同样不想看到赵国毫发无损 于是 齐国大夫段甘伦提出了一个策略 他说 齐国的打击对象并不是赵国境内的魏军 而是向南进攻魏国境内的相邻 魏军为了回来防守 必然会速战速决和赵军拼命厮杀 双方都会被消耗 届时 即便魏军胜利 但已经是疲惫之师 齐国可以以一代劳重创魏军 这样能同时消耗赵魏两国 还能防止赵国落入魏国之手 齐威王听完断甘伦的计策后 直呼高明 就在魏军大举进攻赵国之时 西部的虎狼之师秦国并未选择隔岸观火 他们打算从中捞去好处 由于此次魏国精锐悉数进入赵国 使得西线防守更加脆弱 于是秦国果断出击 在河西大败魏军斩首超过七千 此时的魏军不能两线作战 只能进行取舍 最终魏军选择放弃少梁城 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伐赵之战中 在西线屡屡得手的秦军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要利用此机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夺取少梁重镇后 秦军在公孙壮的率领下 进攻韩国 一路向东 占领上基 安陵 山市 并且在占领区铸城 这样 秦人的势力如同一把尖锐的蝎子 插入韩国与魏国的交界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 魏惠王仍然坚持攻打赵国的政策 他打算全力拿下邯郸后 再调头与秦国决议死战 为了尽快结束东线战斗 魏惠王下令全力攻城 此时的邯郸城已经独目难知 万分危急之时 齐国启动了违魏救赵的计划 公元前353年 齐威王委任田济为主将 孙殿为军师 率领大军直奔魏国 而齐军行至一半时 田济想改变既定策略 因为田济对断甘伦为魏救赵的策略 并未完全领会透 他想不明白 明明赵国首都邯郸告急 不派兵到邯郸救援 反而去进攻毫不相干的湘陵 在战国时期 领军将军的权力很大 军中一切事情都是大将军说了算 就在田济准备调头奔赴邯郸时 孙殿果断制止了他 他告诉田济 要揭开杂乱纠纷 得用巧劲而不能蛮干 如今魏赵相攻 魏国精锐部队必定都被调往国外 国内剩下的定是老弱残兵 如果不想去攻打湘陵 那就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大梁 占据他的交通要道 控制其空虚之处 到时魏国必定要放弃赵国而自保 这么一来 既可以解赵国之为 又可以挫败魏国的锋芒 实现一举两得 经过孙殿这样一说 田济总算明白了 田济听从了孙殿的建议 下令骑师大举入位 齐国突如其来的一击 确实令魏国人手忙脚乱 在桂林一役中卫军失利 齐国的参战 令跟随魏国出征的宋国 魏国立场开始动摇了 宋魏两国经过一番权衡后 最终抛弃了魏国 投入了齐国怀抱 按照齐国的预设 魏国的国都受到威胁 应该及时后撤救援才对 但魏惠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非但没有立即从邯郸撤兵 反而加大了攻击力度 齐国与楚国在背后偷家 似乎并未动摇魏国拿下邯郸的决心 当年十月 十万魏军孤注一掷 对邯郸发起了总攻 最终将其拿下 但在邯郸城沦陷之前 赵成侯已经率人提前离开 而且城内的守军并未选择投降 而是继续与魏军周选 齐国的唯卫救赵策略 实际上并未帮助赵国解围 不过这也是齐国希望看到的 通过魏国之手 成功削弱了赵国的兵力 接下来齐国要做的 就是通过一场大战来削弱魏国 拿下赵国后 魏国回撤了一小部分兵力 前去支援大梁城 而此时的旁娟也挽起了 避时就须的策略 他重新集结了八万大军 直奔魏国而去 因为魏国已经倒戈于齐国 旁娟此计就是逼迫田记前去救援 对此田记迟疑不决 孙斌则给出了决断 他告诉田记 旁娟攻打魏国已经占据 实际上的优势 如果从魏国撤兵前去支援魏国 就会正中旁娟的下怀 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显然 当前回撤救助魏国并不是上等方案 既然不去救援魏国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对此 孙斌也给出了方案 孙斌提议 此时应该攻打魏国东部的军事重镇平陵 平陵的南边是宋国 北边是魏国 这样的地理位置 对进攻一方非常不利 很容易被截断梁道 孙斌告诉田记 他们要装作对此一无所知 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 他们要先给魏国一些甜头 才能把他们的主力吸引过来 以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经过孙斌一番解释 田记完全表示同意 立马调兵潜将率领八万大军直奔平陵 骑师到达平陵后 驻扎在环图的魏军 准备从背后夹击骑师 孙斌让田记调动骑城 高唐两地的骑国军队进攻平陵 田记的部队保持暗兵不动 任由高唐 骑城的骑军被魏军消灭 孙斌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旁娟重计 如果只是诈败 旁军肯定不会重计 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 才能让旁娟相信打消疑虑 按照孙斌的计划 高唐 骑城两地的骑军 在魏军的夹击下死伤惨重 孙斌知道 旁军是一位用兵谨慎的人 但任何人都有弱点 孙斌同样还知道 旁娟的功力心特别强 倘若能给他扬名立万的机会 他必然会放弃攻打魏国 于是孙斌让田济派出一部分部队 连夜奔袭 进攻魏国首都大梁 孙斌告诉田济 大梁城是魏国首都 救援首都要比进攻魏国的功劳要大 旁娟一定会选择后者 而且 齐军在平陵之战中的惨败 一定会让旁娟掉以轻心 果不其然 旁娟判断 齐军在平陵遭到重创后 已是强弩之末 他迫不及待地从魏国抽身 想要抢下救援大梁第一攻 旁娟一路上不断击溃齐国的小谷部队 这些部队对魏军完全构不成威胁 他断定齐军已经基本溃败了 于是丢掉自重 青庄上阵昼夜兼城奔向大梁城 这一切都在孙斌的预料当中 孙斌把齐军主力部队 安排在旁娟回撤的必经之地 桂林 当旁娟的部队进入桂林后 忽然周围呐喊声四起 齐国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出 占据地形之力 把魏军团团包围 在孙斌的指挥下 魏军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连旁娟都未能幸免 最终成了齐军的俘虏 旁娟的失败彻底打乱了魏惠王的计划 为了寻求自保 魏惠王派人到韩国搬救兵 请求韩昭侯出兵相助 公元前352年 韩国正式出兵相助 齐军此前虽然取得了桂林战争的胜利 但自身损失也很大 面对士气饱满的韩国军团 齐军在相邻被韩国军队打败 韩国的参战 让战争局势更加复杂 齐威王考虑到齐军老实远征 将士们都疲惫不堪 于是派人和魏国和谈 魏惠王也借泼下驴 答应了齐国的求和 此前被俘的旁娟 也顺利回到了魏国 回国后的旁娟 依然深得魏惠王的信任 在军界的地位并未动摇 齐未交兵 秦国再次成为获利者 他们趁势进攻魏国河东 并拿下了安逸 公元前351年 秦国人再次出击 攻取魏国的顾阳 同时进攻赵国的令地 面对秦国人无休止的进攻 魏惠王与赵承侯都意识到 魏赵两国这样消耗下去 最终只能是秦国人得利 为此 魏惠王提出 把邯郸城归还给赵国 同时 赵国与魏国结盟 实际上是屈居魏国之下 赵承侯深知不能把国家的希望 寄托在齐国 楚国身上 也无法在两条战线上 同时与魏国 秦国开战 于是双方达成和解 魏赵战争宣告结束 后来 在魏惠王的周旋下 韩赵魏三国又重新结盟 重归于好的三晋 准备联手对付秦国 公元前344年 魏惠王把目光投向和西 尽管在连年战争中损失不少军队 但魏国还拥有一个其他国家 所不具备的优势 拥有众多的附庸国 除了赵 韩两大强国之外 还有四上十二个小诸侯 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 魏惠王仍然有把握 在西县与秦国再决雌雄 因而 他以朝天子为名 纠集了众多小诸侯国 打着尊王的旗帜 准备收复河西重镇少梁城 秦孝公得知 魏国率领十几路诸侯前来征讨时 内心十分没底 后来 商鞅给秦孝公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秦国给魏惠王献上王的称号 实际上 此时的魏惠王仍未称王 应当被称为魏侯 便于叙述的顺畅性 我们依然称呼他为魏惠王 魏惠王比较浩大喜功 得知秦国主动往他脸上贴金时 便欣然同意了 并解散了十几路诸侯国的联军 放弃了围攻秦国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 中国就是中原 像秦国是处于边缘的诸侯国 因为文化落后 一直被中原人瞧不起 打败秦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秦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魏惠王也想罚秦 但是除了罚秦之外 魏国还有其他选择 就如这些年频频出击 从燕国、楚国都捞到不少市地 可以弥补西县被秦国所占之地 在秦国的迷惑下 魏惠王自命为夏王 意思是华夏之王 自立为王之后 魏惠王召集了诸多小诸侯国 相会于冯泽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王威 在众人的阿谀奉承下 此时的魏惠王觉得自己 真的是华夏之主 殊不知 这是秦国给他下的圈套 而在秦国背后出谋划策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商鞅通过诱导魏惠王自立为王 巧妙地化解了魏秦之间的战争 同时 让其他诸侯国对魏国产生了不满 除了秦国高声附和 楚焉、齐寒兆等大诸侯国 对此都是嗤之以鼻 这是魏惠王的战略失误 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低估了秦国的狼子野心 此次逢责之会 寒昭侯没有前来祝贺 让魏惠王颇为不满 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于是公元前344年 魏惠王再次出兵攻打韩国 此次魏军挂帅出征的仍是庞娟 为了一雪前耻 报答魏惠王的知欲之恩 庞娟攻打韩国的时候格外卖力 在强大的魏军面前 韩昭侯选择向齐国求援 面对韩国的求援 齐魏王拿不定主意 便召集众臣前来商讨 对于出兵援韩 大家意见不一致 最后 齐魏王望向孙斌 这是他最信任的谋臣 孙斌说 此次魏军来势汹汹 想一举吞并韩国 倘若现在就出兵 就相当于提韩国打仗 反倒成了听命于韩国 如果等到韩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再出兵 既可以让韩国感激涕零 也可以趁魏国疲惫不堪之际 将其击败 如此一来 名利双收 孙斌一阵见血地分析 让齐魏王大开眼界 他毫不吝啬地夸赞孙斌 当场表示 按孙斌的方案执行 于是 齐魏王告诉韩昭侯的使者 表示愿意出兵相助 但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 让他们一定要顶住 得到承诺的韩昭侯 开始主动出击 和魏军正面硬杠 旁娟在孙斌面前不是对手 但在其他人面前 可谓是一枝独秀 在旁娟的指挥下 魏军连战连结 韩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仍不见齐军前来相助的迹象 无奈之下 韩昭侯选择向齐国称臣 以此来请求齐国早日发兵 孙斌见时机已到 便请求齐魏王下令远征 齐魏王委任田济为主将 孙斌为军师 率领十万兵马再次远征 公元前342年 齐国远征军大举出动 这次元韩的战略 与上次旧赵的战略如出一辙 并不直接救援韩国 而是进攻魏国 兵封直指大梁城 魏惠王得知 齐国大举出动的消息后 任命太子魏申为统帅 全面指挥对齐国的战斗 同时让旁娟回撤到魏国境内 准备迎战齐国的大军 上次失败后 旁娟并没有痛定思痛 他认为自己的失败纯属意外 长期以来 魏国对齐国保持着天然的优越感 心底里瞧不起齐国 这种心态又让孙斌看到了机会 打算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来诱导他们 为了引诱旁娟上钩 孙斌设计了一个 世界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计谋 这个计谋是孙斌首创 是他根据旁娟的性格弱点设计出来的 齐军进入魏国后 便安营扎寨 在地上挖起了十万炉灶 此举是为了向魏国传递一个信息 暗示齐国军队实力雄厚 光做饭的炉灶就有十万个 军队人数远远不止十万人 旁娟不敢疏忽大意 他的大军在后面尾随 但保持着安全距离 同时派人密切监视齐军的动向 孙斌健壮 微微一笑 第二天 他命人减少炉灶的数量 在地上挖五万炉灶即可 到了第三天 他又下令挖三万炉灶 孙斌知道 旁娟是个谨慎小心的人 非常善于观察细节 别人根本不会在乎炉灶的数量 旁娟则十分注意 这种不起眼的蛛丝马迹 而孙斌就是故意做出这种细节 以此来迷惑旁娟 旁娟看着齐军的炉灶 一天天减少 心里暗息 不断减少的炉灶 说明齐军一路走一路逃 从炉灶减少的数量来看 齐军起码跑了三分之二 旁娟觉得 即便孙斌的计谋再高 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而他要做的就是抓住破绽 一举拿下孙斌 上一次失败只是运气欠佳 这次一定要大败齐师 一雪前耻 为了安全起见 旁娟把自己的判断 在脑海中过了无数遍 没有发现逻辑上的错误 所有的细节都证明 他的判断是真的 殊不知 他已经被复仇的情绪所主导 失去了理性思考和谨慎小心 为了不让孙斌逃跑 他亲自率领轻骑兵 带着少量粮草 马不停蹄地追赶 试图全歼齐军 孙斌之所以如此了解旁娟 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 两人在求学期间 在诸多军事问题上进行探讨 并做过大量的军事推演 孙斌通过旁娟的举动 深深摸透了他的性格 孙斌将大军驻扎在马陵 等候旁娟 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 在马陵道路中央 有一棵大树 孙斌命人在上面刻字 写上旁娟死于此树下 然后在两侧布下伏兵 并吩咐将士 只要看见有火把燃起 就万箭齐发 当旁娟的轻骑部队赶来马陵之时 夜色已黑 前方探子来报 说马陵中央的大树上写着一些字 旁娟听后 立马命人取火把上前查看 当她看清树上的文字后 埋伏在两边的骑军 见火把亮起 瞬间万箭齐发 身处黑暗中的卫军乱作一团 死伤十分严重 此时的旁娟才知道 自己已经中计 摆在她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投降 要么自杀 旁娟之前已经被俘虏过一次 万分不甘的她 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与孙并的两次斗法中 旁娟再次败下阵来 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纵观此次决斗 孙并不急不躁 从谋局到收尾 环环相扣 每个步骤 都是根据旁娟的弱点精心设计 在这种谋略大师手里 克服不了性格弱点的旁娟 没有任何胜算 灭掉旁娟后 孙并率兵直指卫国大梁 本以为会有一场空前的大战 但前线统帅太子魏绅 却临时生变 因为他身边的谋臣告诉他 如果此意打赢了 身为太子的他 并不能平天富贵 如果打输了 就有可能被罢处 这个想法 与太子魏绅的担忧不谋而合 不过 魏绅想撤兵也并不容易 虽然打胜仗 对魏绅没有多少好处 但对于跟随魏绅出征 并想以此建功立业的人 可以凭借此次战争扬名立万 因此 对于魏绅的撤退命令 下面的将士表示坚决的反对 魏绅无奈之下 只得硬着头皮和齐军作战 但主帅已经无心恋战 最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此意的结局 以齐国的大胜而告终 魏军则兵败如山倒 太子魏绅在战场上兵败被俘 十万精兵灰飞烟灭 魏绅不仅被俘虏 而且最终死于齐人之手 至于魏绅是如何死的 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录 也许是被俘后伤重而死 也有可能被齐军处决 马陵之战 使魏国遭遇到 立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而齐国则取得了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胜利 这既是魏国胜衰的分水岭 又是齐国迈向 超级强国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 他还成就了一段 孙斌与旁娟斗法的传奇故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诸多类似的复仇故事 他不但反映出 春秋时期诸侯们的性格 也不断推升全谋斗争的水平 孙斌在遭到陷害后 凭借坚韧不拔之志 和超乎寻常的谋略 不但成功报仇血恨 也为齐国的崛起 铲平了障碍 如今再次回顾这段历史 仍然会让人顿觉 热血沸腾 快意安愁 马陵之战过后 魏国的地位大大被削弱 与此同时 韩兆魏三国的关系 彻底破裂 由魏国主导的中原秩序 宣告破产 齐国和秦国 登上了争霸的舞台 秦国之所以能够称霸 表面上是军事力量 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推动军事力量发展的内核 则是秦国兴起的变法运动 主导这场变法的人 便是商鞅 商鞅是魏国人 是魏国国君的后代 故而又称为魏鞅或公孙鞅 他出生在一个杀伐不断的年代 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小国 魏国的开国时间很早 但到了战国时期 逐渐沦为边缘化小国 经常成为周边国家蚕食的目标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魏国人更加具备忧患意识 魏国作为小国 虽然经常被大国摆弄 但也能以旁观者的身份 来审视大国之间的利益纠葛 比身在局中 大国政治家更能看清楚国际局势 魏国人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 哪个国家能给自己提供施展舞台 他们便会到哪个国家寻求发展机会 除了商鞅之外 大名鼎鼎的吴启和吕不韦都出自魏国 自春秋时代以来 法家成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之前的齐国名相管仲 郑国名相资产 魏国改革家李亏 军事家吴启都是法家人物 商鞅从小就艰苦好学 尤其对法学感兴趣 李亏是商鞅的精神导师 其变法思想对商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亏的变法核心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废除是清是露的制度 也就是废除世代为官 其次 实行尽地利平财法的经济政策 另外制定一套严酷严谨的法律 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 可以说 商鞅后续的变法政策 实际上是在李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商鞅每天都进淫在法家的书籍里 他读完了历代法学名家的著作 并借鉴他们的学说 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案 但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是不行的 商鞅不满足于当一个理论家 他想找一个地方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对商鞅来讲 魏国并不是一个理想之地 因为魏国地盘太小 无法施展他的才华 二来 商鞅是魏国皇室人员 如果改革的太彻底 会被君主认为是想篡权 经过一番权衡 商鞅把目标锁在了魏国身上 魏国是个比较开放的国家 从魏文侯时期就广纳天下人才 吴启、岳阳等人 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魏国人 而且魏国有改革的先例 之前 李亏就曾经在魏国实施过变法 下定决心后 商鞅便起身前往魏国 并在相国抚谋了一份中树子的职位 这个职位是给相国做侍从官 当时魏国的丞相是公书座 他比较欣赏商鞅的才华 因此把他留在身边 公书座有时会随口问他对于实证的看法 商鞅不会浪费这种可以表现的机会 经常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公书座听了很感兴趣 但并没有说什么 作为异国之相 他总是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 喜怒不形于色 商鞅迫切地希望有一天 公书座能够采纳自己的理论来治理魏国 可惜的是 他来的不是时候 魏国最迫切的事并不是改革 而是要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公书座就算赏识商鞅的才华 恐怕也分身乏术 他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对付韩国 赵国联合发动的战争 魏惠王八年 公书座亲自指挥一支军队 大败赵韩联军 取得空前的胜利 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高兴多久 因为不久后 魏国在河西被秦国打的大败 丢了樊旁城 魏国所要面临的战争 几乎是无休止的 政府的力量都用于对外战争 无暇顾及国内的改革 当然 骄傲的魏惠王并没有认为有改革的必要 因为李亏留下来的制度 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更糟的是 在商鞅发迹之前 公书座便病倒了 而且病得很严重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有一天 公书座把商鞅换到卧室内 他躺得病榻上 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 但思想仍很清晰 公书座对商鞅说 让他赶紧逃跑 不然就会有杀身之祸 商鞅见状非常疑惑 公书座告诉商鞅 他此前向魏惠王推荐过商鞅 希望能让商鞅接替他的位置 担任相国一职 但魏惠王似乎对这位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感兴趣 为此 公书座告诉魏惠王 如果不能重用商鞅 那就杀了他 以免他跑到其他国家与魏国为敌 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其实公孙座一直都明白商鞅的价值 只是没有明确告诉商鞅而已 但公书座看出来 魏惠王对商鞅不感兴趣 为了保全商鞅的性命 因此劝他赶紧逃跑 不过商鞅并未逃跑 他说 既然魏惠王没听公书座的话 任命他为相国 又怎么会听他的话杀掉自己呢 商鞅判断的没错 公书座死后 魏惠王很快便把商鞅遗忘了 既没有重用商鞅 也没有杀掉他 商鞅在魏国停留了一段时间 想继续等待机会 遗憾的是 机会始终没有垂青到他身上 就在他茫然四顾之际 秦国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 秦宪公驾崩了 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 一直以来 秦国都被视为蛮夷未开化之地 此前一直采用活人殉葬制度 甚至一些大臣都被拉去殉葬 这大大阻碍了人才往秦国流动 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殉葬品 但秦宪公是一位开明的君主 他废除了活人殉葬制度 并开始广纳天下人才 此后各路人才才逐渐往秦国流动 秦宪公死后 秦孝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上台之初就发布了一条求贤令 表达了自己开疆拓土的愿望 并希望有人能辅助他完成这些理想抱负 如果能帮助秦国强大起来 就能得到高官厚禄的奖赏 同时还能分封到土地 商鞅看完求贤令后欣喜若狂 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秦国地域广阔 能够让他充分地进行各种试验 而且秦孝公有开疆拓土 富国强兵的志向 正好能满足商鞅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 秦孝公上台后 政治结构被重新打乱 像他这样的新人 有机会进入核心政治舞台 想到此处 商鞅当机立断 立马前往秦国 商鞅到达秦国后 并未急于前去求见秦孝公 而是静观时局 因为求贤令发布之后 每天有大量的人 前去求见秦孝公 这其中不乏有真材实干者 但也有浑水摸鱼的人 相较于突然的陌生拜访 有人引荐会好的多 商鞅经过多方打听 得知秦孝公最宠幸的一个太监 名叫景坚 于是想尽办法搭上了景坚这条线 商鞅是魏国贵族出身 深安王室的运作之道 更知道疏通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的人情社会 从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盛行 商鞅对景坚送上大礼 加之他是魏国王室人物 因此景坚答应帮他引荐 再建秦孝公方面 商鞅也做了精心设计 第一次见秦孝公的时候 双方见彼此都是二十岁出头的人 相互之间心里都没有底 秦孝公觉得商鞅如此年轻 担心他没有政治经验 而商鞅则担心秦孝公徒有其表 不能让他充分施展报复 双方既然见面了 商鞅就根据事先设计 他并没有和秦孝公讨论富国强兵之道 而是和他讨论地道 对三皇五帝大谈特谈 听得秦孝公昏昏欲睡 最后秦孝公实在不耐烦 便把商鞅赶了出去 此次见面让秦孝公非常不高兴 为此他还把引荐商鞅的警坚怒斥了一顿 警坚得知两人见面的详情后 又把商鞅训斥了一顿 商鞅显然对此次见面有预料 他请求警坚再为他们安排一次会面 警坚想在秦孝公面前挽回颜面 于是便答应了 商鞅第二次见到秦孝公 仍然未谈具体的治国之策 而是大谈特谈王道 从大宇一直谈到周文王等人 此次秦孝公略微有兴趣 没有立刻赶商鞅走 但整体上仍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会面结束后 警坚告诉商鞅 说他不是秦孝公需要的人才 让他到别处寻找机会 但商鞅仍不死心 希望警坚能够再次引荐 并保证这次一定可以让秦孝公满意 警坚将信将疑 但可能是未央超强的自信心打动了他 他又一次答应了 第三次见面 商鞅仍未谈具体的治国之策 但也没有谈王道 而是谈论春秋五霸的称霸之路 此次秦孝公听得饶有兴趣 会面的时间比前两次加起来还要长 事后 秦孝公对商鞅很满意 并让警坚再次宣他入宫 警坚听后也十分高兴 能讨君主欢心 对他来讲也是大功一件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次是秦孝公亲自要求见商鞅 说明他已经对商鞅说的霸道产生了兴趣 想知道更多的情况 再次见面 秦孝公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商鞅最早说的那些王道地道 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 花费时间太长 他等不了 贤明的君主 应该在位时就扬明天下 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 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夜 商鞅告诉秦孝公 要想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 方法是有的 但是这个方法 在德行方面 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 秦孝公对德行这个问题 显然并不关注 因为他急于要学耻 一是要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 二是要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遗敌来看待的歧视 商鞅见机会已成熟 便把自己的理论全盘拖出 他告诉秦孝公说 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 很多都不适宜当下 要改变国家 首先要变法 商鞅侃侃而谈 把这些年来的心得一一道出 可谓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秦孝公听得十分认真 他上身前清 当魏鞅说到精妙之处时 他还下意识地把膝盖挪动到作息前 连续好几天 秦孝公把其他正事都推掉 关起门来 听商鞅说教 越听越兴奋 商鞅给秦孝公画了一幅美丽的图卷 秦国居高临下傲视群雄 世人不在头以蔑视的眼光 因为面对征服者 他们总是诚惶诚恐 听到入迷处 秦孝公双拳紧握 似乎现在他就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天神 准备给敌人以雷霆击 秦孝公认定 商鞅就是他苦苦寻觅的人 这人将带给秦国前所未有的变局 兴奋之余 秦孝公也产生了担忧 如果按照商鞅的做法 基本上要把秦国先前的制度法令 全部推倒重建 他作为刚上台不久的君主 微信和根基很难和执政多年的 历代先秦君王相比 要想推进改革 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 因为变法势必会伤害到 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如果把握不好分寸 会引起政变 甚至他都有可能性命不保 作为一个温室中长大的公子 秦孝公有这样的担忧也算正常 商鞅看出了秦孝公的隐忧 他告诉秦孝公 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 十一不定者不会成功 真正的高人 必定具有超乎常人的见解 有独立见解的智者 必定会到众人厌恶 商鞅这是在告诉秦孝公 不遭非议 不被妒忌的人 算不上高人 秦孝公听后微微点头 商鞅见状 继续给秦孝公洗脑 他说 有智慧的人 在事情发生之前 便能看到结果 而愚蠢的人 即便事情发生了 也猛然不知 智慧的人少 而愚蠢的人多 因此主上要做成一件事 不可与民众商量 如何开始做 因为他们不过是蜀目寸光 君王只需要在事成之后 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 有高尚道德的人 总是不合于习俗 建立大工业的人 总是独断专行 不与众人共同商量 因此 只要可以强国 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 只要有利于民众 不必遵循旧的理智 血气方刚的秦孝公 听完商鞅的见解后 顿时觉得热血沸腾 他下定决心 要做一个盖世雄主 当即表示 支持商鞅的做法 有什么事和他一起扛 两人达成一致后 便开始着手变法落地 对商鞅来讲 拉秦孝公入伙 只是第一关 他的真正敌人 是朝堂上的保守派 以及秦国的王公贵族 朝堂便是商鞅的战场 政坛上的腥风血雨 一点不比 真刀真枪的厮杀安全 在变法之前 秦孝公让商鞅 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辩论 几乎所有的人 都反对商鞅的理论 有的大臣表示 自古以来 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 智者治理国家 不便跟法令 顺着民俗来教化 不费力却亦成功 严习旧法来治国 官吏习惯 百姓安心 倘若现在要变更法令 不遵循旧法 恐怕天下人 会在背后非裔军上 这番言论 不仅在反对商鞅 还试图对秦孝公 道德绑架 面对来势汹汹的质疑声 商鞅表示 他们这些论调 都是俗人的见解 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 学者们又拘腻于自己的见闻 不能突破常规 这两种人 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 历代的理法制度 都是不断革新的 而非一成不变 下商周三代的理智不同 但都能称王天下 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 但都能称霸诸侯 智者创建法令制度 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 贤者更改理智 平庸者受其束缚 受之于救法者 不可与之谈变法 受之于救理者 不可与之谈正事 商鞅驳斥得有理有据 但保守派们仍不善把甘休 他们又表示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 就不要变更法度 没有十倍的功效 就不要变更工具 效法古制 可以不出差错 遵循旧理 可以避免偏差 商鞅随即反驳 他说 人们口口声声说 要效法古制 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 遵循谁的理智呢 福西神农教化 却不诛杀 皇帝遥顺诛杀而不过分 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 法度理智 又异于前代 治理天下 绝不仅有一种方法 没有必要 非得效法古代 商汤周武王 不受古法的拘束 却成就王者之夜 夏节 商纣不变更古制 最终却走向王国 因此 循规蹈矩 并非就是好 突破常规 并非就是坏 关键是要顺应实施而定 说到这里 商鞅转向孝宫 希望他不要再犹豫不决 这些保守派大臣 本以为二十出头的商鞅 只是一个黄口小儿 没想到 他对各家各派学说 都有涉猎 对远古的理智法令 如属家珍 在商鞅的攻势下 秦国的保守派 全线溃败 但这种胜利 只是口头上的 要想真正实施变法 必须得到 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 秦孝公对商鞅的辩解 很满意 此次辩论过后 他把商鞅提拔为 左庶长 这个职务相当于 异国总理 足以看出 秦孝公对商鞅的重视 至此 商鞅变法的大幕 便缓缓拉开 商鞅变法的目的 非常明确 那便是富国强兵 要想达到这一步 就必须抛弃之前的 仁义道德 对百姓用非常规手段 这些法令 有很多让人反感 甚至厌恶的地方 对百姓的要求 激进苛刻 用人性的恶来控制百姓 商鞅出台了一个连作法 规定百姓每十家为一时 五家为义务 一家犯了法 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 倘若知情不报 十家连作 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 举报者得到的奖赏 与战场杀敌相同 窝藏罪犯的惩罚 与战场投降相同 这些规定当然令人十分不满 可是变法的目标是 富国强兵 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 商鞅就会不择手段 为政者能操纵民众只有两手 一手是赏 一手是罚 这两点做到位了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巨人 中央政府就是巨人的头脑 是四肢虚干的操纵者 只要下达指令 该指令就必须得到彻底的 强有力的执行 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 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 权力的意志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 面对这样的国家巨人 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抵挡 在商鞅的新法中 他把农业种植提高于整军备武同样的高度 他认为 经济是国家富强之本 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源 要想使国家富强 就必须发展农业 同时要抑制商业 只有让商业无力可图 人们才会回到农业生产中 在对待农业生产的问题上 商鞅同样采用了赏罚分明的制度 通过奖赏来激发百姓们耕种的热情 通过暴力手段来逼迫他们 必须从事农业生产 只有双管齐下 才能驱使他们做国家需要的事情 对于懒惰而贫困的人 商鞅不仅极度蔑视 还要用尽手段打击这些社会懒虫 他规定 对于不想从事农业耕种的懒人 一律抓到官府充当奴婢 商鞅的政策核心就是 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 都必须要有用 无所事事的 就要让他当奴隶 他不能逃脱国家严密的罗网 在军事改革方面 商鞅同样用讲成作为手段 凡是在作战中英勇杀敌的 一律按照功劳大小进行封赏 对于有军功的人 得给予显赫的声明 没有军功的人 就算富有也不光彩 公式宗族倘若没有军功 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秦国人比较尚武 民间经常出现各种私斗 对此 商鞅也做了严格的规定 对于擅自私斗者 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 他认为 百姓是国家的财产 百姓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 必须遵从国家的意志 综合来讲 商鞅的政策就是要把百姓 当作国家机器的零部件 每个人必须竭尽所能地 为国家机器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编写 商鞅把整个法令的细则 全部完成 他知道 此法令一经公布 势必会引起极大的反响 为了让百姓们 接受并拥护法令 商鞅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在国都的南门 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并对围观的人说 谁能把这块木头 从南门扛到北门 就可以奖赏十斤 围观的百姓 对此都不相信 他们觉得 不会有这种好事 没有人自告奋勇 出来行动 商鞅知道民众的心理 于是又把赏金 提高到五十斤 百姓听后 顿时议论纷纷 过了许久 终于有人站出来尝试 只见他把木头 从南门扛到北门 百姓则跟在后面围观 当他完成任务后 商鞅当场拿出五十斤 进行奖赏 此事闹得满城轰动 极大的刺激了百姓们的欲望 商鞅知道效果已经达到 他当场表示 秦国政府是讲信用的 说到做到 紧接着 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 以及各种讲成制度 变法的大幕正式拉开 新法公布后 商鞅遭到了几乎各个阶层的抵制 因为新法打破了人们 固有的生活习惯 把他们从舒适区中赶了出来 商鞅坚持认为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不停地重复 就能让他们养成新习惯 相较于没有权力的底层百姓 商鞅遭法最大的难度 来自王公贵族 他们不相信商鞅敢对自己动手 因此处处不配合 商鞅知道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来震慑这些王公贵族 不然新法令就形同虚设 就在此时 年幼的太子犯了错 没有遵循新法令 商鞅准备拿太子开刀 这种做法放在历朝历代 都是比较危险的行为 太子是国家储君 未来的君主 人们都争相上前巴结 而商鞅却要拿太子开刀 足以说明 他推行新法的决心 商鞅告诉秦孝公 要想新法得到执行 就必须让所有的人都遵守 太子作为国家储君 不能对其用刑 但太子的两位老师 负有监督不利的责任 可以将他们法办 以此来代替太子的罪责 此时的商鞅已经下定决心 如果秦孝公选择袒护太子 他便辞官离开秦国 而秦孝公的变法决心是坚定的 他要的是富国强兵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 必须有人做出牺牲 在他的支持下 商鞅成功法办了太子的两个老师 王公贵族和朝堂官员 得知此事后无不震惊 所有反对者 不再对新法指指点点 而是无条件的服从 王公贵族尚且如此 底层百姓也只得顺从 度过阵痛期后 大家逐渐适应了新法的存在 在短短几年里 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百姓们路不时宜 劫匪强盗也全部消失 儒家通过教化 没有完成的事情 被法家实现了 这也证明 有时候 暴力手段要比教化管用得多 在新法的加持下 百姓们也享受到了 国家富强带来的好处 生活水平和军队战斗力 明显地提高 商鞅变法 表面上看 让秦国实现了 副国强兵的目的 秦孝公对商鞅非常满意 为了检验一下变法成果 秦孝公打算把军队 拉出去练练 公元前354年 魏国对赵国大打出手 随后 齐国 楚国也加入了战斗 令魏国无暇顾及 西线防守 秦孝公打算趁机捞一把好处 在征询了商鞅的意见后 秦孝公委任商鞅为大将军 率兵前去征讨魏国 对于商鞅此次率兵出征 王公贵族们非常关注 他们以为商鞅只是个文弱的书生 根本不会带兵打仗 希望商鞅能够在战场上出丑 最好能死的战场 但他们低估商鞅了 他不仅能变法改革 还非常善于带兵打仗 对兵法颇有研究 商鞅出征之时 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 以及此次出征的意义 但他对自己打造的这支秦师 非常有信心 在他的率领下 秦军一路势如破竹 很快便攻破了魏国的安逸 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战斗 公元前351年 商鞅再次率兵杀入魏国 并迫使守军弃城投降 这两次战斗 让人们看到了商鞅的真正实力 他向世人展示了自己 不仅能治理国家 在冲锋陷阵方面 也是无可匹敌 自变法以来 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秦孝公对此十分满意 但对商鞅来讲 这仅仅是第一步 他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变法 第一轮变法 主要是变更法令 限制民众自由 强化赏罚手段 让民众成为国家的奴隶 新一轮变法 商鞅则要进一步 强化完善国家的行政功能 商鞅首先将秦国国都 从雍城迁到咸阳 这样能够让秦国 把战略重心往东转移 进一步实现入主中原的计划 迁都还有另一个重大意义 作为新都 咸阳的保守派势力 不像旧都那么强大 可以进一步促进新法实行 商鞅还把秦国的 乡义村落整合为县 全国总共分为41个县 每个县都设置县令 县城 县位 分别掌管县里的行政军事 这三个官职 由国军直接任命 进一步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为了增加国家的耕种面积 商鞅从三进大力 引进劳动力 分给他们田地与住宅 鼓励他们开垦荒地 只要百姓们能力所及 开垦到的土地 都归他们所有 这样既增加了秦国的劳动力 也使得 韩兆卫三国的劳动力被掏空 最后 商鞅统一了杜亮恒制度 在各个层面建立了保准化 标准化的建立 使得兵工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 进一步增强了秦军的实力 两轮改革完成后 商鞅已经在秦国度过了17年 此时的秦国不需要再进行大的改革 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开疆拓土上 对于秦国来讲 要想入主中原 必须越过魏国这道门槛 公元前340年 魏国派公子杨镇守魏国西县 商鞅见状直到机会来了 商鞅与公子杨关系不错 公子杨对商鞅非常信任 商鞅决定利用这个弱点 给公子杨下套 他向秦孝公请命 请求对魏国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 商鞅给秦孝公分析了 吞并魏国西县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实现这一步 秦孝公对商鞅是无条件信任 于是让他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 商鞅担任这支部队的统帅 准备出师远征征讨魏国 来到魏国西县镇前 商鞅写了一封信 派人送给公子杨 里面写道 吴时与公子欢 金据为两国将 不忍相攻 欲与公子面向建盟 乐隐而罢兵 以安秦魏之民 大意识说 自己与公子杨关系好 不想兵戎相建 想请他喝一顿酒 然后各自退兵 公子杨对商鞅的话深信不疑 他收到书信后 便欣然前来赴宴 其料酒喝到一半 便被商鞅扣押 驻守西县的魏军 眼见自己的主帅被俘 军心顿时慌张起来 商鞅趁机发起了攻击 并大获全胜 此意魏国人惨败 魏军被杀得浮尸遍地 血流成河 这场战争也是商鞅的代表作 不过赢得战争的手段 非常被传统道义所不持 商鞅攻破魏国的西县防守后 魏惠王顶不住国内的社会动荡 民怨沸腾 不敢在大举用兵透支国力 于是主动选择与秦国和谈 面对前来求和的魏国使者 商鞅狮子大开口 在谈判中软硬兼施 最后迫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 秦孝公得知谈判结果后 兴奋地前仰后合万分赞叹商鞅的能力 作为秦国第一功臣 商鞅得到了足够的鲜花与掌声 同时还有巨额的封赏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 商鞅在秦国达到了人生巅峰 根据当年秦孝公在招贤榜上的承诺 对于能让秦国走向强大的人物 他愿意尊观分土 现如今商鞅已经是位吉人臣 为了进一步兑现承诺 秦孝公把屋地封给商鞅 共计有十五个成义 后来屋改名为商 故而后世不称魏鞅或公孙鞅 而是称商鞅 巅峰之后便是衰落 得到封地后 商鞅在封义内自称寡人 俨然一副君主模样 达到人生巅峰的他 也开始过上了飘飘欲仙的生活 对外界逐渐放松了警惕 就在商鞅欲先欲死之时 一个名叫赵良的人 给他敲响了警钟 赵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商鞅问赵良 自己与百里西谁更强 百里西是秦木公时代的名臣 曾为秦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赵良在回答问题之前 说害怕自己的直言不会 会招致杀身之祸 商鞅承诺不会杀他 让他尽管直言 赵良得到承诺后便开始直言 他说 百里西执政时没有车马随众 从不操持兵器 夏天时不张散 劳累了也不坐车 他死的时候 秦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都为他流泪 这就是他的德行 而商鞅能见到秦王 是靠宠臣警监的推荐 当了秦相之后 用严刑郡法来残害百姓 对太子的师父施行 这是累积怨恨与祸患 获得封地后 依靠旁门左道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自称寡人 用新的法度来压制秦国贵族 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 听到这里 商鞅几倍一凉 他让赵良继续说下去 赵良说 商鞅每次出门时 都是前呼后拥 身边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没有这些保障就不敢出门 这样做在外人看来 并不算英明神武 而是给人一种怕死的感觉 他说 商鞅的生命就像清晨的露水 稍有不慎 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 赵良劝他归还国君 所赏赐的十五座城义 劝见国君启用有才华的隐士 倘若还贪图财富与名位 增加百姓的怨恨 那么 一旦国君有所不测 到时候 为他打压的人会排着队前来杀他 赵良的一番话 额昂商鞅 如芒自备 醍醐灌顶 他自认为是秦国的救世主 让秦国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 王者之师 他自认为 是大秦的头号功臣 百姓们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才对 怎么会恨他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成功是建立在 践踏百姓的人格与尊严之上 在他眼里 百姓只不过是绵羊 机器 是供强有力者意识的工具罢了 这些年来 百姓只是习惯了这种高压式的生活 但并不代表这种生活就是对的 而且 商鞅之所以能屹立不倒 是因为秦孝公在背后支持 秦孝公倒下 他便失去了靠山 在赵梁提醒商鞅的五个月后 秦孝公去世了 当年被商鞅打压的太子四继位 视为秦桧王 秦桧王上台后 此前被商鞅打压迫害的王公贵族 全部趁势而起 加之 秦桧王心里本来就对商鞅有怨言 于是 一场针对商鞅的政治风暴到来了 商鞅意识到情势不妙 他想过多种应对方案 最后经过反复权衡 他打算逃跑至魏国 于是打电行装一路狂奔 当他行至边关附近时 天色已晚 饥寒交迫的商鞅 想要找家旅馆休息 但旅馆必须要求他出示证件 但商鞅已经被全国通缉 根本不敢拿出证件 沿途客栈老板见商鞅没有证件 均表示不敢收留 因为私自让没有证件的人住店 是违法的 要受到重罚 而这条命令 正是商鞅颁布的 就在那一刹那间 商鞅或许才意识到 自己制造了一个大囚笼 要把别人锁在里面 可囚笼造好之后 自己却被锁在了里面 商鞅强打着精神 最后终于逃出秦国 进入魏国境内 地方官员得知商鞅到来 不敢怠慢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把商鞅送到了魏惠王跟前 在魏惠王面前 商鞅下了一把赌注 他觉得魏惠王会珍惜他的才能 并重用自己 帮助魏国重振雄风 但魏惠王是个心胸狭小之人 况且商鞅此前是攻打魏国的主力军 多次带领秦国蹂躏魏国 魏惠王早就对他恨之入骨 想杀之而后快 但商鞅是秦国的犯人 魏惠王不敢私自处置 于是派人把商鞅送到了秦国 回到秦国后的商鞅 已经成了丧家之犬 没人敢把他当朋友 也没人敢收留他 因为根据秦国的法律 知情不报者和擅自收留罪犯者 都会被诛连 人们见到商鞅会争先恐后的前去举报 这条法律当初出自商鞅之手 如今却成了悬在自己头上的尖刀 走投无路的商鞅 选择铤而走险回到自己的封地 此时秦国政府并未接受商鞅的封地 因为商鞅毕竟是秦国名义上的头号功臣 要想杀他需要一个正当理由 商鞅回到封地后 拼凑了一支军队准备最后一搏 商鞅带着这支叛乱的军队进攻正线 秦政府果断用兵并将其生擒 用绳子严严实实地捆上 失去人身自由 往常都是别人被捆着 压到商鞅的跟前 商鞅用征服者的目光 居高临下 看着可怜的生灵 用冷冰冰的语言 决定他们的生与死 今天 商鞅却成为一个被奴役者 被征服的失败者 等待着别人的判决 成为阶下囚之后 秦国的王公贵族 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 对他实施了车裂酷刑 所谓的车裂 就是把受刑者的头与四肢 绑在五辆马车上 然后硬生生地把人撕成六块 这种刑罚 就是人们熟知的五马分尸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 最残酷的刑罚 此前只有弑军者 才会被判处车裂 足见人们对商鞅的憎恨 商鞅被杀后 他所创立的法令制度 并没有被统治者们抛弃 反而被统治者奉夺归宝 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升级 衍生出不同的形式 但归根结底 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维护国家统治 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无穷地压榨百姓 奴役百姓 百姓变成不会思考 只会体力劳动的工具 商鞅变法的本质 是压榨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然后为统治者服务 站在统治者角度 商鞅创造的法令制度 是令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捷径 但对于百姓来讲 商鞅无异于是一个魔鬼 连人们躺平的权力也给剥夺了 只要活着 就必须被奴役 只要能呼吸 就必须被压榨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 对于商鞅变法的争议 一直在持续 但无论如何 商鞅让秦国变得强大了 邦齐实现了复国强兵的目标 商鞅虽然死了 但秦国一统天下的大门 却被打开了 公元前338年 在秦国掀起 惊涛骇浪的商鞅被处死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 很多时候 只要变法改革的主导者去世 他所推行的新法 也会被作废 但商鞅死后 魏惠王并未废弃商鞅的政策 而是继续沿用商鞅建立的制度法定 这是秦惠王的过人之处 他没有因为对商鞅憎恨 就全面否定他的政策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 学术最为发达的一个时代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争其斗艳 在诸子百家中 纵横家独树一帜 是战国时代最显赫的思想流派之一 其特点全在于实用二字 他们不是啃书本 更不是读死书 而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诸侯之间游走 以种种外交手段 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 纵横拽河 纵横之术 就是游说诸侯 凭三寸不烂之舌 行走江湖 所以非常重视说话的技巧 且对人的心里有独到的研究 洞悉人性的种种弱点 所谓纵横 即 合纵与连横 韩非子示意说 纵者 合纵弱 以公一强也 横者 是一强 以公众弱也 韩非子的这个说法 并不能完全概括战国时期的纵横术 因为诸侯之间除了弱弱联合 弱强联合之外 还存在强强联合 纵横术起源于何时 没有明确的推断 但其起源地主要来自晋国 三家分进时 韩赵魏三家就频繁利用合纵连横之术 纵横之势大多出自三进 但为这些纵横家提供广阔舞台的 却是秦国 纵横家之所以在秦国大放异彩 是因为秦国是一个强国 纵横术作为一项外交技术 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 如果自己的国家不强大 任凭口舌再伶俐 也难以发挥作用 再者纵横之术得以施展 还要依靠高效的政府 和善于变通的管理者 如果管理者比较死板 政府运作效率比较低下 纵横之术也没有发挥的空间 随着各路诸侯国之间的战事逐渐频繁 纵横家们也开始登上舞台 首先大放异彩的便是苏秦 张仪 公孙岩等人 他们口若悬河 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来回穿梭 谭孝间制造的威力 可能胜却千军万马 关于苏秦的故事后世流传甚广 本视频关于苏秦平生世纪的讲述 主要依据司马迁的史记 同时参考《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一书 并结合其他编年题史书中有关苏秦的记载 来一窥苏秦思想活动和人生轨迹 苏秦出生于东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 但他对经商丝毫没有兴趣 年轻时就周游列国 并败入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术 与他一同学习的还有张仪 尽管人人都夸赞苏秦才华横溢 但他自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师弟张仪 关于苏秦师承鬼谷子一事 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佐证 甚至连鬼谷子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值得商榷的 此前孙斌和庞娟也被传是鬼谷子的徒弟 后世之所以这么杜撰 只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 苏秦完成学业之后 苏秦带着一腔热情游走诸国 然而他早年的说客生涯并不如意 攀不上贵人相助 四处碰壁 无可奈何之下 他回到洛阳家中 归来时两手空空 身无分文 他本来想为家里人赢得一个未来 衣锦还乡 不想却如此寒酸地回来 免不了遭家人的轻视 不但自己的兄弟姐妹看不起自己 就连妻子小妾都对他冷眼相待 认为他并不是从政的料 应该本本分分地跟着家里人一起做生意 旁人的看清 对苏秦的打击很大 他总结了这些年自己混得不好的原因 他认为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而是具备的知识不够精妙 于是改变埋头苦读的策略 到处搜罗其书 最终他找到一本名叫殷符的书籍 相传是江子牙所著 他读后感觉兽意匪浅 便把此书当作揣测君王意图的秘书 潜心研究 闭关深造一年后 苏秦重出江湖 他打算施展自己最新掌握的才能 于是把第一站放在了周天子周显王身上 虽然此时的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 但周显王听说苏秦只是个破落户 连自己的家嫂都取笑他 根本不给他见面的机会 再次出师不力的苏秦并没有气馁 而是打算到秦国碰碰运气 此时的秦国正值商鞅被五马分尸后不久 新上任的秦桧王对国外说客比较谨慎 苏秦好不容易见到了秦桧王 上来就声称自己能够帮秦国一统天下 对此秦桧王并不热情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 而不是寻求一统天下 自认为能拿捏君王心思的苏秦 因为没有揣摩透秦桧王的心思 而再次碰壁 苏秦游说秦桧王失败后并未气馁 如果他此时选择归乡 必定会遭到更严重的耻笑 想到此处 苏秦又咬咬牙来到了赵国 并见到了赵国君主赵素侯 赵国主持国家政事主要是他的弟弟凤阳君 凤阳君不知与苏秦有什么过节 横竖看他不顺眼 处处与他为难 苏秦觉得在这里没什么希望 便离开赵国 前往燕国 在战国七雄中 燕国最弱 此时燕国的君主是燕文侯 纵横家是没有政治准则的 遇人说人话 遇鬼说鬼话 到哪个国家去发展 就要说对这个国家有利的话 为了打动燕文侯 苏秦选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 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 他问燕文侯 目前天下是一片乱局 为什么燕国能够保持安然无恙呢 燕文侯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让苏秦继续说下去 苏秦分析说 赵国与秦国打了五次仗 其中秦国赢了两次 赵国赢了三次 秦国与赵国都遭受损失 而燕国却得以免遭战祸 这都是因为有一个完整的赵国 秦国倘若要进攻燕国 就得长途跋涉数千里 就算得了燕都 也没法镇守 而赵国倘若要攻打燕国 只需要十天 就可以集结数十万的大军 用四五天就可以攻到都城之下 因此 秦国攻打燕国 是在千里之外作战 而赵国攻打燕国 却是在百里之内作战 因此 燕国应当与赵国亲善合纵 那么 燕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在这里 苏秦提出了合纵的战略 这成为战国时代 最重要的外交策略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一谈的纵横术 就必谈苏秦的原因 是他把合纵作为弱国抵抗强国的有力武器 该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令战国时代的外交战术 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也是后世纵横家极力神话 苏秦的原因所在 燕文侯听完苏秦的分析后 表示十分认同 但仅仅是分析 还不能完全蛰伏他 燕文侯告诉苏秦 如果他能通过合纵手段 来保障燕国的安全 会拜他为燕国国相 苏秦听后十分激动 他果断抓住了机会 表示愿意到他国进行谈判 于是燕文侯为他准备了车马与御国 与之前落魄不堪的境遇相比 此时的苏秦信心满满 苏秦把出访的第一站选载了赵国 之所以这样决定 是因为赵国的凤阳军刚刚去世 苏秦告诉赵苏侯 他说赵国的土地方源两千余里 军队数十万人 战车千辆 战马万匹 粮食可供数年之用 赵国周边西有长山 南有黄河张水 东有清河 北有燕国 燕国只是一个弱国 不值得担心 秦国不敢举兵伐赵 主要是害怕韩国、魏国从背后暗算 这么看来 韩国与魏国是赵国在南面的屏障 可是韩魏两国却没有名山大川之险 秦国攻伐这两个国家 可以采用蚕食政策 一直逼近到两国的首都 韩魏两国倘若无法抵挡秦国的进攻 只能俯首称臣 秦国没有韩魏两国的撤走 则赵国必定要大获临头 苏秦在游说的过程中 提出其他五国应该联合起来 共同压制秦国 赵素侯对苏秦的见解非常欣赏 并表示愿意拜苏秦为相国 据史记所记 苏秦游说 韩、魏、齐、楚四国 最后六国合纵成功 他理所当然地配六国相应 然后让秦国不敢亏韩古官十五年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史记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独树一致 但里面有诸多史识 存在杜撰演绎的部分 比如苏秦配六国相应 大概率是假的 据史记记载 苏秦游说韩国时 当政者是韩宣慧王 但此时韩国君主是韩昭侯 苏秦游说齐宣王 魏湘王的说法也有错误 此时齐国君主是齐威王 而魏国是魏惠王 诸如此类的漏洞不在少数 从逻辑上来看 如果苏秦同时配六国相应 其权力已经超过了六国的君主 诸侯国君主即便再怎么欣赏苏秦 也不会同时给苏秦打下手 但苏秦被赵苏侯败为国相仪式 大概率是真的 苏秦彻底实现了逆袭也是真实的 出人头地的苏秦彻底挺直了腰杆 当他的队伍经过洛阳市 周天子都派高官到洛阳城外迎接 之前看不起他的人 纷纷败倒的他跟前 对他露出谄媚的笑容 此时的苏秦达到了人生巅峰 苏秦担任赵国相国时 担心秦国发兵攻打赵国 如果秦军来犯 势必会影响赵国的安全 也会影响他的相国位置 为了对付秦国 他想了一个办法 便是在秦国政坛安插一个内应 以此来左右秦国的政策 避免秦国对赵国大举用兵 苏秦的想法是好的 但在敌军核心位置 安插内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需要前去充当内应的人 足够优秀 而且需要有秦国接受这个内应 并且不对他起疑心 这个计划实施起来难度极大 就在苏秦一筹莫展之际 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他认为 此人只要能进入秦国政坛 就一定能打进核心圈子 左右秦国的政策走向 此人就是苏秦的好友张仪 在苏秦一边运作张仪进入秦国政坛的时候 齐国和魏国却突然对赵国发兵 公元前334年 齐国和魏国联合攻击赵国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苏秦不知所措 因为此前他向赵素侯承诺 会通过自己的合纵之术 使赵国免受战乱 现如今 赵国不得不耗费巨额人力物力 来应对齐魏两国的进攻 赵素侯眼见赵国被攻击 便开始冷落苏秦 苏秦发现 赵素侯对自己失去信心 与其坐以待毙被消掉职位 不如寻找新的机会 于是打算离开赵国 投奔燕国 他向赵素侯提出请求 自告奋勇出使燕国 理由是要让赵国与燕国联合 共同对付齐国 其实 他只是为自己选择一条退路 他的请求得到批准 于是便离开赵国 重返燕国 可是事情又不凑巧 苏秦到燕国时 燕文侯正好去世了 燕文侯去世后 太子继位 视为燕翼王 齐国趁燕国权力交接之际 发动战争 一举攻陷燕国十座成义 在燕翼王看来 苏秦简直就是个温神 他到赵国 齐 魏就攻打赵国 他到了燕国 齐国就攻打燕国 燕翼王对苏秦冷嘲热讽地说了一顿 让他尴尬万分 无地自容 作为一个纵横家 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脸皮厚 尽管被燕翼王冷嘲热讽 但苏秦并未掩面而逃 而是故作信心满满的样子 他向燕翼王承诺 一定会把燕国被占领的十座成池拿回来 纵横家最厉害的武器是嘴皮子 并不是带兵打仗 苏秦向燕翼王承诺后 便起身前往齐国 他想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齐威王放弃 所占领的十座成池 对一般人来讲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苏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由于燕翼王的夫人是秦桧王的女儿 秦国是唯一能与齐国抗衡的国家 苏秦打算在这里寻求突破口 他告诉齐威王 燕国索然弱小 但燕翼王是秦桧王的女婿 如果占领了燕国 就相当于得罪了秦国 为了十座成池 而与秦国为敌 并不明智 齐威王思索了一下 认为苏秦说的有些道理 内心动摇了一下 他问苏秦应该如何化解 齐国与秦国之间潜在的危机 苏秦知道时机已到 他告诉齐威王 如果能归还燕国十座成池 燕国一定非常高兴 秦国知道齐国是看在他们面子上 才规划十座成池 势必也会非常高兴 届时 燕国和秦国都会感激齐国 这也会增加齐国的威望 按照后世纵横家的说法 在苏秦的劝说下 齐威王认为 他说的有道理 于是 把十座成池归还给了燕国 不可否认 苏秦的劝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齐威王身边一堆谋士 不可能因为苏秦三言两语就产生动摇 本人认为 齐威王之所以答应归还成池 是因为齐国有不乏有丧之国的传统 齐威王刚继位不久 趁燕文侯去世而大举进攻 有损自己的威名 苏秦的到来正好给了他借颇下驴的机会 于是 苏秦阴差阳错地解决了一次大型的国际纠纷 后世把功劳完全算在了他头上 苏秦从齐国回到燕国后 本以为能迎来一片贺彩声 但却事与怨违 因为有人在燕翼王面前说苏秦的坏话 说他是一个左右摇摆 卖国求荣的小人 将来一定会作乱 燕翼王本来对苏秦的好感就不多 听完他人的分析 对苏秦更加厌恶 虽然苏秦帮燕国讨回了十座城池 但燕翼王并没有对他授予观止 苏秦见燕翼王之前 已经得知有人说他的坏话 他不想逆来顺受 于是反问燕翼王 如果有笑如增身 怜如薄疑 信如尾声的人前来辅佐 燕翼王会不会答应 燕翼王听后不假思索地答道 当然是求之不得 苏秦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眼见燕翼王入套 苏秦便开始反击 他说笑如增身的人 不肯离开父母亲在外面住上一晚 这样的人 如何能让他远离父母来服侍主商呢 莲若薄疑的人 有义气 不愿做周王的臣子 宁可饿死在守阳山 人都饿死了 还能期望他前来辅佐君主吗 信若尾声的人 跟人家约好桥下相会 可是人家没来 他等到大水来了也不离开 抱住桥柱淹死了 像尾声这样的人 能期望他千里迢迢去说 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吗 苏秦见燕翼王略有迟疑 紧接着说 不能只以忠厚老师来衡量一个人 况且 他也不是一个反反复复 没有原则的人 他把老母亲安置在东周老家 跑到这里为燕国效力 这是曾申等人做不到的 听了这些话后 燕翼王也觉得有道理 便后代苏秦 重新授予他官职 这样 苏秦在燕国便待了十几年 在这里如鱼得水 此前 燕国在七国中 一直处于边缘地带 随着苏秦 推行合同的外交政策 使得燕国在七国中的存在感 逐渐增强 苏秦在燕国的地位 也越来越高 可就在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一件麻烦事找上门来 燕翼王的母亲 主动找上门来 与苏秦私通 对此 苏秦并未拒绝 燕翼王得知此事后 并未责罚苏秦 反而对他更加礼遇 燕翼王作为一个孝顺的人 不想扫母亲的姓 但苏秦感觉此事比较棘手 如果某天燕翼王翻脸不认人 与他目前私通就会被翻出来 弄不好会把性命搭进去 想到此处 苏秦决定离开燕国 他的首选目标便是齐国 以齐国的实力 燕王没有能力强行让齐国放人 下定决心的苏秦 并没有偷偷逃跑 他把自己真实想法告诉了燕翼王 燕翼王对此表示理解 便同意他前往齐国 为了表示知遇知恩 苏秦表示到了齐国后 会继续为燕国谋取利益 实际上有一点间谍的性质 为了能博取齐威王的信任 燕翼王和苏秦假装产生了矛盾 并追杀苏秦 后者无奈之下跑到了齐国 齐威王是个明君圣主 他认为苏秦是个有才之人 便任用他为克卿 公元前320年 齐威王病逝 苏秦奉劝继位的齐宣王 大肆扩建宫殿 以彰显国威 实际上此举是为了让齐国 劳民伤财 作为一名间谍 苏秦在齐国的表现 还是不错的 不过由于他过于嚣张跋扈 也招致了很多妒忌 最后妒忌变成了恨 齐国一些大臣 眼见苏秦受宠 内心恨意十足 于是便派刺客前去刺杀 虽然苏秦当场没被杀死 但因为伤势过重 最后生命垂危 齐宣王下令全城搜寻刺客 但最终一无所获 齐宣王前来探视 苏秦用最后的力气 告诉齐宣王 如果他死了 就宣布他是燕国的间谍 同时将他车裂示众 这样刺客就一定会出现 按照中国古人的传统 死后都想留有全尸 但苏秦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去 他想效仿无企 即便自己死了 也要拉他人垫背 尽管齐宣王不想听从苏秦的建议 但他想抓住杀害苏秦的凶手 于是将其无马分尸 刺杀苏秦的凶手 听说苏秦是燕国的间谍 自以为立了大功 便跑到齐宣王面前要杀 结果 把齐宣王逮个正招 圣怒之下的齐宣王 将刺客及其背后主使 悉数处死 纵观苏秦的一生 他有过高光时刻 但这些高光时刻 和同时代的人 比起来黯淡无光 有些人死去 要比活着有价值 苏秦死后 后世纵横家 对他进行了各种神话 将其描述为 凭借嘴皮子 就能抵挡百万雄狮的神人 后世不在乎苏秦 是否做过这些事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精神图腾 苏秦身上寄托了 纵横术士们的梦想 能从社会底层 奋斗到权力高层 冲破身世 贫穷的种种束缚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这或许是苏秦 被后世推崇的 主要原因之一 苏秦作为 合纵思想的祖师也 在历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而真正将合纵思想 推向巅峰的 则是公孙衍 与此同时 与合纵形成对抗的 连横思想也横空出世 发起连横运动的人 则是张仪 张仪早年与苏秦一样 遭遇过许多挫折 坎坷似乎是 纵横家成长道路上 必须修炼的课程 唯有坎坷 才能完全挖掘出 自己的潜力 张仪是卫国人 和苏秦是同门师兄弟 他的年龄虽然比苏秦小 但在求学期间 展现的才智 让苏秦自愧不如 张仪天生巧舌如簧 完成学业的他 自认为天下无敌 便开始踏入江湖 此时正值魏惠王统治时期 对于张仪这种 天生有嘴滑舌的人 魏惠王并没有好感 张仪一直得不到重用 张仪眼见 在魏国没有用武之地 便来到了楚国 并成为楚国令银府里的门客 正当他以为人生轨迹 就此改变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意外 他与令银喝完酒后 令银丢了一块宝贵的玉壁 令银府里上上下下的人 都觉得是张仪偷德 因为他家里贫穷 肯定会见财起义 于是将张仪抓起来 严刑拷打 张仪紧咬牙关 拒不承认 因为他知道 一旦被认定为小偷 自己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 由于张仪拒不承认 令银也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张仪是小偷 过了一段时间便将他放了 张仪回到家中 妻子见他遍体鳞伤 非常心疼 张仪则乐观地表示 只要他的舌头还在 就能东山再起 养好伤之后 张仪打算再度出山 但找不到方向 就在他前途渺茫之际 有人为他指点迷津 告诉他 苏秦已经在赵国公成名就 可以前去投奔 张仪听后大喜 立马打电行装 前往投奔苏秦 实际上 这位指点迷津的人 正是苏秦派来的 目的就是要把张仪引到赵国 张仪来到赵国后 马上在苏秦府底外求见 但一连好几天都没见到苏秦 此时的张仪有点失落 几天后 苏秦终于答应见张仪 但两人见面 并没有同窗之间的寒暄 苏秦对张仪各种怠慢和侮辱 苏秦这些举动 让张仪自尊心颇受打击 离开苏秦府后 他发誓一定要报复 既然要报复 就要选一个实力最强的国家做后盾 于是张仪踏上了前往秦国的征程 只是张仪未曾想到 他是苏秦大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苏秦担心张仪在赵国这种小地方 只会消磨意志 秦国才是他的舞台 当他得知张仪动身前往秦国后 又派出自己的门客进行暗中保护 并替张仪疏通关系 让他有机会见到秦桧王 秦桧王刚上台时就灭掉了商鞅 为自己清除了一大内患 刚开始秦桧王对国外的说客 有一种排斥心理 故而当时刚到秦国的苏秦 游说不成反碰一鼻子灰 可是很快 这位明智的君王 发现秦国之所以蒸蒸日上 靠的完全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冒险分子 于是他便抛弃成见 任用卫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 这使秦国避免了闭关锁国的命运 张仪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秦国 靠着苏秦暗中相助 他顺利见到秦桧王 并向他大谈远交进攻的连横战略 秦桧王听后十分感兴趣 于是重用张仪 从此之后 张仪在秦国政坛崛起 平步青云 此时苏秦派来的门客 见张仪已经在秦国站稳脚跟了 便前来告辞 对他说 自己就要离开秦国 然后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张仪 此时的张仪才明白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为这些年来 一直怀恨苏秦而感到羞愧 并向苏秦的门客承诺 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苏秦的事情 更不会主动去攻打赵国 虽然张仪承诺 不去攻打赵国 但此时 秦国的大良造是公孙衍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离间魏国 齐国与赵国的关系 鼓动两国去攻打赵国 公孙衍的做法让张仪十分不满 公孙衍和张仪都来自魏国 两人的政治主张不同 同在一个屋檐下做事 就免不了明争暗斗 张仪的水平要力压公孙衍一头 在此后的几年里 秦桧王对张仪的信任 大大超过了公孙衍 这让后者感到失望 公孙衍眼见张仪压过了自己 索性离开了秦国 回到了魏国 公孙衍的叛逃 让秦桧王找到了讨伐魏国的借口 公元前三百二十八年 秦桧王派秦公子桑与张仪 共同讨伐魏国 此举也是秦桧王对张仪的考验 让他率军前去讨伐自己的同胞 可以检验一下张仪对秦国的忠诚度 但张仪的脑海里 丝毫没有同胞这种概念 当初他远走魏国是因为得不到重用 如今攻打魏国根本算不上背叛 在张仪的带领下 秦军势如破竹 大败魏军的同时还占领了蒲羊 可就在此时张仪却突然劝说秦桧王归还蒲羊 并派一名公子到魏国做人质 起初秦桧王有点怀疑张仪的忠诚度 但经过张仪的解释后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张仪身安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的道理 他知道魏桧王爱面子 秦国大败魏军的同时 突然示弱 让魏桧王觉得很有面子 为了报答秦国的恩惠 魏桧王大手一挥 直接送给了秦国十五座城池 作为回礼 秦国将之前从魏国手里夺取的两座城池 还给了魏国 如此一来 魏国捞足了面子 而秦国没付出任何成本 便从魏国手中获得了十五座城池 经此一役 张仪不但在秦桧王面前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也证明了自己的忠心 此前 秦国最高官职是大良造 为了奖赏张仪 秦桧王决定设立丞相一职 并由张仪担任 经过多年的打拼 张仪从一个社会底层人物 一跃成为大秦的丞相 成为时代的传奇人物 此前被贵族垄断的统治阶层 在战国时代被逐渐打破 越来越多的底层人物 凭借自身才华 慢慢走上了最高舞台 成为丞相的张仪 表现欲十分强烈 他眼见苏秦离开了赵国 便不再恪守不攻打赵国的承诺 于是回室伐赵 接连取得大胜 此时的华下大帝 齐国和秦国成为东西两个超级大国 为了进一步实现扩张 张仪使用了连横的招数 通过远交进攻 联合齐国和楚国 打算一起灭掉韩赵魏三个邻国 就在张仪劝说 齐楚两国一起合作 围攻韩赵魏的时候 身在魏国的公孙岩 把韩赵魏焉 中山五个国家联合起来 一起对抗张仪的连横之策 在公孙岩的策动下 张仪的连横战略遇到了困难 张仪思索再三 他明白 要想破掉公孙岩的合纵战略 必须深入虎穴 他打算夺取魏国的相位 然后瓦解魏国发起的合纵联盟 于是 他和秦桧王演了一出双簧 他让秦桧王罢处自己的相位 并将其驱逐秦国 然后张仪顺理成章地跑到了魏国 张仪跑到魏国后 给魏惠王带来了一个信息 秦国打算和魏国一起图谋韩国 张仪暗示魏惠王 一旦秦魏联手 就能共同瓜分韩国 此时的魏惠王已经在位几十年 早已经老卖昏庸 他刚同意公孙岩的合纵之策 达成了五国结盟共同对抗秦国 如今又违背合纵盟约 试图从盟友韩国身上捞好处 后来 魏惠王听从张仪的意见 并拜张仪为魏国丞相 公孙岩知道 张仪来魏国肯定不安好心 为了将张仪拉下马 他想了一个计策 公孙岩来到韩国 找到了韩国执政韩公书 向他分析了张仪的阴谋 韩公书相信公孙岩的说辞 为了不让张仪得逞 韩公书决定牺牲韩国的利益 同意向魏国称臣 公孙岩回到魏国后 向魏惠王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成果 说魏国不用费一兵一卒 就能将韩国拿下 他劝魏惠王不要与狼子野心的秦国合谋 如此一来 魏惠王的立场又站到了合纵联盟这边 然后又罢出了张仪的相位 此轮博弈 以张仪完败而结束 张仪被罢处后 并未急于返回秦国 而是一直待在魏国 暗中与秦惠王保持联系 公元前319年 在为50年的魏惠王去世 在他执政期间 魏国始终处于战乱之中 魏国也从当初的中原霸主 成为了二流国家 公元前319年 在公孙岩的主导下 魏国与韩兆燕楚达成了五国协议 组成了强大的合纵联盟 魏国为了拉拢楚国加入 不惜让出主导者的地位 这样一支看起来无坚不摧的多国部队 在韩谷关被秦军凭借一己之力击溃 究其溃败的原因 并非五国部队战斗力不强 而是合纵国之间各怀鬼胎 都想让别人在前面充当先锋 自己可以在后面尽享渔翁之力 这是合纵思想的弊端 这种弊端似乎难以解决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尽管中原诸国发起了多次合纵运动 但都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五国伐秦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此次出征并非一无所获 公孙岩凭借自己的才能 成功策反了义渠部落 让义渠主动驻兵攻打秦国 义渠部落本是容忍演变而来的 数百年来和秦国之间互有功法 公元前327年 秦桧王最终将义渠收之麾下 置为一线 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 义渠王也降格为臣子 显然 对义渠王来说 这真算是奇耻大辱了 只要有机会 他势必会扯起反秦的大旗 本来义渠在秦国的压制下 毫无翻身的机会 但东方兴起的合纵运动 让义渠看到了曙光 此前 义渠王派人到魏国找公孙岩 希望加入合纵联盟 公孙岩托人转达义渠王 说只要东方诸国罚秦 秦国一定会讨好义渠 但义渠应该作为侧应共同举事 否则 东方诸国被秦国压下后 会重新对义渠用兵 此次五国罚秦之初 秦国谋士陈诊告诉秦桧王 此时应当去拉拢义渠王 防止他在背后作乱 秦桧王听从了陈诊的建议 便以上等锦绣千匹 美女百人贿赂义渠王 而义渠王没有接受秦国的贿赂 而是宣布独立 并组织精锐部队偷袭秦国 准备不充分的秦国部队 被义渠军队打得大败 这是五国罚秦中唯一的亮点 五国罚秦失败后 韩赵卫再次组织了三进联军 准备大举伐秦 韩赵卫三国虽然之前矛盾不断 但他们三者明白 在强大的秦国面前 只有团结一致才有生路 于是他们三国暂时放下争端 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部队 准备和秦国一决雌雄 此时秦军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 为了化解三进军团带来的威胁 秦国延续了张仪的连横之术 开始了远交进攻 派人到齐国积极游说 说服了秦国人从东边进攻三进军团 公元前317年 秦齐两国分别从两个方向 夹击三进军团 最终三进军团遭遇了惨败 秦军直接斩首八万余人 此意击碎了三进军队 抗衡秦国的意图 也让连横之术在实战中 再次大败合纵之术 马陵之战后 魏国已经从第一流的军事强国 跌落为二流国家 而齐国与秦国超越魏国 成为第一流的军事强国 如今再次惨败给秦国 使得魏国的实力与地位 再次一落千丈 曾经颇有报复的魏襄王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信心几乎崩溃 危机之中蕴含着转机 当张仪看到魏国陷入一片惊慌时 贤居多年的他来到魏襄王面前 劝说魏襄王臣服于秦国 他说 合纵之术已经被反复证明 不堪大任 亲兄弟之间尚且不能齐心协力 何况是存在利益纠葛的诸侯国 然后张仪从地理位置 战略发展等层面 给魏襄王逐一分析 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魏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臣服于秦国 魏襄王被连番失利 磨平了信心 在张仪翻江倒海的劝说下 最终决定想秦国臣服 并委任张仪为中间人 负责在秦魏两国之间穿针引线 为了防止魏襄王反悔 张仪离开魏国前 三番五次告诫魏襄王 一定不要相信身边的何纵家 此时的魏襄王 已经对张仪深信不疑 张仪见状便动身前往秦国 秦惠王得知张仪从魏国回来后激动不已 他们谋划多年的间谍计划终于成功 张仪凭借一张嘴 让魏国不战而降 屈服于秦国 可谓帮了秦国大忙 为了表示对张仪的奖赏 秦惠王再度任命张仪为秦国丞相 张仪回到秦国后 第一件事便是再次建功立业 他把目标放在讨伐韩国上面 张仪之所以想要攻打韩国 是因为韩国一年前刚经历了惨败 元气大伤 再者 魏国已经投靠秦国 韩国已经无法从魏国那里搬救兵 另外 韩国与周王室相邻 只要打败韩国 就能指导周王室掌握政治话语权 正当张仪精心设计攻韩方案时 秦国西南的两个邻国 八国和蜀国发生了战争 秦国对于这两国既于已久 此时出兵能顺利拿下他们 秦国固然强大 但只能将兵力聚合在一出 于是 朝堂上下围绕先攻打韩国 还是蜀国产生了分歧 为此 秦惠王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 听取他们的意见 对此张仪表示 应该先攻打韩国 只要能拿下韩国 就可以把周王室掌握在手里 逼迫他们献出象征权力的九鼎 只要拿到了九鼎 就可以号令诸侯 从而实现王者之业 在张仪看来 八蜀只是蛮夷之地 当务之急应该争夺中原 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蛮夷之地 张仪的看法是 朝中大多数人的看法 面对张仪的雄辩 另一位大臣司马错表示反对 他认为应该先攻打八蜀 他说要实现王者霸业 必须实现三个基础 第一 要使国家富裕 这必须要扩大国土面积 第二 要使军队强大 这必须使百姓富有 第三 要称王就得广施恩惠 这三点做到了 那么 王者的事业就具备条件了 可是现在秦国土地还不够大 百姓还不够富有 所以 当务之急 是要先解决这两件事 蜀国是西部偏远的国家 又是荣敌之长 国内面临危机 现在秦国如果能成事发动进攻 必定是首到秦来 夺取蜀国的土地 以扩大秦国的地盘 夺取蜀国的财富 来充实秦国百姓的腰包 改善军队的装备 蜀国实力不强 不必付出重大伤亡 就可以令他们举国投降 此时出兵救援八国 师出有名 灭掉蜀国 天下人也不会说秦国残暴和贪婪 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举多得 名利双收 倘若是攻打韩国 挟持天子 不但会背上不义的恶名 还未必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 周在名义上 是天下诸侯共尊的王室 而韩国与齐国是盟友 如果周王室面临丧失九鼎的危险 韩国面临丢失国土的困境 必会困兽游斗 向齐国 赵国借兵 谋求与楚国 卫国和解 楚国人一直寄予周氏的九鼎 要是周天子情急之下 把九鼎送给楚国 那楚国必定会一马当先出兵相救 魏国一直想得到韩国的三川之地 韩国迫于无奈之下 将三川之地拱手相送 魏国势必会与韩国联手对付秦国 如此看来 攻打韩国的战略 不如攻打蜀国来得圆满 司马错此番论述 逻辑非常清晰 令秦会王及其他朝堂众臣耳目一新 听完张仪和司马错的见解后 秦会王决定先攻打蜀国 秦会王明白 张仪的本质是一名政治投机分子 他要的是急功近利 攻打蜀国不如拿下韩国 更能增加名声 因此他选择攻打韩国 而司马错却放眼长久 能够真正为秦国的王者之夜着想 张仪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投机分子 得知秦会王决议法蜀后 便充当急先锋 积极投入到法蜀的准备中 最最终 秦会王命张仪、司马错共同法蜀 公元前316年 秦国轻松拿下蜀国 为了进一步控制蜀地 秦国进行了一场人口大迁移 把大量中原人口迁往蜀地 使得蜀地逐渐变成了天府之国 后来变成了秦国的粮仓 事实证明了司马错的目光长远 法蜀之战也是继商鞅变法后 秦国再次实现突飞猛进的关键因素 法蜀战役结束后 司马错以巴蜀两地的士兵为主力 纠集十万大军造大船万艘 米六百万湖 沿着浮水漂流而下 向东进攻楚国 这次作战大获全胜 秦军攻城掠地 秦会王把这块新得来的土地 并入秦国设前中郡 眼见秦国对楚国用兵 出于制衡的目的 齐国选择与楚国结盟 这两个大国结盟形成的威胁 要比当初的五国联盟大得多 在齐国的帮助下 楚怀王于公元前三百一十三年 派军攻入秦国 并拿下了取卧 对此 秦会公颇为恼怒 但凭一己之力 很难打败两国联盟 关键时刻 秦会王再次想到了张仪 希望他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拆散齐国与楚国的联盟 对于初始楚国 张仪并未拒绝 想当初自己在楚国被诬陷为小偷 并被打得半死 这些记忆还刻在心里 对于欺骗楚国这件事 张仪丝毫不打算手软 张仪见到楚怀王后 便向其承诺 说如果楚国断绝与齐国来往 秦国将献上六百里商屋之地 张仪事先摸透了楚怀王 孤名钓鱼的性格 面对六百里之地的诱惑 楚怀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没过多久 便宣布与齐国断绝往来 在得到土地之前 楚怀王就把秦国向楚国 进献六百里之地的事情 大肆宣扬 寻臣见状也纷纷上表祝贺 此时有人提醒楚怀王 为了保险起见 可以表面上与齐国断绝来往 暗地里仍保持友好关系 等秦国兑现六百里之地的承诺 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 但楚怀王根本听不见去谏言 执意自作主张 并封张仪为名誉丞相 随后 楚怀王派使者随张仪一同入秦 办理六百里土地交接问题 张仪一回到秦国 便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他假装醉酒 故意从马车上摔下来 然后再卧病再床不起 一直拖了三个多月 仍未上朝 此事让前来秦国办理交接的 楚国使者非常着急 于是向楚怀王汇报了此事 按正常人的想法 都知道张仪卧病再床 肯定有猫腻 但楚怀王的脑回路 和一般人不一样 他不但没怀疑张仪 反而认为 是自己与齐国断交的不够彻底 才导致秦国迟疑不决 于是派了一个人到齐国 当着齐国人的面大骂齐宣王 楚怀王此举直接惹怒了齐国人 齐国一怒之下 不但与楚国反目成仇 紧接着向秦国伸出友谊之手 秦国人非常高兴地 接过了齐国抛来的橄榄枝 眼见计谋得逞 张仪当即从病榻上跳起来 前去接见楚国使者 只见他拿出地图 非常认真地在上面写写画画 最后给了楚使六里土地 让其回去交差 楚国使者表示 自己接到的命令 是前来接收六百里土地 而不是六里 但张仪拒不承认 一口咬定当初承诺的是六里 而不是六百里 由于当初张仪向楚怀王 只是口头承诺 并未签订协议 楚怀王得知此事后懊悔不已 一怒之下 想要攻打秦国 眼见楚怀王要冲动行事 此前劝说楚怀王 不要与其国断交的谋臣 再次出来劝谏 他说 与其攻打秦国 不如干脆再送给秦国一座城池 换取与秦国共同出兵 攻打秦国 既然与其绝交 就铁下心来 联合秦国攻齐 把楚国的损失 从秦国人身上捞回来 楚怀王听后勃然大怒 他觉得自己不能忍受这种委屈 一定要给秦国人一个教训 于是派兵前去攻打秦国 起初 秦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没过多久 秦国就有手转攻 在丹阳与楚军进行了惨烈的决战 丹阳一战 楚国人被斩下的首级 共有八万多个 楚军总司令 将军等七十余名将领 成为秦军的俘虏 楚怀王眼见自己兵败如山倒 不但没有痛定思痛 休养生息 反而激起了他的赌徒心理 他想通过一场大胜 把之前失去的全部都拿回来 于是发起全国总动员 把能参战的士兵悉数派上战场 想以举国之力和秦国决议死战 做赌徒的代价是非常惨烈的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楚国再次惨败 与此同时 魏国 韩国等国家 也趁机攻占楚国的土地 楚怀王眼见无力改变战局 只能与秦国求和 最终以割地的代价 让秦国退兵 实现了短暂的和平 纵观张仪在秦国发起的连横运动 之所以能屡屡成功 一方面得益于 善于揣摩对手的心理 能抓住对手的弱点 并将其无限放大 最后为自己所用 但一切技巧在绝对实力面前 都是徒劳的 连横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 有秦国的强大实力作为依靠 即便对手吃了哑巴亏 也不敢发兵来讨 只能默默承受 如果秦国势力不济 仅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 恐怕早就被灭了几百次了 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 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 秦国不断巩固自身地位 朝着霸主方向一步步靠近 就在秦国通过连横之术 不断朝霸业迈进之时 新王登基的齐国也不甘示弱 齐威王去世后 齐子齐宣王继位 齐宣王继承了父亲的雄才大略 而且拥有当时一般君王 不具备的宽广心胸 后来 儒家名师孟子来到齐国 齐宣王予以后代 希望能得到治理国家的良策 孟子作为儒家名师 给出的一系列建议的核心思想 是实施仁政 尽管孟子被后世称为圣人 他的思想也被视作伟大 但不爱仁慈的做法 在战国很难立得住脚 在纵横家驰骋于诸侯之间时 孟子大声呼吁仁政 在识人看来十分迂腐 这也是齐宣王虽用他 却不能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原因 孟子最终也像孔子那样 在诸侯征战的时代只能成为学问家 但出充满阴谋与暴力的政坛 孟子离开后 齐国争雄天下的欲望 也越来越强烈 齐宣王在选择人才上 越来越趋于实用主义的色彩 故而纵横家们轮番登场 为齐国的霸业献献献策 其中最有名的人物 便是苏秦的弟弟苏代与苏利 对此时的齐宣王来说 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 那就是秦国 几乎所有诸侯国对秦国的强劲崛起 都无能为力 秦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 与灵活的外交 逐渐一枝独秀 齐国试图用扩张领土的方式 来和秦国对峙 并成功将燕国吞下 后来 秦国通过离间的手段 让齐国把已经吞掉的燕国 又吐了出来 挫败完齐国吞并燕国的阴谋后 秦惠王又推出 与楚国进行土地交换的计划 秦国的设想 是以五官之外的汉中之地 交换楚国控制下的钱钟 这样可以使 八、蜀、钱的地盘连为一片 成为秦国稳固的大后方 于是 秦国使者初始楚国 向楚怀王递交了这个土地交换计划 不久前 秦国刚通过离间计 使得齐楚之间反目成仇 随后 张颐又用三寸不烂之舌 把楚怀王耍得团团转 不但失去了君王的威严 还因为战败 损失了汉中六百里之地 这件事成了楚怀王心头之痛 他朝思暮想都想杀掉张颐 以解心头之恨 此次面对前来谈判的秦史 楚怀王直截了当地说 如果能把张颐交出来 楚国愿意把钱钟拱手相送 楚怀王这番话纯粹是气话 因为他料想 秦国不会交出张颐 这样说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不满 但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楚怀王作为一国之主 任何话语都可能被他人当作是承诺 秦史回国后 向秦桧王汇报了此事 秦桧王知道 用一个人换一片土地非常值得 但他又不能把张颐交出去 因为张颐为秦国的外交立下汉马功劳 他对张颐非常依仗 从对秦国的贡献来看 张颐的功劳和商鞅不相上下 秦桧王之所以杀商鞅 是因为他把秦国的王公贵族都得罪了一遍 但张颐和商鞅完全不一样 失去张颐对秦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而且一旦用张颐的命去换钱中帝 恐怕会让秦国的其他谋士心生不满 此后也不会有人前来投奔 想到这里 秦桧王打算拒绝楚国的请求 但张颐得知此事后 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主动找到秦桧王 要求出使楚国用自己来交换钱中之帝 张颐的主动请应 让秦桧王大为吃惊 他十分不理解地看向张颐 而张颐表现得非常从容不破 他说楚怀王不会拿他怎么样 因为楚国目前的实力尚不能与秦国相比 在杀他之前必然有后顾之忧 不敢轻举妄动 其次 他与楚国大夫晋尚是好朋友 而晋尚又深得楚王夫人郑秀的信任 楚王最为宠幸郑秀 郑秀所说的他都会听 只要搞定晋尚郑秀 楚王必不会杀他 再者 他是奉秦王之命出使楚国 作为大国使者 楚王肯定不会随意杀害 最后张颐补充说 如果楚王一意孤行 非得要杀了他 那么用他一命换得钱中之地 也是值得的 张颐的这番话 让秦桧王十分动容 虽然张颐是个政治投机分子 但身上也带有一丝 武士誓死如归的精神 他眼见张颐如此成竹在胸 便同意了他出使楚国 在他出使楚国之前 张颐事先和楚国大夫 近上打了招呼 不过决定张颐生死的人 仍然是楚怀王 当初楚怀王说 要拿钱中地换张颐 实际上是一句气话 他断然没有想到 张颐竟然如期而来 如今见到张颐 只身跑到楚国 楚怀王又惊又怒 随即让人把张颐抓到大牢 此时所有人都觉得 张颐活不了多久 在张颐危难之际 楚国大夫近上却在暗中活动 他首先找到楚怀王的宠妃郑秀 说他很快就会被楚怀王冷落 事实证明 女人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 她们只在乎争风吃醋 郑秀听到这番话后 盲问其中的原因 近上便告诉他说 楚王如今一心想杀掉张颐 而秦王为了保住张颐 打算送一批美女给楚王 出于对秦王的尊重 楚王必然会宠幸秦女 如此一来 郑秀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近上通过诡辩 把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了感情问题 虽然这种说法十分牵强 但用在女人身上特别管用 郑秀听完之后非常慌张 急忙向近上请求解决方案 近上见郑秀已经上钩 便告诉郑秀 只要他能说服楚怀王将张颐释放 他依然能够得宠 听完近上的建议后 郑秀便经常在楚怀王枕边吹风 他告诉楚怀王 一旦张颐被杀 秦国肯定会攻打楚国 如果楚国成破 他恐怕会遭人凌辱 说到此处 郑秀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楚怀王看到怀中美人 哭得如此梨花待雨 便静下心来 思索杀掉张颐的后果 杀掉张颐只能加深 与秦国的仇恨 除此之外 得不到任何好处 最终 楚怀王内心产生了松动 便放弃了杀孽 紧接着 楚怀王便下令将张颐释放 并以礼相待 张颐活着回到秦国后 举国上下都觉得他是个神人 这件事 既反映了张颐高深莫测的纹领 也体现了楚怀王外强中干的性格 这也是秦楚之间不同的国家性格 秦国的厉害之处 不权在其令人恐惧的军事实力 也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外交 秦国的战略是尽力阻挠 东方诸国可能的合纵 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这种瓦解策略被称为连横 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 这叫合纵 张颐对合纵连横有着深刻的理解 同时也将连横之术发挥到了极致 此后张颐又凭借自己出色的外交能力 成功地说服楚国韩国加入连横阵营 为了奖励张颐给秦国做出的贡献 秦桧王封张颐为武姓军 赏赐给他武座成义 从秦桧王始 秦国开启了扩张时代 秦国军事力量之强 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一百万的常备军 即便放到人口大爆炸的21世纪 也算得上是庞大的兵力 秦桧王以百万雄兵为后盾 以张颐的连横为主要外交政策 远交进攻 拆散敌人的同盟 这种军事加外交的模式 是秦国屡战屡胜的法宝 公元前311年 就在秦桧王准备继续徽编中原时 在魏27年的他突然去世 他的死让周边邻国深深松了一口气 但张颐心里却五味杂陈 此时张颐已经为秦国效力了18年 除了在魏国闲居了几年外 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执掌秦国大权 对秦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并非所有的功臣都能讨得君王喜欢 有时候过于亮眼 反而是一种错 秦武王继位后 对张颐非常不友好 不想让他继续执掌秦国大权 两人暗中叫了几次进 张颐是个聪明人 商鞅的下场 他还历历在目 一个臣子要斗过君主 这个胜算太小 不值得去尝试 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秦武王 可是树倒湖孙散 习惯于落井下石的朝臣们 不遗余力地在新君王面前 攻击这位纵横树大师 想致张颐于死地的人 不仅来自秦国内部 还有来自国外的势力 齐国人在这个时候 别有用心地传播对张颐不利的言论 想趁机借刀杀人 但张颐在应对这种困境的时候 要比商鞅聪明很多 他没有选择落荒而逃 那样只会被人抓住口实 但继续留在秦国 也不是明智之举 为了能够全身而退 张颐想出一个计策 他想秦武王主动请英前去卫国 因为齐国人对张颐恨之入骨 只要卫国能够收留他 齐国必定因此怨恨卫国 一旦齐国与卫国交兵 秦国就可以趁机攻打韩国 进而直逼三川 让周王室交出忌器 同时得到周王室收藏的 天下户籍与地图 从而成就帝王大业 秦武王本来就看张颐不顺眼 如今 看他主动请英到卫国 便满口答应 并送给他玉帛与马车 让他体面地离开秦国 张颐到达魏国后 齐国果然对魏国用兵 要求魏国交出张颐 齐国人之所以如此痛恨张颐 是因为他破坏了齐国的霸业 本来齐国和秦国是东西双雄 在张颐合纵战略的破坏下 只能屈居于秦国之下 面对齐国的发难 魏湘王一时不知所措 此时 张颐再次站了出来 他派自己的家臣冯喜 出使楚国 征得楚怀王的同意后 又以楚国使者的身份 出使齐国 冯喜作为张颐身边的门客 深谙张颐的外交精髓 他告诉齐宣王 如果继续攻打魏国 实际上是给张颐建立功勋 张颐之所以来到魏国 就是为了引发齐魏相争 秦国可以趁机攻打韩国 直逼周氏 如果让张颐得逞 那么他就为秦国再次立下大功 齐宣王一琢磨的确如此 便放弃了攻打魏国 就这样 一场危机被张颐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随着齐国撤兵 魏国也转危为安 魏相亡念张颐退敌有功 又拜他为丞相 公元前309年 这位叱咤风云的纵横大师病逝 作为魏国人 他一生多数时间为秦国人效力 打击自己的祖国 可晚年夜落归根 还获得了高官后路 可谓一生官运亨通 张颐是秦国扩张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以连横的战略 破坏东方诸国的合纵 使得秦国牢牢占据外交主动权 在封建专制时代 个人能力强弱 对国家兴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失去张颐后 秦国并没出现人才断荡 填补张颐空缺的是 另外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一位是左丞相干茂 另一位是右丞相出礼吉 如今我们听到的智囊一词 最早便出自出礼吉 智囊是他的江湖名号 出礼吉在出任丞相之前 已经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前317年 出礼吉大败三晋联军于修渝 斩首八万 公元前314年 出礼吉击败韩诗于暗门 斩首万人 同年 公卫 徐曲沃 祥交成 公元前313年 出礼吉公赵 鲁赵庄 取令帝 公元前312年 出礼吉会同魏章 甘茂公楚 大破处施于丹阳 斩首八万 他是秦国的常胜将军 多次出征 无一失守 不愧智囊的称号 与出礼吉相似 甘茂也是文武双全 甘茂本是楚国人 后来到秦国寻求机会 在张仪和出礼吉的联合举荐下 秦惠王开始重用甘茂 在法蜀之战中立下大功 有了这两位的辅佐 秦武王准备施展远大报复 他的目标是超越秦孝公和秦惠王 他直言不讳地对甘茂说 自己想直逼周氏 把象征权力的九鼎带回秦国 但要直逼周氏 就必须打通韩国 为了建立不朽之功 秦国打算对韩国用兵 在选择罚韩主帅方面 最佳人选应该是出礼吉 但秦武王担心出礼吉功高盖主 一旦罚韩成功 势必对他形成威胁 出于制衡方面的考虑 秦武王最终让甘茂挂帅出征 但甘茂是个明白人 他自知能力不如出礼吉 罚韩之战关乎秦国国运 最合适的人选是出礼吉 如今 秦王刻意撇开出礼吉 让甘茂左右为难 因为出礼吉是举荐自己的恩人 除此之外 如果自己独占罚韩之功 以出礼吉在朝中的威望 恐怕后续会处处为难他 想到此处 甘茂想了个办法 他告诉秦武王 攻打韩国遗阳是一场艰苦的战争 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 倘若在此期间 有人说他的坏话 那罚韩之战就会半途而废 秦武王听懂了甘茂的话中话 他向甘茂承诺 一定不会听信谣言 让他安心出征即可 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 甘茂才率领大军向韩国进放 韩国的夷阳城是一根硬骨头 尽管秦军骁勇善战 但在韩国的誓死抵抗下 秦军攻打了五个月仍未拿下 此时一旁的楚国开始摇摆不定 楚怀王想支援韩国 因为秦国拿下夷阳 会对秦国非常不利 但楚怀王被秦国人欺负怕了 他并不愿意与秦国人作对 后来楚怀王想到一个计策 他把大军放在夷阳边境 准备伺机而动 楚国的动向让甘茂感觉到不妙 更不利的是 秦国内部对他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 这其中就包括 初礼吉和公孙爽 面对苦战而不能得手的局势 秦武王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 想要放弃夷阳 但此前 秦武王向甘茂做出过承诺 秦武王的性格直率刚强 当然不会不认账 只能硬着头皮顶住诸方压力 把夷阳之战进行到底 战事持续到第二年 公元前307年 夷阳的战事仍在持续 包括周王室在内的整个中原诸侯国 都在关注这场战事 这场战争的关键在于 楚国会不会参战 为了打消楚国参战的念头 并尽快拿下夷阳城 秦武王顶住了国内的压力 不但没有退兵 又遣重兵投入夷阳战场 秦武王倾国内精兵攻略夷阳 志在必得 这个架势终于迫使楚国人不敢轻易参战 然而 夷阳之坚固 实在是名不虚传 尽管甘茂获得胜利军的支持 以钢铁般的意志 对顾若金汤的夷阳城 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 可是仍然举步维艰 一贯英勇的秦国兵团 也疲惫不堪 甚至厌战 听到战鼓声时 也不往前进攻 甘茂深知 此意不仅牵扯到秦国的国运 更牵扯到自己的前途 倘若拿不下夷阳 必定会遭到出礼级 公孙爽等人的排挤 届时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拿下夷阳 甘茂把自己的家财散给士兵 试图用重赏来激发士气 此时 秦军和韩军均到了崩溃边缘 谁的意志力更胜一筹 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最终在甘茂的重赏政策下 秦军登上了夷阳城头 夷阳沦陷后 秦军进行了疯狂的杀戮 此意斩杀韩军六万人 拿下夷阳后 甘茂又乘胜追击 将战果扩大到整个韩国 夷阳之战的胜利 让秦武王实现了车通三川的梦想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直逼周氏 秦武王派出礼级率领一百辆战车 进入到周王氏领地 周男王知道来者不善 不知该如何躲过这一劫 但就在此时 秦武王去世了 秦武王为了展示自己夺取九鼎的决心 他与手下大力士进行举顶比赛 最终出现了意外 导致腿骨断裂引发了感染 最终意外身亡 不幸英年早逝 秦武王之死让周王氏得以苟延残喘 与此同时 秦武王之死也引发了秦国政坛大乱 由于秦武王死得太突然 又没有儿子 继任者只能从秦武王的兄弟中挑选 其中公子壮和公子继最有资格 公子壮是秦武王的亲弟弟 是秦桧王的嫡子 从血统上说 他最有资格成为秦王 其次 公子壮得到了惠文后与武王后的支持 惠文后就是秦桧王的王后 是公子壮的生母 公子继是秦桧王的庶子 秦武王去世之时 他正在燕国当人质 表面上看 公子继并不占优势 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母亲 名叫米八子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米月 米月是楚国人 嫁给秦桧王后深得宠幸 依靠秦桧王的宠幸 他把自己的亲戚大量安插在秦国高位 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关系网 米月有两个弟弟 一个叫魏冉 是他的同母异父弟弟 另一个叫米荣 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 魏冉被封为冉侯 米荣则被封为华阳君 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而米月最大的杀手剑 是得到了出礼级的支持 在米月与魏冉的密谋下 公子既被秘密接回秦国 并拥立他为秦王 而惠文后和武王后 也拥立公子壮为继君 随着两股争夺王位的势力正式形成 秦国内乱有势爆发 米月在处理问题方面非常有魄力 而且雷厉风行 他将魏冉提拔为将军 负责守卫秦国都城咸阳 实现了先发制人 同时不断拉拢出礼级 以获得军方的支持 最终双方经过三年内战 米月帮助公子继取得了胜利 而公子壮被当作了乱臣贼子 公子继胜利后 成为了秦国君主 视为秦昭王 米月成为了宣太后 后来 米月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将公子壮一方的势力 悉数诛杀 此时的秦昭王尚且年幼 米月和魏冉 趁机把持了朝政 秦昭王继位后 为了惩罚背叛秦国的魏国 派出礼级和甘茂兵分 两路讨伐魏国 此时的甘茂失去了秦昭王的庇护 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当甘茂在前线打仗时 公孙爽和宣太后 共同制造谣言来诬陷甘茂 担心受到迫害的甘茂 最终选择投奔齐国 秦国的内乱 让齐国看到了战胜秦国的希望 一心谋求对外扩张的齐宣王 绝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甘茂的加盟 让齐国纸面上的实力大增 但齐宣王并未重用它 因为他的妻儿还在秦国 他也是被迫无奈才投奔齐国 并非主动归降 齐宣王这样做也能理解 后来 齐宣王意识到甘茂的价值 开始重用甘茂 秦国得知此事后 想让甘茂回心转意 也开始善待甘茂的家人 但甘茂自知秦国是个是非之地 他决定留在齐国 秦国的三年动乱 让自身的强势外交大受挫折 相反 此时对儒家仁政失去兴趣的齐宣王 也大力发动外交攻势 此时的齐国聚集了不少谋臣 包括苏代 苏利 甘茂等人 此外 还有著名的公子孟长君 为了达到合纵的目的 齐宣王再次向楚怀王抛出橄榄枝 希望两国能兵士前嫌 共同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但此时的楚怀王非常希望能和秦国交好 因为把持秦国朝政的宣太后与魏冉都是楚国人 楚怀王觉得 基于这层关系 可以迅速拉近秦楚两国之间的距离 后来 楚国大臣昭居认为 应该与齐国结盟 因为楚国要想拿回失去的土地 就必须拿秦国开刀 如果与秦国结盟 待齐国被打败后 秦国还会一点点蚕食楚国的利益 楚怀王听后感觉有道理 于是同意了齐楚两国结盟 后来又把韩国拉拢进来 共同来抵抗秦国 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朱一样的队友 毫无疑问 楚怀王就是朱一样的队友 在各路诸侯国的博弈中 楚怀王扮演的几乎是一个傻子一样的角色 楚国刚答应和齐国结盟 紧接着又被秦国瓦解 秦国用贿赂楚国重臣 两国通婚的方式 就将楚国拉了回来 让楚怀王坚定站在秦国一边的根本原因 是他觉得芈月和魏冉都是楚国人 他们执掌的秦国实际上就是楚国的后花园 这种天真迂腐的想法 始终贯穿在秦楚外交中 面对楚怀王的左右摇摆 齐宣王派甘茂出使楚国 向楚怀王分析秦国的威胁 并希望齐楚两国能结成联盟 尽管楚怀王被秦国反复欺骗蹂躏 但他始终幻想与秦国保持亲密的关系 因此再度拒绝齐国 楚怀王的反复无偿彻底让齐宣王失望 他彻底放弃了楚国 进而把魏国韩国拉拢在一起 组成了合纵联盟 紧接着 齐宣王把楚国当作第一个讨伐的目标 就在甘茂准备大展拳脚之际 甘茂却突然病逝 一位全能的将才就此陨落 甘茂的去世并未阻挡齐宣王的动作 公元前303年 齐宣王委任孟长军为主将 率领齐国军队会同韩魏两国大举讨伐楚国 楚怀王自知不敌 紧急向秦国求救 为了能成功颁救兵 楚怀王甚至主动把太子横送到秦国做人质 秦国暂时不想失去楚国这个盟友 于是发兵救援 最终化解了楚国的危机 秦国打退韩魏其三国联军后 一路长驱直入 又拿下了韩国和魏国境内的城池 最后逼迫韩魏两国再次臣服于秦国 秦国的表现让楚怀王甚是欣慰 他觉得自己找了一座靠山 可就在此时 楚怀王的春秋大梦被打破了 公元前302年 入治秦国的太子横 与秦国一位大夫发生了口角 后来演化为斗殴 在斗殴的过程中 太子横将对方打死 随后逃回了楚国 堂堂一名士大夫被打死 事后凶手还顺利逃脱 秦昭王得知太子横的行为后 非常震怒 他不顾之前的秦楚友好 派兵直接攻打楚国 瞅准时机的齐国 再次联合韩魏两国一起进攻楚国 一时间楚国面临以一敌四的被动局面 形势相当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 楚国最好的方案是与秦国和解 只要能跟秦昭王道歉 维护秦国君主的尊严 此事也就作罢 但楚怀王选择了和秦军正面硬杠 他派昭居率领大军前去抵御秦军 但昭居是一个主和派 他劝谴楚王不要与秦国交恶 让齐国渔翁得利 但楚国依然我行我素 让昭居坚决抵御秦国 昭居本无意与秦国交锋 打起仗来非常不卖力 胜负很快便见分晓 此意秦军获得斩首两万的战果 楚军遭遇重创 但这只是楚国悲剧的开始 在秦军大败楚军的同时 以齐国为首的三国联军 与楚军隔疆对峙 双方进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的齐宣王已经重病缠身 他想在死前看到齐国拿下楚国 虽命令前线强行渡河 但前线主帅匡章认为 此时渡河只是白白送死 他告诉齐宣王 要么杀了他 要么无条件信任他 齐宣王听后 自知自己的做法欠妥 只能任由匡章自行决断 匡章是一名出色的将领 在找到楚军弱点之前 他不会盲目出兵 由于楚军以河流为防线 匡章希望能找到一处 水浅的地方涉水而过 可是每次侦察人员都遭到对岸楚军的阻挠 楚国士兵以密集的箭语 迫使齐国士兵无法靠近河流 正当匡章无计可施之时 一位当地人告诉他 只要看对方的兵营就能判断出水的深浅 兵多的地方 水路就是浅的 兵少的地方 水路就是深的 匡章在获悉这个重要情报后 立即观察对岸敌军的分布情况 眺望楚军兵营与齐志 轻而易举地确定水浅区 他下令军队做好准备 精选强壮的士兵为先头部队 在夜黑风高时 从水浅的区域肿水而过 出其不意地发起突袭 六个月的对峙 令楚国士兵有所松懈 在齐军的猛击之下 正在睡梦中的楚军如梦游般作战 根本组织不起强有力的反击 齐军在巩固滩头阵地后 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河 战斗成一边倒的格局 在这个名为锤沙的小地方 以齐军为首的三国联军大破楚师 楚军服饰遍野 楚军主帅也在战斗中被击毙 此意令齐国威震天下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齐都临滋城时 齐宣王已是病入膏肓 在弥留之际终于完成一个心愿 这位一生幻想着重述齐国霸业的君主 不久后便刻然尝试 在位共计十九年 齐宣王在位期间能任用贤能 崇尚文学 使齐国纪下学功成为天下学术重镇 比起前任齐威王 齐宣王的对外政策更具扩张性 维持着与秦国的对等地位 而楚国经此一役 北方的多个城池 被韩魏两国夺取 整体实力大打折扣 当楚怀王把复仇的希望寄托于秦国身上时 不但没有迎来救兵 反而开启了另外一个噩梦 芈月和魏冉虽然是楚国人 但为了表示对秦国的忠心 不但没有对楚国格外示好 反而用更残酷的手段来打击楚国 公元前三百年 秦国丞相出礼及去世 魏冉成为丞相 由此 秦国在对外政策上更加激进 魏冉向秦后 第一件事 就是派遣华阳军率领大军再度攻楚 面对秦军的虎狼之师 楚军一败涂地 阵亡三万名将士 国难当头 楚怀王不仅没有反思 反而大搞迷信活动 把打败秦军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 但鬼神没有站在楚国这边 为了挽回败局 楚怀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把太子横送到齐国做人质 请求齐国发兵相助 楚怀王此举可谓诚意满满 尽管此前楚国多番戏弄齐国 但看在楚国诚意满满的份上 齐国打算接受 眼见齐楚有再次联手的可能 秦国也动用外交手段进行离间 为了讨好新上任齐敏王 秦国也打算送上仁智讨好齐国 这个仁智必须是身份尊贵的人 但秦昭王还没有儿子 于是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 京阳君公子氏送到齐国 公子氏是宣太后的儿子 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仁智送去齐国 足以看出秦国的诚意 因为一旦两国交物 仁智随时可能送命 此时的齐敏王刚刚上位 秦国与楚国这两个超级大国 便送来仁智 这让齐敏王感觉到有些飘飘然 既然两国都表现了诚意 齐国便选择保持中立 搞定齐国后 秦国便开始大举进攻楚国 公元前299年 秦国连下楚国八座城池 兵风之盛 楚军不能阻挡 就在楚怀王不知如何应对时 秦昭王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回顾了秦楚两国的和谐岁月 表示愿意在五官和楚国重新结盟 楚怀王收到书信后 内心忐忑不安 不知该如何应对 五官虽然是秦楚边界 但仍位于秦国境内 楚王害怕此形势自投罗网 对此 楚国群臣也是极力劝阻他前往 但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表示 应该赴约 不要拒绝秦国的好意 最终 楚怀王听从自己儿子的建议 并回复秦史 表示会如约前往五官赴约 到了约定的日期 楚怀王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五官 但迎接他的并不是秦昭王 而是全副武装的秦国士兵 一大群身强力壮 身着盔甲的士兵 簇拥在楚怀王的马车前后左右 一人在前面带路 一路直奔咸阳而去 一路上 楚怀王被当作囚徒一样对待 到了咸阳 身心俱疲的楚怀王 没来得及休息 就被拉去见秦昭王 此时的楚怀王才彻底明白 一切都是秦国人的阴谋 对方根本没打算和自己结盟 想到此处 他心里满是后悔 但后悔已经于事无补 楚怀王比秦昭王大几十岁 不想对他卑躬屈膝 秦昭王则将其软禁起来 逼迫楚怀王割地求和 并向秦国俯首称臣 身陷领雨的楚怀王 表现出来难得的硬气 他拒绝了秦昭王的所有请求 并要求平等对话 两者陷入僵持阶段 谁都不肯相让 楚怀王被软禁的消息传到楚国后 举国上下一片慌张 国不可一日无君 危急时刻 昭居提出一个方案 他打算派人到齐国 假传楚怀王的死讯 迎接太子恒回国继位 齐国由于距离秦国比较远 还未能知道 楚怀王被秦王扣押的真相 更不知道楚怀王的生死 所以 昭居的方案是行得通的 昭居的方案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于是派出使者马不停蹄地到齐国 把事先编好的谎言 向齐敏王说了一遍 齐敏王虽然不明真相 但不甘心就这样放太子恒回去 必须在楚国身上捞去利益才可 齐敏王告诉太子恒 要想回国继位 必须割让楚国东部 五百里土地给齐国 如若不从 就任由楚国另立新王 届时 太子恒恐怕性命难保 太子恒没有选择的权利 为了尽快脱身 他便答应了割让土地的要求 齐国得到承诺后 便派人护送太子恒回国 并成功登基 视为楚请湘王 楚请湘王登基后 齐国随即派出使者前来讨要 此前承诺的五百里土地 请湘王拿不定主意 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对此有人表示 应该履行诺言 向齐国割让土地 有人表示坚决不能割地 还有人表示 应该与秦国结盟 讨论结束后 请湘王依然拿不定主意 最后他请求自己的老师 注明大家慎道 慎道表示 可以先派人到齐国旅行割地承诺 等使者出发的第二天 再派人到齐国边境镇守 然后再派人放出风声 宣称楚国要与秦国结盟 并向秦国求援 请湘王对慎道的方案半信半疑 但此时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能按照慎道的方案实施 事实证明慎道的这个方案收到了奇效 楚国的一系列行为 把齐国君臣看蒙了 楚国一方面声称要履行割地的承诺 另一方面又做出抵抗的姿态 同时又摆出像秦国求援的样子 这让齐国人看来 楚国内部意见不统一 慎道的妙计就是令齐国人产生误判 以为楚请湘王在国内不能掌握实权 倘若齐国人要接收土地 那么 楚国的激进派便会拼死抵抗保卫领土 并不惜与秦国联合 借兵攻击齐国 这么一来 齐国非但不能捞到好处 反而治自己于不利的局面 在权衡利弊之后 齐敏王最后放弃了对楚国所要土地的要求 此次兵出险招让楚国躲过了一劫 宛国神来的请湘王派人到秦国 告知对方楚国已经有君主 囚禁楚怀王是没有用的 秦昭王得知楚国另立新王后暴跳如雷 当即派军前去讨伐楚国 尽管请湘王的态度很强硬 但仍不能改变楚国惨败的结果 此意楚国再次伤亡五万人 并丧失了十六座城池 大胜归来的秦国人 对楚怀王的看管逐渐松了起来 软弱了一辈子楚怀王决定硬气一次 决心要逃出秦国 公元前297年 被软禁两年多的楚怀王 趁秦国人不备逃了出去 他逃出咸阳城后 秦人才察觉 秦昭王马上下令 封锁各条通往楚国的通道 严加盘查 坚决阻止楚怀王逃回国去 楚怀王反其道而行之 并未往楚国的方向逃跑 而是一路风餐露宿地往赵国奔去 只要能逃到赵国 摆脱秦人的追捕 就有机会返回楚国 历经艰辛 他最后终于走到了赵国 让楚怀王失望的是 赵国不想为了一个落魄的君主 得罪秦国 因此拒绝他入境赵国 楚怀王不得不改变逃亡路线 最终被秦国人抓到 再次被押往咸阳 公元前296年 悲愤交加的楚怀王 病死在秦国 作为一位大国君主 令人怜悯的同时 不得不说这样的悲惨结局 也是就由自取的 楚怀王死后 秦昭王把他的遗体送回楚国 楚国百姓都十分同情怀王的遭遇 同时对秦国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怒 至此 楚国宣布 与秦国彻底绝交 他们总算看清了秦国的豺狼本性 只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 楚怀王死后 楚南宫说了一句话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后来这成了一句预言 可是在当时 也仅仅只能看作 楚国人自我激励的安慰话罢了 在楚怀王逃亡之时 齐国纠集了韩魏两国 在著名公子孟长军的率领下 开始新一轮对秦国的围攻 齐国和秦国之间的对抗 也被推向高潮 公元前299年 齐敏王派孟长军 护送在齐国做人质的 京阳军为秦国 齐王之所以安排孟长军陪同 就是为了说服秦昭王 释放楚怀王 到了咸阳后 秦昭王见到孟长军 对他十分赏识 并有意让其留在秦国 任大秦的丞相 但后来 有人在秦昭王面前提示 张仪在魏国做卧底的事情 切不可用孟长军 秦昭王听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他不想放孟长军回去 以免给秦国制造麻烦 打算将其软禁起来 孟长军号称拥有石刻三千 他很快便洞悉了秦昭王的阴谋 为了逃离秦国 他让手下一名能说会道的时刻 辗转找到了秦昭王的爱妾 请求他在秦王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让齐国使团能顺利离开秦国 这位王妃倒没有拒绝 但提出一个条件 希望能得到一件胡白球衣 这件胡白球衣是孟长军出使秦国时 送给秦昭王的一件厚礼 堪称天下无双 秦昭王的王妃对其一见钟情 但秦昭王后宫加力太多 无法分配此件求医 便将这件宝物置于仓库中 并派重兵把守 要想从库中拿回此件宝物 并非易事 此时 孟长军手下一名善于偷鸡摸狗的石刻 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可以从库中偷得此件宝物 后来 此人凭借精湛的偷盗技术 成功潜入秦国仓库 并模仿狗叫 来转秦国守兵的注意力 最终成功逃脱 当这件湖白球衣 被交到秦王爱妾手里时 他也兑现了诺言 在秦昭王耳边不断地吹风 最终使得秦昭王 为孟长军一行人发放了通行证 拿到通行证后 孟长军一刻也不敢停留 赶紧背了马车 飞驰离开咸阳城 他很清楚 秦王只是一时犯糊涂 才会准许他离开 一旦清醒了 必定会收回成命 事实证明孟长军的担心是对的 很快 秦昭王就后悔了 他派出快骑前去追赶孟长军一行人 孟长军一行人很快赶到了寒谷关 出了寒谷关就能逃离秦国 但他们到达寒谷关时 已经是后半夜 关口大门紧闭 此刻的孟长军不能耽误时间 一旦被追赶的秦军赶上 就会前功尽弃 为了让寒谷关守城将士打开城门 他手下的一名石客 模仿起了击叫 让守城将士误以为天亮 所以打开了城门 孟长军把握机会 顺利出了寒谷关 成功逃离了秦国 孟长军的时刻因为这个典故 也被后世称作机名苟道之徒 并被士大夫们所不耻 但孟长军并非徒有虚名 在此后的伐秦之战中 他表现得非常亮眼 公元前298年 齐、魏、韩三国联手 由孟长军担任主帅 进攻寒谷关 并成功击败秦军 秦军失利的消息传来咸阳后 秦昭王十分震惊 自从商鞅变法以来 秦国很少受到外来侵略 这时的秦昭王颇为后悔 当初没有杀掉孟长军 由于秦国的精锐兵力尚在楚国 来不及调往寒谷关战场 因而 秦昭王打算以割地的方式 与孟长军谈和 而孟长军对城池不感兴趣 而是趁机要求秦国释放楚怀王 秦国一方答应孟长军将释放楚怀王 同时要求三国联军从韩谷关撤军 这样 这场战争便宣告结束 三国联军撤退了 向来没有信用可言的秦昭王 又一次实言 拒绝履行释放楚怀王的承诺 孟长军的如意算盘 最终成了幻影 秦国的实言让孟长军十分恼怒 公元前296年 孟长军组织了韩赵魏 其送五国联军再次杀向秦国 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军 秦昭王并无胜算 于是再次祭出割地求和的把戏 就在此时 楚怀王在秦国并逝 楚怀王一死 孟长军无意继续讨伐秦国 因为功成略地所得的一切好处 只会落到其他国家头上 对自己终究无意 他同意了秦昭王的割地条件 根据该协定 秦国归还韩国河外之地及五岁 归还魏国河外之地及封林 土地交割完毕后 五国联军从秦国地盘撤军 第二次罚秦之议结束 孟长军发动的这两次罚秦之战 虽为重创秦军 商及秦国的国本 但给不可一世的秦军一个教训 也让世人明白 秦军并非不可战胜的 在秦国和齐国常年争霸的过程中 率先倒下的并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反而是左右摇摆的楚国 不得不说 在大国博弈中间 要么有足够的实力 要么有坚定的立场 摇摆不定只会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 正所谓半军如半虎 在君王手下做事 不仅要具备能力 更要懂政治 有时候能力太强 并不是一件好事 孟长军接连对秦国取得胜利后 在齐国的声望 一度超过了齐敏王 一时间 齐国人只知道孟长军 而不知道齐敏王 孟长军凭借自己庞大的关系网 在齐国政坛呼风唤雨 此时有人不断地在齐敏王面前 说孟长军会谋反 公元前294年 齐国贵族田甲劫持了齐敏王 并试图发动政变 不过最终没有成功 脱险后的齐敏王认为 此次政变背后的幕后黑手 一定是孟长军 孟长军见状不妙 只得离开国都暂避风头 此时秦国人又从中作梗 四处放风说孟长军有篡位之意 最终齐敏王下定决心 直接罢掉了孟长军丞相之位 随着孟长军被罢处 他门下的三千石刻 也树倒胡孙散 另投新主 几乎没人愿意为孟长军出谋划策 此时一个名叫魏子的门客 对孟长军不离不弃 为了给孟长军洗脱冤屈 他以一种非常残忍悲壮的方式 来劝谴齐敏王 他来到齐敏王面前 当着他的面自杀而亡 希望用这种方式唤醒齐敏王 后来 齐敏王下令彻查田甲谋反案 没查出有孟长军的影子 因此 为他洗脱了嫌疑 魏子用自己的生命 为孟长军洗脱了嫌疑 但让他东山再起的是一个名叫冯轩的人 他也是孟长军门下的石刻 平时做事非常低调 也没得到孟长军的重用 孟长军被罢向后 手底下一帮石刻见风使舵 认为他大势已去 但冯轩并未对孟长军失去信心 为了让孟长军东山再起 他打算进行倾尽所能 他跟孟长军要了一辆马车 只身前往秦国准备游说秦昭王 到了秦国后 冯轩见到了秦昭王 他告诉秦昭王 齐国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都是孟长军的功劳 如今孟长军被罢向 秦国可以趁机把他争取过来 这样能够削弱齐国的实力 也能为秦国招揽一名人才 秦昭王见识过孟长军的才能 对冯轩的提议非常赞同 于是当即派出十辆马车 前去齐国迎接孟长军 冯轩游说秦昭王后 火速启程 赶在秦始之前返回齐国 回国后 冯轩第一时间找到齐敏王 把秦国前来接孟长军的消息 告诉了他 齐敏王害怕孟长军为秦国效力 尽管他不喜欢孟长军 但更害怕孟长军加盟秦国 于是派人打听 秦国使者前来接孟长军仪式 是否属实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紧急下令恢复孟长军的相位 并赐给孟长军一千多户 作为补偿 这时 秦国的马车刚到齐国边境 听说孟长军又当上丞相了 便调转车头回去了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是所精心策划的 在冯轩的运作下 孟长军终于东山再起 之前跑掉的那些时刻 又纷纷回归 对此 孟长军非常有感触 体验到了人性良薄 并打算对回归的时刻加以羞辱 但冯轩制止了他 冯轩说 富贵者多事 贫贱者寡有 他们来到府上做时刻 都是有所求 这是人之常情 况且 孟长军对他们也有私心 想借此捞取生育和政治资本 他和时刻之间的本质 是相互利用 对之前离开的时刻 不仅不能打压 反而要以礼相待 这样才能维持他之前的美名 这番话点醒了孟长军 尽管他心里有诸多不快 还是一如既往的后代门下时刻 官复原职的孟长军 已经和齐敏王之间 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两人之间充满了猜忌和防范 后来孟长军主动请辞 离开了朝廷 回到自己的封义薛义 这才让齐国的朝堂争斗告一段落 政坛出现内斗 使得齐国无暇顾及 自己盟友国家的安危 秦国利用此时机 对韩魏两国发起了攻击 公元前293年 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一缺战争爆发 这场战役的起因是 秦军进攻东周 夺取两周 一直是历代秦王的梦想 在15年前 秦武王遇车通三川 以魁州市发动一阳战役 夺取三川之地 也打通了通往两周的道路 只是由于秦武王意外扛顶而死 没能进一步发动 夺取两周的战争 公元前293年 秦政府派向受为大将 率领军队攻打东周 并打败了东周的军队 自从周王室分裂以来 加在魏韩两国之间 实际上受到魏韩两国的控制 故而 韩黎王与魏昭王联手 干预秦军攻打东周 魏韩两国集结了24万军队 魏军由西吴指挥 韩军由公孙喜指挥 秦军已秀出大战的气味 遂从东周撤军 退至一缺 与魏韩两国联军对峙 一缺位于现今河南的龙门 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 就坐落于此 在一缺南部约20公里处 便是秦国新占领的新城 这是白起在去年 伐韩之役中所攻占的城池 在一缺的上空 战争阴云密布 面对魏韩庞大的兵团 秦国人忧心忡忡 在这个时候 秦国丞相魏冉 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向秦昭王推荐 由白起担任秦军大将 取代原先的大将向寿 魏冉此举是有政治风险的 因为向寿是秦昭王 从小到大的玩伴 当初甘茂就是在 向寿等人的排挤下才叛逃 如今魏冉大力推荐白起 倘若白起不能在战场上 立下大功 魏冉肯定会受到牵连 但魏冉相信自己的眼光 坚持推荐白起 白起临危受命 当他抵达一缺前线时 发现形势很严峻 与魏韩相比 他的兵力显得很单薄 只有十万左右 从兵力对比上 敌强我弱 但白起沉着冷静地应付 他大量搜罗情报分析敌情 最后发现魏韩联军的 一个巨大弱点 韩魏两国虽然在军队数量上 占据优势 但两国之间各自心怀鬼胎 都想让对方打头阵 自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白起看出这个破绽后 他把军队分成两部分 以其中一小部分作为宜兵 假装欲与韩国精锐部队交锋 大部队则悄悄集结到 魏军驻地附近 欲以雷霆万军之势 击破魏师 白起的判断是 韩国军队抱着保存实力的想法 肯定不会主动出击 只要牵制住韩军 以最快的速度击败魏师 然后再调转码头对付韩师 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事实证明 白起的判断是对的 秦军先以雷霆之势击溃了魏军 并斩杀魏军主将 使得魏军大乱 紧接着 白起又攻击韩军 韩军得知魏军崩溃的消息后 并未敢与秦军正面相对 而是仓皇出逃 白起不想放过韩军 下令全线追击 此意 秦军俘虏了韩国主将公孙熙 据史书记载 此意秦军斩杀了20万人 几乎让韩魏联军全军覆没 但这个数字是存疑的 具体数字无从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此意秦军收获颇丰 秦军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与白起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 他能因势力道 化不力为有力 此意对中原战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涵两国在此意巨大失败的阴影笼罩下 再也无力与秦国争一日之雄长 一雀之战也是白起的成名之战 此战过后 他的名气与地位犹如火箭般窜生 一雀之战胜利后 白起乘胜追击西州 此时的周王室已经不能依仗 韩魏两国 唯一的希望便是和赵国求救 为了自保 周王室派出使者 周最前往赵国会晤了赵国权臣李队 李队是害死赵武灵王的元凶之一 此时的他 正在赵国呼风唤雨 周最来到赵国后 用纵横家的说辞来劝说李队 希望赵国能出兵相救 此时的李队虽然在国内全清一时 但身背士军的骂名让他形象大打折扣 为了挽回自身形象 他决定帮助周王室 以此来积累名声 于是李队向秦国发出警告 要求秦军从周王室地盘上撤退 此前赵国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 已经完成了蜕变 军事力量足以让秦国感到忌惮 面对李队的警告 长期在外作战的白起 觉得不宜与赵国起冲突 因而选择从西州撤军 转而进攻魏国 刚在伊队之战中溃败的魏国 面对秦军来逃 一时间乱了方寸 魏昭王为了自保 只能选择割地求和 最终秦军拿到了魏国的土地 暂时离开了魏国 伊队之战不仅军事上是巨大的胜利 同时也令秦国的外交得到某些改善 最重要的成果是与楚国和解 秦国之所以要改善与楚国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之前诱补楚怀王的行为过于恶劣 几乎被所有的诸侯国孤立 在齐国、赵国相继陷入内乱的情况下 只有楚国能对秦国形成一定的威胁 伊阙之战结束后 秦昭王给楚请湘王写了一封信 表面上是有意和好 实则趁着胜利余威 逼迫楚国和秦国交好 此时楚怀王已经去世三年 楚国对秦国的仇恨被冲淡了很多 而且请湘王被秦昭王的语气吓倒 为了保全自身 楚请湘王答应与秦国联姻 双方恢复了外交关系 伊阙之战结束后 白起凭借夺目的表现 被提拔为国位 此后他又率领大军渡过黄河 攻打韩魏两国 随后又被提拔为大粮造 在此后的日子里 秦国在白起、魏冉、司马错等人连番讨伐下 土地被一点点蚕食 甚至只要听到秦军讨伐的消息 便主动提出割地的请求 正所谓以帝侍秦 游报心救火 心不敬火不灭 拓地千里的秦昭王 已经不满足于王这个称号 因为中原大帝遍地诸侯国都自称为王 王这个称号已经不值钱了 为了显示高人一等 秦昭王决定要用帝号来取代王 在秦昭帝这件事上 秦昭王非常小心翼翼 为了防止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他打算拉一个人共同称帝 纵观所有的诸侯国 有资格和他并驾齐驱的只有齐国 于是他决定自己称西帝 把东帝的头衔让给齐国 秦昭王此举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两国并立为帝后 可以联合起来 从东西两面一起夹击赵国 为此秦昭王派丞相魏冉亲自前往齐国 请齐敏王称帝 齐敏王听了魏冉的建议后 不敢贸然同意 他害怕此举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反感 齐国和秦国不一样 齐国的外交关系非常好 一旦称帝 必然会和秦国一样遭到孤立 正当齐敏王犹豫不决时 燕国使者苏代前来求见 苏代曾是齐国的谋臣 如今他已投奔燕国 这次他是作为燕昭王的特使 出使齐国 齐敏王听说 苏代在张华东门外等候召见 心中不禁一喜 苏代的智慧 绝非常人所能及 正好可以听听这位智者的意见 苏代告诉齐敏王 可以先答应秦国的建议 但不要急于进行称帝典礼 先看看其他诸侯国对秦国称帝的反应 如果其他诸侯国都没反应 届时再称帝也不迟 如果其他国家义愤填膺 则不要称帝 可以利用此事来收拢人心 苏代高屋建陵式的建议 犹如醍醐灌顶 齐敏王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 苏代又补充说 秦称西地 齐称东地 表面上看好像是平等的 然而 倘若两国称帝 各国会因为害怕秦国 而尊秦不尊齐 倘若放弃称帝 各国都愿意与齐国亲近 却讨厌秦国 与其联合秦国讨伐赵国 不如攻打宋国来的实惠 所以应该声明放弃帝号 以收天下民心 抛开秦国 不与之结盟定约 不与他争高低 还可以利用这个时机 攻打宋国 一旦具有宋国 就可以对魏国形成威胁 同时控制楚国的东部 赵国的东岸 同时对魏国的大良城 形成威压之势 届时 齐国必将受人尊崇 苏代作为一代纵横家 看问题非常具备深度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秦国的狼子野心 同时也给齐国 指明了一条道路 这番话听得齐敏王 心潮澎湃 完全接受了苏代的建议 同意秦国提出的称帝请求 但不对外公开 静观其变 果不其然 秦昭王称帝 遭到了各诸侯国一致反对 国际形势更加紧张 而齐敏王则公开宣称 放弃帝号 把秦国将了一军 由于反对声音过大 为了防止引起更多的麻烦 秦昭王在宣布称帝后 不到两个月 便灰溜溜地撤下了自己的帝号 而齐敏王由于放弃帝号 获得了各国一职称赞 巧妙地捞取了名声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苏代 但苏代初始 齐国并非专门为齐敏王出谋划策 而是为燕国捞取利益 此次他是来怂恿齐国 攻打宋国 而称帝一事 正好给苏代送上了助攻 让他可以好好地借题发挥 大谈伐宋之力 给齐敏王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苏代是苏秦的弟弟 当苏秦在齐国遇刺身亡后 他决定接过苏秦的衣钵 前往燕国做起了说客 在燕国内乱结束后 燕昭王上台 因为苏代与发起叛乱的 丞相子之有殷亲关系 害怕受到牵连 便前往齐国做起了谋臣 并为齐国多次出谋划策 成为圣明天下的外交家 后来孟长军卷入到叛乱风波 齐敏王任用原秦国大夫屡里为下 苏代因为与孟长军关系亲密 所以受到排挤 离开了齐国 苏代的离去 对齐国来讲是一个损失 对燕国来讲是一个好机会 苏代在齐国待了约二十年 对其底细可以说知道的一清二楚 得到苏代 就等于掌握了齐国大量的内部情报 燕昭王听说 苏代离开齐国后 盛情邀请他回到燕国 苏代最终答应了燕昭王的邀请 燕昭王继位后历经屠治 他心里憋着一口气 就是要一血亡国之耻 而当时让燕国灭亡的 正是齐国 苏代得知燕昭王的志向后 进行出谋划策 他告诉燕昭王 要想对齐国复仇成功 就得在外交上 让齐国国家孤立齐国 同时让齐国陷入战争泥潭 削弱其力量 公元前288年 苏代以燕国使节的身份 出使齐国 正好遇上齐王称帝事件 他便献上妙策 因此获得了齐敏王的信任 齐敏王把他视为心腹 加以重用 就这样 苏代成为燕昭王 安插在齐国的高级间谍 此后齐国政治上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燕昭王的眼睛 齐敏王听完苏代的建议后 便下定决心准备攻打宋国 在齐国罚送之前 魏赵两国已经结成联盟准备罚送 而他们之所以罚送 也是苏代在后面怂恿的结果 得知魏赵两国准备罚送后 齐敏王非常不快 他认为是魏赵两国 故意来和齐国争抢利益 于是便与魏赵两国交恶 但实力强大的赵国 根本不在意齐国的干涉 不仅如此 从公元前288开始 赵国还三次派兵攻打齐国 更为不利的是 秦国得知秦国罚送的意图后 也出来阻止 一时间 齐国四面树敌 国际关系降至冰点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 齐敏王决定和赵国和解 在连年与赵国对峙的过程中 齐国处于下风 要想和赵国和解 就必须出让利益 为此 齐敏王派使者前往赵国 向李队做出承诺 齐敏王做出承诺 只要拿下宋国 就把宋国的陶逸 作为礼物送给赵国 李队听后非常满意 便同意了与齐国和解 齐敏王这一招不仅结束了齐赵三年的军事冲突 还让赵国立挺齐国伐送 此事 赵国 齐国 秦国 已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随着赵国的崛起 一场针对秦国的合纵运动又开始了 齐赵为燕含五国组成联军 准备共同伐秦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五国联军虽然声势浩大 但各怀鬼胎 谁也不想在前面充当炮灰 最终伐秦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在东方诸国合纵抗秦的过程中 除了孟长军率领联军击败过秦国外 其他军以失败告终 赵国作为此次伐秦的主导者 一边组织联军伐秦 一边和秦国秘密谈判 试图共同瓜分魏国 此事被魏昭王得知 直接和赵国交悟 秦国健壮积极拉拢魏国 并成功将其拉拢到自己身边 李队私下和秦国达成秦赵联盟 对秦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为了自身安全 必须瓦解两国之间的联盟 为此 齐敏王委托苏代去游说李队 之所以派苏代前往 是因为苏代能力很强 更重要的是 齐敏王已经把他视为心腹 殊不知苏代只是燕昭王派到齐国的卧底 对一般人来讲 游说李队放弃刚达成协议的秦赵联盟 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在苏代这里 就变得一切都有可能 他告诉李队 齐王曾答应他 在伐宋大功告成后 把陶义割让给赵国 可是 倘若天下诸侯分裂而侍奉秦国 那么 秦国必然控制了宋国 秦王是个贪婪之人 魏冉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人 到时 赵国肯定得不到陶义 只能落个两手空空 只要赵国不跟秦国结盟 齐国就不必担心秦国 就能放心地攻打宋国 齐国伐宋 魏国与楚国肯定不甘示弱 也会出兵攻打宋国 如果燕国与赵国也出兵相助 那么以五国之力消灭宋国 拿下宋国 可谓是易如反掌 等攻下宋国后 陶义就是赵国的囊中之物 这番话直击李队的心坎 内心产生了动摇 苏代见状继续补充说 如今 韩 魏 齐三国互相猜疑 如果李队在这个时候 不坚持五国同盟条约 单独与秦国结盟 那么五国同盟必然大乱 他提醒李队 秦国与齐国并非不可能联合 倘若秦齐联合 那么 加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 赵国处境最不利 另外 要是秦赵同盟分裂 诸国转而侍奉秦国 到时 秦国便控制天下了 秦国一旦控制天下 将用残暴的手段来统治诸国 苏代提醒李队要及早做打算 李队想起两年前 秦齐两国打算并肩称帝瓜分赵国 对苏代的分析颇为认同 为此 李队终止了赵国与秦国之间的结盟 随着秦赵关系破裂 齐敏王便开始着手攻打宋国 在攻打宋国之前 齐敏王委派苏代入秦 试图说服秦国与齐国结盟 苏代告诉秦昭王 只要秦齐结盟 燕国 赵国 必因恐惧而割让弑帝已讨好秦国 这样秦国也能渔翁得利 但秦昭王并未被苏秦三言两语说服 后来 秦昭王同意了齐国伐宋 秦昭王之所以发生态度大转变 是因为秦国无力强行阻止齐国伐宋 既然无力阻止 不如把宋国这块肥肉送给齐国 让齐国独吞宋国 引起其他诸侯国眼红 而后 秦国再伺机作收渔翁之力 就这样 齐国通过一系列游说 把其他诸侯国都搞定了 至此 齐国伐宋再也没有反对声 宋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 文明程度相当高 莫子 庄子等人都是宋国人 此时 宋国国军是宋康王 他上台之初大力实施人证 但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 性情逐渐变得暴力 对国内百姓非常残暴 这也给齐国讨伐宋国提供了口实 参与伐宋的国家 包括齐国 魏国 赵国和燕国 但齐国是当仁不让的主力 其他国家只是伺机分一杯羹 当齐国军队大举南下时 宋康王派人前去侦查齐军的动向 不久 侦查人员回来报告说 齐国军队已经很近 百姓们都十分慌张 此时 宋康王身边的宁臣大骂侦查员 说宋国如此强大 齐国如此弱小 侦查员就是在造谣 宋康王听后将侦查员斩首 然后又派另外一人前去侦查 第二个人的说辞和第一个人差不多 又被杀死 随即又派出第三个人前去侦查 当第三个人归来时 害怕被杀 于是向宋康王禀报说 根本没见到齐国军队 宋康王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赏赐了他很多钱 但不久后 齐国大军就来到宋国城下 此时的宋康王才得知事实真相 危难之际 宋国向楚国搬救兵 楚国答应了宋国的求救 并告知宋国不要投降 让他们誓死抵抗 楚国会出兵相救 其实 楚国此举只是做作样子 是想让齐国看到楚国有义务出兵援送 如果想让楚国保持中立 必须给点好处 齐敏王明白了楚国的意思 便向楚国陨落 只要他们保持中立 灭宋之后会让楚国分一杯羹 宋国搬救兵失败后 失败的命运已经无法避免 最终宋国沦陷 宋康王这个暴君也死于非命 宋国也消失在战国的地图中 战后 齐国获得了宋国大部分地盘 魏国和楚国也得到了一部分土地 赵国的礼队也如愿把逃逸 揣进自己的腰包 遂东方诸国来讲 伐送之意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燕国却在此战中两手空空 虽然燕国也派出部队参与战争 但齐敏王看不起燕国 甚至把燕国大将张魁抓起来处死 此事传到燕国后 举国震惊 燕昭王颜面扫地 燕昭王一下子觉得血气上涌 怒气难压 他召集文武百官想要商讨 攻打齐国之事 此时大臣樊游站出来阻止燕昭王 他不但劝阻燕昭王不要攻打齐国 还要派一名使者到齐国为齐敏王道贺 起初燕昭王咽不下这口气 樊游劝他要忍辱负重 此时燕国还不是齐国的对手 贸然出兵只会让燕国再次灭亡 燕昭王冷静下来后 便采纳了樊游的建议 燕国使臣到了齐国时 齐潘王正在举办庆功宴 赫灭宋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他听说燕国使臣到来时 也不给燕国人面子 就传令让他上殿 使臣上殿后 就依凡游的指示 在殿堂上请罪 此时的齐敏王已经得意忘形 他让燕国使者在大殿上 把请罪词高声重复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灭宋之后 齐国边上的小国 全部都向齐国称臣 此时齐国的疆域 已经不逊于秦国 此时高高在上 野心勃勃的齐敏王忘了一件事 那便是高处不胜寒 从燕昭王即位的那一天起 他就始至复仇 国家复兴的第一件事 便是招揽人才 燕昭王身安此道 为了招募人才 他把姿态摆得很低 他的诚心和李贤下士的姿态 为其招纳了苏代 岳翼 邹衍 巨星等一众能人 除了苏代之外 其中 岳翼是魏文侯时代名将岳阳的后代 也是战国时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 邹衍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后来作为岳翼的副手 参与了伐旗之战 而邹衍是一名学者 哲人和阴阳家 他的主要才能并非表现在军事上 而是体现在经济上 邹衍对农学颇有造诣 他通过引进两种 改进耕作法 使许多荒地也可以种植树 大大缓解燕国了的粮食问题 在农耕时代 农业发达就会直接体现到军事层面 在燕昭王的历经图治下 燕国一天天强盛起来 但此时的燕国尚不足以与齐国抗衡 但强弱之间并非一成不变 就在齐敏王觉得自己如日中天之时 一件意外事件让齐敏王失去了民心 而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便会跌入无尽深渊 让齐敏王失去民心的人名叫胡元 胡元看到齐敏王的野心急剧膨胀时 深深为国家担忧 因此前去劝谏齐王 希望他能以史为鉴 但此时的齐敏王正在幻想成为天下公主 根本听不见去劝谏 他见胡元反复来劝谏自己 便下令将其处死 底下的官员得到处死胡元的命令后 并未直接前去抓捕 因为他们知道 胡元出于好心 于是在东门搭了一个台子 放了一把斧头 试图以此来提醒胡元让其逃跑 但胡元并未逃跑 而是主动前来引颈救路 胡元死后不久 齐国宗室田举 担心齐敏王倒行逆施 会害了国家 便直言劝谏 结果也被齐敏王斩首示众 自此之后 百姓不负 九族寒心 齐敏王的统治 已经开始向暴政倾斜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这个根本动摇了 国本就会动摇 反观燕昭王 在笼络民心方面 做得十分到位 为了帮助燕国一雪前耻 岳翼 苏黛等人尽心尽责 通过纵横百合的手段 为燕国寻找复仇时机 最终 燕国联合了秦国 赵国 韩国 魏国 组成了反齐联盟 准备对齐国发起致命一击 燕昭王建伐齐时机 已经成熟 便拜岳翼为上将军 杨惠文王则把赵国相印授予岳翼 让其作为总指挥 于是 浩浩荡荡向齐国进发 在刑制一半时 岳翼故意停滞不前 给齐敏王造成一种错觉 燕国是因为害怕齐国才裹足不前 为了抵抗前来讨伐的燕军 齐敏王委派苏黛作为统帅 苏黛听后内心大喜 但表面上仍再三推辞 表示 自己担心打了败仗会受到处罚 但齐敏王根本没把燕国放在眼里 他向苏黛承诺 即便打了败仗也不会惩罚他 就这样 苏黛成功给齐敏王挖了个大坑 然后率领齐军吃了一个大败仗 一站下来 齐师被燕军斩首两万人 战败后 苏黛退守扬城 然后上书给齐敏王汇报战斗失败的消息 并主动揽则 让齐敏王降罪自己 但齐敏王此前答应过苏黛不会对他进行惩罚 只能吃个哑巴亏 紧接着 苏黛要安排人在齐敏王面前进言 说苏黛失败并非用兵失误 只是运气欠佳 此时应该继续让苏黛做统帅 这样他才会感恩戴德 倾尽全力来报答国家 苏黛此举又是利用了齐敏王的弱点 让齐敏王不肯承认自己用人失误 只能坚持让苏黛挂帅 结果不出苏黛所料 齐敏王坚持让苏黛挂帅 并承诺不会做出惩罚 苏黛内心暗息 带领齐军又吃了一次败仗 这次损失比上次更大 三万名将士阵亡 苏黛连吃两次败仗后 齐敏王才相信他是真的不会打仗 便解除了苏黛的兵权 从此再也不信任他 与此同时也不再信任其他人 于是乎君臣不亲 百姓离心 越议两战斩杀五万齐国士兵 让反齐联盟看得异常兴奋 他们都跃跃欲试准备加入战斗 秦昭王派大将司礼和蒙齐率领军队会同 韩赵魏三国部队会师 成功杀入齐国 夺取了齐国九成 苏黛被解之后 齐敏王委任向子为统帅 抵御五国联军 向子眼见五国大军来势汹汹 便采取了兼臂清野的策略 用防守来代替进攻 只要时间一久 五国内部肯定会出现矛盾 向子的策略是正确的 但齐敏王早已悟空一切 他强行要求向子主动出门迎敌 不然就诸九族挖向子的祖坟 齐敏王此举让向子非常寒心 他一改手势 摆开阵势和五国联军正面硬杠 此举无异于让齐军前去送死 而向子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就是要让齐军溃败 双方刚刚交战 向子便下令明金收兵 齐国士兵傻了眼 可是命令不能不听 只能扭头就走 这时五国联军一拥而上 从背后紧追 齐师大败 处子以这种特别的方式 报复齐敏王对他的羞辱 在齐军溃败时 他自己架了一辆战车 跑得无影无踪齐军大败后 齐军部将达子 把一些残兵重新集结 准备继续和五国联军周旋 为了提振士气 达子上报 齐敏王希望能拨款补充军饷 但齐敏王听到要钱 立刻暴跳如雷 不但不给钱 还把他们大骂一顿 达子硬着头皮 带领残兵和五国联军再次交锋 结果又是一场大败 齐国屡战屡败 已经往齐敏王颜面尽失 战争打到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已经达到目的 可以结束战争 在战国时期 只有齐宣王 曾一度要灭掉燕国 除此之外 都是取得一定的战国后 便停止 秦国与韩国劳施远征 担心国内局势生变 便退出了战斗 而燕国、赵国、魏国 则继续留在齐国 越义继续担任总司令 越义是一个兼具雄心大志 和有勇有谋的人 他知道燕国实力并不强 三国一起行动 很难指挥赵国与魏国 为了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他给三个国家划分了作战区 让魏国军队攻略宋帝 赵国军队攻略河间 而燕国军队则指导齐都林兹 越义指导齐都的计划 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他们认为 燕国没有能力攻入齐都 如果继续孤军深入 不但不能重创齐国的军事力量 还会让燕齐两国结怨更深 但他们都不了解越义的雄心 越义要的是灭掉整个齐国 而不是仅仅给对方一点教训 越义凭借异于常人的洞察力 和超群的军事才能 采用虚晃的方式 让所经之处的齐国城池闭门不出 然后禁止往林兹进发 此时齐敏王仍没有感到危机 他认为 无论如何林兹也不会失手 因此 没有从其他地方调集军队前来救援 当越义率领大军兵临齐都城下时 齐敏王才知道大势已去 此时 林兹城内的军民 不但没有主动迎击燕军 反而幸灾乐祸地坐看燕军打进来 就这样 越义一鼓作气拿下了林兹 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国 被打成了一只纸老虎 此时 齐敏王面对的并非是绝境 因为齐国绝大多数城池仍未丢失 可以到兵力雄厚的城池暂毙 但齐敏王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 他没有留在齐国 而是逃到了卫国 贡献林兹后 越义大力犒赏将士 战胜的消息传回燕国后 燕昭王兴奋至极 他亲自动身前往济西犒赏三军 并封越义为昌国军 逃到卫国的齐敏王 起初被封为座上宾 后来 齐敏王凭借自己尊贵的身份 经常对卫国国军恶语相向 并干涉卫国的内政 时间一长 卫国难以忍受 嚣张跋扈的齐敏王 直接动用军队将其赶出国境 齐敏王正式成为流浪国军 随后 齐敏王带人来到了鲁国 到达鲁国之前 齐敏王派出使者告诉鲁国军臣 让他们以周天子的规格接待齐敏王 结果鲁国国军根本不买账 直接把齐敏王的使者轰了出去 随后 齐敏王打算到邹国 此时正值邹国国军病逝 齐敏王派人到邹国 要求他们把邹国国军的棺材转个方向 不能冲撞齐敏王的天子威严 结果 邹国军臣再次把使者轰出门外 接连吃到闭门羹后 无处可去的齐敏王回到齐国 躲进了举城 冷静下来的齐敏王 想借助楚国的力量赶走越异 因为楚国没有参加伐旗之战 于是派人到楚国颁救兵 楚国得到消息后 派闹齿率领大军前去支援齐国 但楚军到了齐国后 并未与燕军交战 而是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 闹齿还暗地里与越异联系 商讨由燕楚两国共同瓜分齐国 随后两国达成协议 紧接着 闹齿将齐敏王抓了起来 此时 齐敏王才意识到 让楚国人进来 纯粹是引狼入室 公元前284年 闹齿为齐敏王罗列了一系列罪状 然后将其处死 从齐国灭诵到齐敏王身亡 前后不过三年时间 齐敏王到死都没明白 当初发起的灭诵伟业 不过是燕国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 他把齐国最有才干的公子孟长军赶出国 以至于在国家危难时 没有人能站出来力挽狂澜 他错把燕国间谍当作心腹 以至于被苏代玩弄于股掌之间 他外行装内行 对前线将领指手画脚导致积水战役的惨败 他在最后关头还犯下致命错误 把不怀好意的楚国人当作救命的稻草 一个如此刚愎自用的君王 得此下场也算是因果报应 齐敏王死后 闹齿准备与越义商量共同瓜分齐国之事 但还未来得及商讨 闹齿就被齐敏王身边的亲兵暗杀 齐敏王死后 他的儿子田法璋继位 视为齐乡王 齐国虽然有了新国军 但仍然无法抵挡越义率领的燕军 越义深知要征服一个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 征服齐国更是困难 他确定了攻心为上的政策 为此 他接连发布了几条军令 其一 禁止燕国军队劫掠占领区百姓 要体现出仁义之师的样子 其二 大力求访齐国民间的闲视能人 并未以官职 推为上兵 其三 减轻百姓的税负 废除齐王时的苛政 此举令齐国民众大为欢迎 其四 隆重祭祀齐桓公与管仲 这是向民众传递一个信息 齐桓公与管仲奠立强国之机 可是 田氏最终霸占了齐国 当今的齐王并不是正统的君主 而只是篡权者 田氏政府是不合法的政府 事实证明 越义的政治攻势非常有效 他巧妙地利用民众对齐王的不满 而大作文章 落化齐军的抵抗决心 发动宣传攻势的同时 越义加紧了军事方面的部署 经过长达五年的南征北讨 越义于公元前279年 将多数齐国土地收入囊中 此时只有吉末和举城 上等顽强抵抗 就在越义准备全力拿下剩余两城时 有人在燕昭王耳边 尽献谗言 说越义连下齐国七十余城 每到一地都能迅速拿下 如今只剩两座城池 却久攻不下 是因为越义想当齐国国王 这本是捕风捉影之词 没有任何依据 任何古代君王最怕的就是 功高震主 对燕昭王来讲 保住自己的权力是最重要的 但燕昭王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并未之间听信谗言 而是召集群臣赴宴 他告诉群臣 自己广昭贤 才就是为了完成复仇大业 谁要能帮他完成复仇大业 就可以和他一起 共同统治燕国 如今 越义帮他实现了复仇大业 倘若越义愿意统治齐国 与燕国共同抗击 其他国家的入侵 不仅是燕国之福 也是燕昭王的心愿 说完 就把进献谗言的人当众斩首 燕昭王此举体现了 高超的政治智慧 假如越义是忠心的 他就不必担心 假如越义有意在齐国称王 以燕国现在的实力 并不能阻止越义 还不如送越义一件王冠 事实证明 越义没有反心 面对燕昭王的慷慨之举 他既成皇成孔 又万分感激 当即写信上表忠心 此后再也没人在燕昭王面前 说越义的谗言 不久后 燕昭王并逝 作为战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他在位33年 在一片废墟的国土上 重新建立起新国家 同时以坚韧不拔的意志 让国家再次富强 并成功报仇血恨 他以千功之心理贤下士 为越义抵挡流言蜚语 占领齐国后 对齐国实行人证 种种迹象都表明 燕昭王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楷模 燕昭王去世后 吉墨和举城仍在顽强抵抗 越义改变了策略 打算集中兵力来攻打吉墨 然后再攻打举城 此时吉墨的守城主将刚刚去世 关键时刻 大家推举田丹为吉墨守城主将 田丹本是齐国的一个小官 一直都没有表现的机会 吉墨大夫战死后 在讨论谁能成为新的统帅时 大家都觉得田丹这个人有谋略 能担当大任 况且田丹还是王族亲戚 又有族人的支持 于是大家都同意由他出任将军 面对当前极为不利的形势 田丹做了一番分析 他认为 面对越义这样的对手 正面出击没有任何机会 只有除掉越义才有一点胜算 要想除掉越义 必须使用反剑计 之前燕昭王在世时 无法离间军臣之间的关系 如今燕昭王去世 有人再次在新继任的燕会王耳边 尽献谈言 说齐国只剩下两座城没攻下来 越义把军队铸囤在齐国 实际上是想拖延战争 等齐国民心归顺后 自己就当齐王 现在齐国人不怕越义 只怕燕国调派其他将领过来 如果那样的话 吉莫城就必破无疑了 这样的谣言并没有新意 但燕会王不具备燕昭王的胸襟和见识 他被这种谣言吓倒 于是便决心撤掉越义 让一名名叫齐杰的人前去替代越义 越义指导自己被替代后 害怕回到燕国会遭到迫害 于是选择投奔赵国 此时的越义已经名满天下 赵惠文王对他的到来非常欢迎 并送上高官后路作为奖赏 成功离间越义与燕惠王的关系后 田丹再次上演了苦肉计 他要激起齐国民众对燕军的仇恨 扭转燕军仁义之师的形象 为此他放出口风 说齐国人并不害怕燕军 因为即便被俘也会得到优待 只有燕国人把齐国人的鼻子割下来 齐国人才会害怕 替代越义的齐杰是一个庸才 他听到这种说法后认为很有道理 便将抓获的齐国俘虏的鼻子都割了下来 并拉到吉墨城下展览 以此来震慑齐国人 这种恐怖手段固然令吉墨军民胆战心惊 可更激起他们的愤怒 以前越义曾下令 如有从城内逃出的百姓 一律不准侵犯 生活困难的 一律给予镇计 越义明白 要征服一个国家 首先必须要征服民心 可是越义多年的努力 被齐杰完全摧毁 从此以后 没有一个寂寞百姓敢出城 向燕军投降 谁也不想被割掉鼻子 燕军的暴行 不仅没有吓唬住城内的军民 反倒坚定了守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此时 齐国人对燕军的形象已经完全转变 但田丹仍觉得不够 他再次对外放风 说齐国人最害怕燕军挖他们的祖坟 如果祖宗的尸骨被凌辱 更会摧毁齐国人的意志 齐杰听到这种话后 又把齐国人的祖坟给挖了 并把尸骨拿出来焚烧 寂寞军民站在城墙 看到自己的祖坟被挖 先人尸骨被人凌辱 内心燃起了熊熊烈 纷纷请求出战 田丹知道 已经成功让寂寞军民燃起了恨 但光有恨是不够的 打仗最重要的是靠智慧 他一边带人加固城墙 一边把精锐部队隐藏起来 让老若富儒站在城墙 达到视若余都的目的 这种招数瞒不过越异这样的名将 但糊弄齐杰这样的庸才绰绰有余 紧接着 田丹又派人到燕军面前请降 燕军将士听后无不欢欣鼓舞 五年的长途征战 已经让燕军将士思乡情窃 如今燕军战争即将结束 便慢慢放松了警惕 燕军兵营一派轻松景象 士兵们不像过去那样严阵以待 在燕军放松警惕的同时 吉墨城内的军民都动员起来 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 要击破燕军 就必须要出奇制胜 田丹开创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战法 火牛阵 田丹把吉墨城中的牛都收集过来 有一千多头 在田丹眼中 一千头牛就是一支精锐的部队 他给每头牛都穿上衣服 而且衣服上还涂了五颜六色的图案 牛角上绑上尖刀 牛尾上缠着一束芦苇 芦苇还用油进过 他把这群牛分成数十组 沿着城墙建了数十个牛圈 然后在正对着牛圈的城墙上挖洞 入夜时分 田丹下令在牛尾巴上点火 并且打开牛圈 牛圈的门通向城墙挖开的洞 在火烧的疼痛下 他们冲出墙洞 一直冲向燕军的兵营 燕国士兵正在酣睡中 整个燕军兵营乱作一团 后来 燕军控制住了这些火牛 本以为可以稍作休息的时候 齐军的第二波攻击来了 田丹派出五千名精锐士兵 发起冲锋 与此同时 田丹又命人在城墙上集体擂鼓 在夜色的掩护下 燕军不知齐军有多少士兵 再次陷入慌乱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 燕军主帅齐杰在乱战中被杀死 如此一来 燕军大势已去 最后败走吉墨城 凭此一役 田丹成为战国最耀眼的名将之一 燕军败走吉墨的消息传开后 习国人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田丹率领大军从吉墨出发 一所道之处 民众纷纷前来投军 而燕军指挥系统已经瘫痪 无心恋战 只能纷纷逃窜 在短短的数月内 齐国七十余座城池都摆脱了燕国的控制 田丹创造了一个神话 把齐国从王国的边缘硬生生给拽了回来 齐国的疯狂反扑 让燕惠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过他没有反思自己 而是将责任全部都推到越义身上 为此 他给越义写了一封信 信中指出 之所以用齐杰来顶替他 是考虑到越义常年征战在外非常劳累 想召他回来商讨大事 但越义却听信谣言 投奔赵国导致燕军一败涂地 这样怎么对得起先王的知遇之恩 燕惠王这个举动足以看出他的心胸有多狭隘 实际上 越义并不欠燕国 反而是燕国多次质疑越义 面对燕惠王的责难 越义也回了一封偿信 其中回顾了自己投奔燕国 并受到燕昭王重用的经过 以及罚其前后的种种经历 越义还为自己投奔赵国一事进行辩护 他并未批评燕惠王 而是批评燕惠王身边的宁臣 越义信中还提到 赵惠文王曾想趁齐国反扑之际攻打燕国 是他极力阻止 才让燕国幸免于难 燕惠王看完书信后 内心有些愧疚 当他确认越义信中所说的事情为真后 便把越义留在燕国的儿子 封为昌国君 因为越义从中协调 此后燕赵两国和平相处 越义去赵夫燕时 没有做过对不起赵国的事 去燕归赵后 也没有做过对不起燕国的事 相反 他还成为两国和平的使节 这就是他的伟大人格 与越义的崎岖坎坷相比 田丹的经历也很曲折 田丹把燕军驱逐出境后 随后把藏在深山里里的齐香王接了回来 齐香王随后拜田丹为齐国丞相 封他为安平君 齐香王和燕惠王一样 同样都是庸才 庸才的最大本事便是猜忌他人 虽然齐香王拜田丹为相 但处处提防他 有一次田丹遇到一位老人 当时天气寒冷 田丹心生怜悯 便把自己的衣服给老人披上 老人十分感动 后来此事传到齐香王耳朵里 他觉得 这是田丹在笼络人心 是有谋反篡位的念头 之所以说 齐香王是个愚蠢的君主 是因为不会看问题 当初田丹写举世之功 本身又是田氏家族的人 要想成为齐国国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夺位 但此时让齐香王惠田丹起了疑心 并处处提防 尤其是齐香王身边的几个宠臣 无时无刻不想置他于死地 为了刁难田丹 齐香王和身边的几位宁臣 经常在各种场合给田丹难堪 但始终找不到他谋反的理由 后来一位叫刁伯的人 为田丹解除了困境 刁伯是齐国一位贤人 由田丹推荐给齐香王 几位宁臣联手陷害田丹时 刁伯正作为齐国使臣出访楚国 他回到齐国后 齐香王设宴为他接风洗尘 酒宴过半时 齐香王吩咐下人说去把丞相田丹叫来叫 刁伯听到此话 便问齐香王能比得上周文王吗 齐香王达到比不上 刁伯接着又问齐香王能比得上齐桓公吗 齐香王还是回答不及他们 刁伯说 周文王得到江子崖辅佐后 封他为太公 齐桓公得到管仲辅佐后 尊他为重父 而安平君就齐国与生死存亡之计 为齐国立下不适之功 事后又把齐香公从深山里接回来 足以说明 他是个有勇有谋 且重视道义之人 如果他想自立为王 没人能阻止 如今不但得不到尊重 反而还直呼其名 这种行为连不安事事的幼童都做不出来 没想到出自君王之口 着实让人不耻 这一番话让齐香公满脸通红 刁伯继续补充说 他说 齐香公身边有几个宁臣 如果不杀掉他们向安平君谢罪 恐怕齐国会再次灭亡 刁伯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 让齐香王无地自容 他知道如果把田丹逼急了 以田丹的能力 很有可能把他赶下台 想到此处 齐香公冒出一身冷汗 然后把身边近禅言的几位宁臣处死 同时把业役万户封给田丹 以这种方式 委婉地向田丹道歉 田丹和越义 作为战国时期著名将领 虽然没有正面交锋 但在各自统领的战争中 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他们的故事 也成为后世讨论的佳话 田丹创造的奇迹 只是让齐国没有亡国 但并未让齐国再次重返强国行列 伐齐之战过后 齐国已经成为二流国家 在齐国衰落的同时 赵国则进入到鼎盛时期 成为当时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 接下来战国博弈的主线 则是赵国与秦国的舞台 公元前284年 执掌赵国的权臣李对去世 赵国正式进入赵慧文王时代 此时的赵国逐渐迈入鼎盛时期 在伐齐之战中 赵国诞生了一员名将 便是众人熟知的连坡 在与秦国博弈的过程中 令相如又脱颖而出 随后围绕着两人 发生了一些 耳熟能详的故事 比如在完毕归赵中 令相如立措秦昭王的阴谋 免持之会上 令相如以死相邪 让秦王为赵王击否 将相何忠 令相如凭借广阔的胸襟 让连坡赴京请罪 并成为文景之交等 这些故事已经被编入中文教材 大多数人都知道 大体的故事框架 对此 本视频就不再过多叙述 在连坡和令相如的配合下 赵国不断地壮大 但不足以和秦国一战 秦国是有能力全面碾压赵国的 秦国之所以在免持之会上 主动与赵国和解 是因为南方的楚国楚楚欲动 反秦联盟呼之欲出 之前秦昭王又杀楚怀王的事情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但楚国民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把这个视为国耻 而楚请湘王与秦国达成和解 让很多人颇为不满 公元前281年 楚请湘王得知民间有一位神射手 便把他召来分享射箭经验 没想到 这位神射手没有分享半句射箭经验 他慷慨激昂地向楚请王诉说 楚怀王被杀给楚国带来的耻辱 他说楚国帝大物国 兵力众多 可是却没有雄心壮志 这实属令人感到沮丧 他恳求请湘王向秦国寻仇 楚请湘王被他的话赐到了心中的痛处 心中复仇的欲望被激起 于是便派人出使东方各国 打算与各国重新合纵 联合起来讨伐秦国 不过这只是楚国的一厢情愿 楚国在春秋时期是当仁不让的霸主 但在战国时期已经没落 虽然地大物博 但混乱不堪的政治 让整个国家一盘散沙 楚国的国家权力都把持在老贵族 老官僚手中 政治效率低下 腐败严重 当年无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内政 但最后功亏一皇 被贵族阶级反攻倒算 惨死于剑下 此后 楚国也永远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机会 成为七雄中最守旧的国家 当秦昭王得知楚国打算合纵诸侯时 他意识到 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公元前280年 秦军对楚国发动进攻 楚军大败 一心想要报仇的楚请湘王 只得割让上庸汉北之地给秦国 但秦国并不想就此收手 在全面罚楚之前 与赵国在免池达成了和平协议 然后可以腾出手来 专门对付楚国 公元前279年 冷血战神白起再次挂帅出征 率领数万大军再次攻入楚国 此时的楚国号称有百万大军 但白起仅以数万军队迎敌 之所以这么做 是基于对楚国的充分了解 楚国虽号称百万大军 但基本上没有战斗力 而且在战国名将被出的大背景下 楚国几乎没出过名将 名将在古代战争中 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白起率领军队 先以水淹的方式 拿下了楚国别都淹城 紧接着 又一股作气 拿下了云 凳 西陵等地 换作他人 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后 早就选择班师回朝准备领赏 但白起不满足以此 他率领军队直逼楚国国都颖都 白起此举非常冒险 因为他只有数万人 停戒这些兵力就敢直逼颖都 对后勤补给和士兵心理 都是巨大的考验 为了体现攻打颖都的决心 白起在军队渡后 下令烧掉船只 毁掉桥梁 让士兵们明白 没有后路可退 为了解决补给问题 秦军一路掠夺沿途百姓 最终杀到了颖都城下 这个情况让整个楚国都始料未及 当秦军杀进颖都时 整个城内乱作一团 楚军还未来得及防范 便已经沦陷 白起下令 毁掉了楚国的宗族庙堂 被吓破胆的楚请湘王 紧急逃往陈地 并迁都至此 以此来躲避秦国的锋芒 此役是白起在伊雀之战后的又一个军事杰作 他又一次以寡击中 把大片的土地收入秦国囊中 秦国涉南郡 把颖都列入管辖范围 此役过后 白起被封为武安军 秦国在楚国身上捞足了利益之后 又把目光转向了韩魏身上 公元前277年 魏昭王去世 他的儿子继位 视为魏安离王 秦赵两国趁魏国权力更迭之际 突然发起攻势 秦国派出白起 赵国则派出连坡 一路深入魏国境内攻城掠地 秦赵两国之所以会共同乏魏 大概率是在免迟之会上达成协议 共同来瓜分魏国 公元前275年 秦国丞相魏冉 亲在率军再度乏魏 并直逼魏国国都大梁城 赶到纯王齿寒的韩国前来相助 奈何实力不济 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国 一次次向秦国割地求和 魏国眼见秦国的胃口越来越大 为了保证再次割地后 能够换来和平 魏安王派出中大夫虚假 前往秦营和魏冉交涉 虚假不如使命 他告诉魏冉 一旦秦国长驱直入拿下魏国 将来受益的肯定会是赵国 虽然秦赵两国在免迟之会上达成了协议 但这种协议是随时可以撕毁的 要是赵国徽师南下截断秦军的后方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出于这方面考虑 秦军最终放弃攻占大梁城 魏国侥幸逃过一劫 在此后的日子里 秦赵两国开始了国土扩张竞赛 公元前275年 赵国派连颇挂帅 攻取了魏国防陵 安阳两座城池 公元前274年 赵国另一名大将 燕州进攻齐国 拿下了高唐与昌城 同年年底 秦国丞相魏冉再度率军攻入魏国 攻下四座城池 并斩首四万人 在秦赵两国轮番践踏下 魏安离王终于吃不消 如此下去 地盘很快会被秦赵两国瓜分 要想寻求自保 只能在秦赵中间选择一个国家投奔 经过一番考量 魏国打算投奔赵国 因为赵国和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 从情感上比较容易接受 为了投靠赵国 魏国必须送出见面礼 而赵国要求的见面礼 就是牺牲韩国 尽管韩国在魏国遇难时多次相救 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只能放弃道义 因此 魏国投靠赵国后 立马充当马前卒 和赵国一起联手进攻韩国的华阳城 面对魏国的背叛 韩国怒不可遏 但也无可奈何 为了对抗赵魏的入侵 只能投奔秦国 秦国眼见韩国主动投怀送报 不失为一次很好的扩张机会 于是撕毁了秦赵之间达成的协议 派白启为主帅 前去支援韩国华阳城 白启作为那个时代的长盛将军 仅用了八天时间就从秦国赶到韩国华阳城 并大破魏国军团 斩杀魏军十五万 紧接着 白启又大败赵军 斩首超过两万人 这是继一阙之战 法楚之战后 白启取得了又一次大胜 这次大胜并未让白启满足 他想一口气灭掉魏国 只要灭掉魏国 就可以彻底瓦解东方诸国的合纵运动 于是率兵直逼大梁城 在秦军的威慑下 魏安黎王再次选择割地求和 此时纵横加苏带提出异议 他说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以帝是秦 邮暴心就火 心不敬火不灭 魏安黎王表示 道理他都懂 但为了自保 还是得给秦国割地 于是 再次与秦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白启得逞后 才下令撤退 华阳之战过后 秦国与赵国正式开启了全面对抗 在全面攻打赵国之前 秦昭王想先拿下楚国 因为楚国的实力不如赵国 下定决心后 秦昭王便命白起做好全面攻处的准备 得知秦国攻处的意向后 楚国派出使者出使秦国和谈 担任此次出使任务的便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楚国春申君黄歇 黄歇从小就在各国游历 具备非同寻常的见识 而且口才水平非常高 在他的说动下 秦昭王放弃了法楚计划 转而与楚国缔结成联盟 共同对付赵国 公元前270年 秦国委派胡杨挂帅 率领大军借到韩国 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燕与城 作为秦国的后起之秀 秦昭王对胡杨寄予厚望 胡杨也想用一场大胜 来为自己证明 秦军包围燕与城后 赵惠文王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赵国的顶梁柱 连坡和名将岳城 均表示难以救援 这个答案让惠文王不满意 就在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 赵舍 此时的赵舍刚在赵国展露头角 名气上无法与连坡等人相比 但他内心一直想建功立业 而且有勇有谋 当惠文王问他 该如何应对燕与城之困时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应该前去救援 这让惠文王很高兴 最后委任他为赵国总司令 前去解为燕与城 赵舍最终不复所望 他先是视若来迷惑秦军 让胡扬以为自己是个不会打仗的庸才 进而放松了对赵舍的警惕 专心攻打燕与城 大后方几乎不设防 赵舍见秦军重计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奔袭秦军的大后方 并大破秦军 此意不但解除了燕与城的危机 也让秦国遭受了自商鞅变法以来 最大的一次败仗 关于此意秦军伤亡具体数据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秦军伤亡惨重 按照秦国人的性格 若不是遭遇灭顶之灾 肯定不会撤退 赵舍也凭借此意 成为赵国最著名的将领之一 赵舍凯旋归来后 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赵惠文王封赵舍为马夫君 与连坡令相如平起平坐 公元前266年 燕与之战后的第三年 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执掌秦国大权近40年的权臣 魏冉忠于失事 取而代之的是范居 他取代魏冉成为了秦国丞相 能撬动魏冉的根基 足以说明 范居不是一般的人物 范居并不是秦国人 而是魏国人 他出身家境贫寒 没有人引荐他为君王效力 为了改变命运走向政坛 范居开始学习纵横术 当起了一名说客 并投奔在魏国大夫虚假门下 虚假是魏国重臣 一次偶然的机会 范居跟随虚假出使齐国 他的出色口才赢得了齐湘王的欣赏 于是 齐湘王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 其中包括了黄金和牛肉九十 这本是一次正常的人情往来 但心胸狭隘的虚假心生妒忌 他见齐湘王没有赏赐他 反而赏赐他的门客 心中十分不快 于是诬陷范居和齐国之间暗中勾连 并将其抓起来严刑拷问 范居被打得奄奄一息 虚假以为他已经死亡 便用草席把范居包裹起来 扔到厕所 任其自生自灭 后来范居大难不死 成功逃脱 后来 秦国派使臣王基访问魏国 范居通过朋友的联系上了王基 表达了投奔秦国的想法 此时的秦国正在大量招罗人才 王基和范居见面后 听他讲述了对时局的看法 认为范居是个人才 便将他藏在自己的车队里 悄悄带出魏国 马车进入到秦国境内 并非意味着范居已经安全 因为大权独揽的魏冉 非常讨厌各国来的说客 他怕其他说客的到来 会影响自己的地位 于是 对每一辆进咸阳城的马车 都会仔细盘查 以免其他国家说客 不经过他的同意 混进咸阳城 到达咸阳后 范居为了躲避魏冉搜查 不再藏于王基的马车里 而是假扮成驾驶马车的随从 由此躲过了魏冉的追查 成功到达了咸阳 到达咸阳后 王基便马不停蹄地去面见秦昭王 除了向他汇报出始魏国的成果外 还把范居推荐给秦昭王 并告诉秦昭王范居是个大才 如果能启用他 秦国就能更进一步 秦昭王和前几任秦王相比 非常讨厌外国说客 他之前没听过范居的名号 对于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也没有兴趣 出于对王基的尊重 秦昭王并未赶走范居 但也没有见他 就这样 范居在秦国度过了一年多 他眼见秦昭王没有见自己的意思 于是 冒死给秦王写了一封书信 他在信中说 如果秦王见完自己后没有收获 愿以受刀斧之行 这封信由王基转交给秦昭王 秦王看了后 颇受震动 他亲自向王基道歉 并派人用专车去接范居入宫 范居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举动 是因为他深知秦昭王的痛点 此时的秦国已经是第一强国 对外战争接连取得胜利 如果还停留在合纵连横的老套说字上 根本无法打动秦昭王 经过范居的观察 他发现秦昭王有一个心病 那便是大权旁落 表面上看 秦昭王是秦国最高统治者 实际上他的权力有限 在他之上有自己的母亲宣太后 在他之下还有魏冉长期把持朝政 除此之外 秦昭王的弟弟 京阳君与高龄君也经常插手朝政 范居对秦国的权力格局看得清晰 如果不把魏冉推倒 他在秦国不会有什么作为 要推倒魏冉 只能靠一个人 秦昭王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后 范随终于有机会见到秦昭王 见到秦昭王后 他请求秦昭王停退左右 秦昭王见状似乎明白了范居的意图 便命人不得进入 此时 只有他和范居两人独处 范居开门见山地直指秦昭王的心病 说他对上畏惧太后的威严 对下则被奸臣愚弄 身居身宫之内 不离保姆之手 一辈子受迷惑 没法辨别奸邪 这样下去 从大处说 可以倾覆宗庙设计 从小处说 可能自身难保 秦昭王听后大惊 这正是自己所担心的地方 他赶紧向范居行礼 请他继续说下去 范居说 秦国虽然强大 但魏冉并不热衷于为国家做贡献 而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而且 秦昭王本身在外交方面 也有失误之处 秦昭王想进一步问自己的不足之处 此时 范居发现宫殿帷幕外有动静 似乎有人在偷听 他瞬间明白秦宫也不是安全之地 为了不透露更多的信息 他便不再说秦国内政 只说对外政策 在与秦昭王的交谈中 范居提出了远交进宫的观点 并给出了秦国在应对国际关系时 具体的执行方案 这些话让秦昭王听得非常入迷 此时的秦昭王已经在王位上 做了38年 尽管是万人敬仰的君主 但心中的苦闷只有自己清楚 看到眼前的范居 秦昭王有了一种相见恨晚 知音难觅的感觉 范居虽然得到了秦王的认可 但碍于未染的权利 他并未让范居一步登天 而是让他以克卿的身份给秦国服务 此后 秦昭王采用范居的建议 先后攻取魏国的怀地与行秋 范居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公元前266年 秦昭王觉得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 是时候除掉魏冉了 此时 范居已经入秦四年 在秦王的支持下 他已经在秦国站稳了脚跟 为了报答秦昭王 他决定与秦昭王来一次密谈 在此次密谈中 范居把宣太后 魏冉 京阳君 高陵君等人对王权的威胁 一一向秦昭王分析 并告诉秦昭王 如果不除掉这些人 秦昭王就不算大秦真正的主人 这些话再次刺痛了秦昭王 他下定决心 要把这些人一一除掉 秦昭王首先把矛头 对准了自己的母亲宣太后 拿掉宣太后的理由 是因为他淫乱后宫 作为秦桧王的妃子 在秦桧王死后 他还是个年轻的女子 不甘寂寞的他 与自己的弟弟魏冉 掌控了秦国大权 随后便开始光明正大的淫乱后宫 宣太后的情人很多 其中比较出名的 有义渠王和魏丑夫 当时宣太后成功把义渠王 发展为自己的情人 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 可后来宣太后移情别恋 觉得义渠王碍事 又设计将其杀死 关于宣太后的淫乱事迹非常多 最离谱的是 他居然在外交场合 大谈特谈自己的风流运势 让前来搬救兵的韩国使者 大为震惊 基于这些淫乱往事 秦昭王有非常充足正当的理由 来罢黜宣太后 在权力争斗面前 母子情变得一文不值 随着宣太后被罢处 魏冉 京阳军 高陵军等人 也接连被拉下马 不过 秦昭王并没有杀他们 只是取消了他们的官职 事后 仍然给予物质上的后代 魏冉下台后 范居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秦国的丞相 范居上台后 开始实施远交进攻的战术 准备蚕食韩卫两国 魏国君主听说秦国新丞相上任 便派人前去祝贺 而担当初始任务的正是虚假 再次见到范居 对方已经是秦国丞相 虚假不由地心生唏嘘 并为之间的过错向其道歉 不过 范居并未杀虚假 而是把他侮辱了一番 在虚假临行前 范居为他大摆宴席 在席间 范居让两个受过情形的囚徒 站在虚假两边 两人夹着他的手 让虚假只能用嘴去吃桌子上的食物 他们把这个称作马食 意思是像马那样吃东西 受辱后 虚假满脸通红 但只能默默承受 宴席结束后 范居才放虚假回去 范居为秦相后 秦国的战略愈加明晰 这个战略就是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并不是范居的发明 从商鞅开始 秦国的外交战略就是远交进攻 直到魏冉当权时 这种战略才出现改变 在魏冉时代 秦国多次越含魏而攻齐国 此战略无法集中力量摧毁三进的武装 从理论上说 进攻齐国不仅费力 也很难保住胜利的果实 魏冉并非为秦国的利益着想 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劳师远征齐国 不过是假攻济私 拓展私人的地盘罢了 范属赶走魏冉后 制定了新的战略 拉拢齐国 重点进攻韩赵魏三国 同时减少于楚国的军事摩擦 公元前263年 楚请湘王一并不起 后来在秦国做人质的 楚国太子和黄歇逃回楚国 并成功继位 视为楚考列王 考列王上台后 拜黄歇为下 起初 秦昭王对楚国太子逃跑一事非常生气 后来 在范居的劝说下才平息愤怒 没有让秦楚之间的关系破裂 成功拉拢楚国后 范居准备集中精力 来对付赵国 在罚赵之前 范居决定先拿下韩国 于是让白起三次攻打韩国 并于公元前262年 拿下了韩国的上党郡 按照韩国的传统 每当战争失利后 为了换取和平都会割地请降 此次也不例外 就在韩国准备把上党郡 割让给秦国之时 上党军民不同意 他们不愿做秦国人的奴隶 上党郡守冯廷率领军民 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但上党凭借一己之力 无法与秦军长期抗衡 无奈之下 冯廷决定把上党献给赵国 希望赵国能接收 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 对于这个意外之喜 赵孝成王几乎没有考虑 就全盘收下 他召见平阳军照报 让他前去接收 但平阳军却说 这是个烫手山芋 弄不好会得罪秦国 但孝成王并不想放弃 这个意外之喜 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 孝成王又咨询了平原军赵胜的意见 赵胜也认为 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 孝成王便坚定了接收上党的决心 并派赵胜前去接收 并派出军队入驻 名将连坡驻军于长平 长平是上党十七座城池中的一座 位于今天的山西高平西北 至此 上党郡成为了赵国领地 对于赵国半路抄劫的行为 秦昭王十分愤怒 眼见自己经营多日的地方被赵国拿走 秦昭王不想继续忍让 于是派白起 王和率军攻打上党 闻名于世的长平之战 拉开了序幕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 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作为战争的其中一方 此前 赵奢曾经历措秦军 取得了赵国战争史上 最辉煌的一场胜利 这场胜利 给了赵国足够的信心 来抗衡秦国 但此时的赵奢已经病逝 令向如也是重病缠身 国内只有连坡尚且能与白起一战 眼见白起率军前来攻打 孝成王任命连坡为总司令 从连坡过往的战斗经验来看 可以判断他是一位急性子的人 但此次受命和白起对战后 他却下令在长平修筑防御线 根本没打算与秦军硬碰硬 这是连坡的非凡之处 这些改变也是认识令向如之后发生的 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将军 他深知赢得最终的胜利 要比酣畅淋漓的杀敌更重要 连坡深知要赢得长平之战的胜利 关键在于顶住秦军的三板斧 以兼臂青野的战术 用防御代替进攻 只要能守住长平防线 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 最终也会令秦军无功而返 连坡的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拖垮秦军 他的持久战战略四桌十巧 因为秦军在上党地区作战 补给运输线漫长 利于速战 不利于持久 当白起集结大军在长平城下叫阵 让连坡下来决一死战时 连坡选择了不理不睬 坚决采取指手不攻 兼臂青野的策略 面对这样的局面 秦军犹如被困在笼中的老虎 根本施展不开本领 尽管秦军在小范围内 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整体上仍然无法敲开长平的大门 于是秦兆双方形成了对峙 本来一场对峰战 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秦昭王见白起久攻无果 便把他调离战场 让王和坐镇指挥 而白起则去攻打韩国 并于公元前261年 接连攻破韩国城池 以此来报复韩国 未能按时上交上党郡 同时也防止韩国 在秦国与赵国交战时 暗自与赵国结盟 来偷袭秦国 白起打完韩国后 长平城下的对峙还在持续 连坡似乎铁了心 想要拖死秦军 秦国眼见局势 对自己越来越不利 为了担心 齐卫楚等国家 会趁机前来帮助赵国 虽采用远交进攻的手段 接连拉拢齐卫楚三国 让这三国选择作弊上官 不要掺和这场战斗 从军事层面来看 连坡兼臂清野的战术 很好地阻止了秦军的进攻 但对军事很外行的 赵孝成王认为 连坡的防御战打得太被动 如果持续消耗下去 对赵国不利 便召集大臣楼昌 与于清商量对策 对此楼昌表示 可以主动向秦国请和 以此来结束战争 而于清则认为 可以趁机拉拢楚魏两国 只要派使者前往两国 不论对方是否同意联合 秦国都会怀疑 楚魏两国打算与赵国合纵 秦国就会有后顾之忧 届时再去与秦国议和 就能占据主动权 从战略层面来看 于清的建议是合理的 但孝成王认为 于清的策略太耗时间 他想走捷径 便采纳了楼昌的建议 事实证明 这是赵国外交上的一次败笔 秦昌王眼见赵国派使者前来 大摆排场在王宫进行接见 此举是为了让魏国和楚国看 在援救赵国上 魏安王本是打算有所行动的 楚考列王虽然犹豫不决 却仍然有可能与赵国联合 但是赵国的外交失误 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在楚位看来 赵国已经主动去求和了 他们更加没有出兵援赵的必要 关于长平之战 大多数人比较关注战争本身 以及作战中的具体战术 实际上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 失败原因有很多 外交上的失败 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赵国此番议和 并未取得成功 双方不断把精锐投入到战场 此时长平之战 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 此时两国的主帅 仍是连坡与王和 急于打破僵局的秦军 发起了一波高过一波的进攻 并成功击杀了一名赵军副将 但连坡仍然不慌不忙地加固城墙 没有出城迎战的意思 表面上看 局势对赵军不利 实际上 秦军更加着急 否则 也不会如此急迫地进行进攻 如果能继续坚持 兼臂青野的政策 赵军大概率是最后的胜者 眼见秦军久攻不下 范军忧心忡忡 他意识到连坡正在叙事待发 只待秦军补给出现问题后 就会来雷霆一击 在范军看来 要想拿下长平 就必须让连坡下台 而能罢黜坡的人 只有赵孝成王 想到这点后 范军便开始策划了一出反剑计 目的就是让连坡下台 此时的孝成王 已经不能忍受连坡的持久战策略 他多次下令 让连坡主动出击 而连坡没有听令 而是坚持自己的策略 军臣在战略层面出现分歧 让范军看到了机会 他派人携带千金潜入邯郸 游说赵国高层 并趁机制造流言 说秦军怕的不是连坡 而是赵奢的儿子赵阔 要是由赵阔来领兵 秦军必败 这是一个很低级幼稚的流言 奈何就是能起到作用 不久后 孝成王也听到了这则流言 他根据流言的提示 找到了赵阔 并听他谈论军事方面的见解 赵阔在孝成王面前 大谈各种兵法 对各种案例如属家珍 倒背如流 这让孝成王眼前一亮 随后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撤掉连坡 让赵阔取而代之 这是一个知名的错误 秦国看到赵国换帅 也再次让白起走马上任 不过 秦军对换帅的消息严加封锁 而赵国却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白起抵达前线的消息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秦国将此列为绝密 有泄露秘密者 杀无赦 秦国之所以换帅 是因为赵国准备主动出击 在运动战方面 白起则是战无不胜的战神 赵阔自小学习兵法 经常受到周围人的夸赞 但他父亲赵舍 对此却不以为然 赵舍是从战场上厮杀拼出来的 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 基于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 他认为赵阔并不是领兵打仗的料 赵舍生前曾说过 如果赵国任用赵阔为大将军 必然会毁掉赵国军队 当重病缠身的令向儒 得知孝成王任用赵阔的消息后 也从病榻上爬起来前去劝说 但孝成王没有听令向儒的意见 坚持任用赵阔 后来赵阔的母亲来到孝成王面前 把赵舍生前对赵阔的判断 告诉了孝成王 希望不要任用赵阔 但孝成王依然坚持己见 如此一来 赵阔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赵军总司令 赵阔上任后 抛弃了之前连坡制定的防御策略 还把坚持连坡策略的将军一一免职 更致命的是 他在没弄清楚秦军底细之前 便迫不及待地发动进攻 而范居把这一切都看得眼里 他事先已经通过详细的调查 知道了赵阔的底细 断定他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庸才 通过对赵阔的了解 范居做出两个判断 第一 赵孝成王任用他 就是要打进攻战 而不是防御战 第二 赵阔要表现自己 要镇住其部将 必须要用一场胜利 来证明自己不只懂得纸上谈兵 还能赢得战争 可以说 战还未开打 赵军的底牌就已经被看穿了 为了诱使赵阔上当 在前几次交锋中 白起故意命令军队输掉 这种假象 让赵阔自信心迅速膨胀 于是完全放弃了防守策略 把城中所有的军队都集结起来 准备一鼓作气拿下秦军 但秦军早已经编织好了圈套等赵阔钻进来 最终 赵军被秦军打得惨败 关于战争的细节不再进行描述 据史记记载 此意投降的赵军总计40万 而白起下令将40万赵军全部坑杀 如此大规模的坑杀战俘 放眼世界历史都是比较罕见的 至于为何要坑杀战俘 白起是这样说的 他说赵国士兵反复无常 如果不杀掉 以后会出现乱子 关于长平之战被坑杀的赵军人数是有争议的 对于白起坑杀战俘的行为 也一直被后世所诟病 但无论如何 此意给赵国带来重创 一夜之间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 再也无法阻止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 此意也奠定了白起战国第一名将的地位 长平失守后 秦国顺利地吞并了上党 白起并未因为坑杀40万战俘而停下脚步 而是一路往邯郸挺进 试图一举吞并赵国 面对秦军如此猛烈的攻势 赵国陷入了恐慌 与此同时 韩国也忧心忡忡 因为赵国一王 接下来就会轮到韩国 关键时刻 赵王和韩王同时想到一个人 那便是著名纵横大师苏代 此时的苏代已经年余八十 但为了韩赵两国百姓 他再次踏上前往秦国的征程 并见到了范居 面对智慧不亚于自己的范居 苏代没有绕弯子 而是开门见山地说 赵国一灭亡 秦国就能雄霸天下 到时 武安军白起肯定位列三公 武安军战功赫赫 前后为秦国攻取的城池 有七十多座 即便是历史上的周公 江太公等人的工业 也不能超过他 只要他灭了赵国 必定成为三公 他问范居是否愿意在白起之下 他见范居没有回答 便继续补充 当初韩国割上党给秦国 可是 上党军民却归附赵国 这是因为 天下人都不愿被秦国统治 就算灭了赵国 赵国北方地区 恐怕要归附燕国 东部恐怕要归附齐国 南部则归附魏 韩两国 秦国恐怕也捞不到好处 既然捞不到好处 不如趁赵国战败之际 让赵王割让土地 这样既能体现范居的功劳 也可以不让白起 捞到便宜 这番话直击范居的心坎 尽管范居智慧超群 但毕竟还是肉体繁胎的人 内心也有私欲 纵观长平之战的最后胜利 范居起码要占一半的功劳 如果赵国灭亡 恐怕所有人都会记得白起 而不记得范居在幕后的功劳 从政治派系上来看 白起是魏冉的亲信 而魏冉和范居是政治上的死敌 这层利害关系也被苏代敏锐地捕捉到了 并加以利用 苏代走后 范居便向秦昭王进言 说秦军损失巨大 不宜继续征战 需要重新修整 不如同意韩赵两国割地求和的请求 秦昭王同意了范居的请求 下令白起停止进攻 同意韩赵两国议和 白起对于撤退命令十分不甘 后来得知 是范居从中作梗后 两者关系迅速恶化 一年之后 秦昭王见秦军已经修整完毕 想再次攻打赵国 此时的白起重病缠身 但他立足秦昭王前去罚赵 因为这一年多以来 赵国并未彻底摆烂 而是痛定思痛 一门心思地搞发展 此时去攻打赵国 并不能占到便宜 秦昭王没听白起的劝说 而是坚持派兵前去罚赵 结果连吃败仗 秦昭王以为 罚赵不利是主将问题 他想等白起病狱之后 再去罚赵 但白起并不想去 而是继续称病不起 秦昭王派范居前去劝说白起 白起告诉范居 之前之所以能取得 法楚之战和一雀之战中 取得胜利 并不是因为他如有神助 而是敌人内部有问题 现如今 赵胜令自己的妻妾 到军队中为士兵缝补衣服 此时的赵国上下团结 沉民一心 整个国家都憋着一口气 报仇血恨 此时并非攻打赵国的最好时机 白起说的都是客观事实 除此之外 他之所以不想出征 是因为对范居不满 他不想再为范居谋划的 罚赵大业出力 范居眼见白起嘴里 都是推辞之眼 便起身回去 向秦昭王复命 把白起的原话 转达给了秦昭王 对此 秦昭王非常不高兴 他不相信 没有白起 就灭不了赵国 于是任命王和为主帅 再次出征赵国 此时的赵孝成王 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面对秦军的进攻 他捡起了连坡之前 实行的 兼蔽清野策略 任凭秦军如何喊话 就是部门不出 在兼蔽清野的同时 赵国精锐部队 还主动出击骚扰秦军后方 让秦军不堪其扰 战报传回国内 白起对此冷嘲热讽 为此 秦昭王跑到白起家中 不管白起 是否真的患病 强行命令他 到前线进行指挥 但白起不但不受 还极力劝阻 秦昭王攻打赵国 白起告诉秦昭王 他宁可扶诛受死 也不愿成为打败仗 蒙受耻辱的将军 秦昭王的对白起的回应 非常不满 随后下令 将白起连降十八级 从大将军降为普通士兵 白起只能闲居在咸阳城 对于白起的选择 范居并未感到不快 因为他打心底里 不想让白起出山 以免灭赵后 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 范居趁机推荐 自己的亲信 王姬楚人河南郡守 推荐郑安平为将军 参加伐赵战争 并一举将邯郸围困 面对穷追不舍的秦军 赵国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进一步自保 孝成王派出平原军 赵胜出使楚国 希望能搬来救兵 赵胜得令后 从自己的门客中 挑选了二十个文武双全的人 前去楚国 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楚王不配合 就用武力方式 劫持楚王逼他就犯 这二十个门客中 就包括毛岁 毛岁自建这个成语 就来自于他 当赵胜一行人来到楚国 表达了结盟之意识 楚考猎王对此并不热情 虽然没有明确拒绝赵国 但故意岔开话题 顾盼左右而言他 这让赵胜非常着急 于是给底下的门客想办法 此时毛岁站了出来 他提着剑冲到考猎王面前 做出了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考猎王被眼前的一幕吓倒 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是好 毛岁继续往前逼近 当着考猎王和仲大臣的面素 说了秦军之前 对楚国犯下的种种罪行 当毛岁说道 秦军凌辱楚国 先王宗庙之事时 考猎王内心被刺痛 随即表示 愿意和赵国联合 共同抗击秦国 并当场和赵胜煞血起事 毛岁见考猎王 没有了反悔余地 这才收起剑退后 毛岁的表现 让赵胜刮目相看 他承认自己之前看走了眼 埋没了毛岁这个人才 事后赵胜把毛岁奉为座上宾 成功与楚国结盟后 还不足以保证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把魏国拉拢过来才可以 平原军赵胜的夫人 是魏国公子信凌军的姐姐 赵胜夫人多次写信 给魏安黎王与信凌军 请求他们发兵救赵 起初魏安黎王是同意的 后来在秦国的干预下 魏安黎王打消了念头 眼见劝说魏安黎王不成 赵胜便把希望寄托在信凌军身上 基于道义和自己姐姐的安全着想 信凌军打算帮助赵胜 信凌军是魏安黎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在国内有恨道的威望和权势 为了帮助赵国 他召集了八万精兵 准备赶赴赵国一同抵御秦军 此时驻守邯郸的赵军 已经到达了极限 城内到了一子相识的地步 面对迟迟不来的援兵 赵军内部开始动摇了 每天都有人偷偷跑出去 向秦军投降 为了给魏楚援军争取时间 赵胜散尽家财 组织了三千人赶死队 在赵国将领李同的率领下 对秦军发起了一波冲锋 在这次冲锋中 李同慷慨赴死 虽然没有完全打退秦军 但为魏楚援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后来 魏楚援军陆陆陆续续到达邯郸 这场战争也由秦赵两国交锋 变为楚赵魏三国共同抗击秦国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三年 赵国和秦国都已经是强奴之幕 而新加入战场的魏楚援军 却是生龙活虎 秦军主帅王和开始吃不消 秦军已露出败相 郑安平作为一名并不出色的将领 之所以能成为将军 完全是犯居的缘故 在赵军的疯狂反扑下 郑安平没有誓死抵抗 而是带领两万秦军投降赵国 郑安平投降后 王和眼见大势已去 遂带领残兵败将逃回了秦国 至此 持续三年的邯郸之危结束 关于秦军失利的原因 此前白起已经分析过 不过 白起没有预料到 楚卫会加入战局 这次失利 让秦国大一统的计划 被大大推迟 信陵军和春申军的举动 也间接救了卫国和楚国 邯郸之战不仅改变了天下局势 也改变了白起的命运 在罚赵问题上分歧 白起的态度 让秦昭王心生厌恶 虽将他赶出咸阳城 白起出走后 以范居为首的官员 害怕白起东山再起 不断在秦昭王面前 尽献谗言 杀心已起的秦昭王 派人给白起送了一把剑 白起知道 自己的生命 已经走到尽头 最后 以自稳的形式 结束了生命 一代战神 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白起的死 对秦国来讲 是一个损失 但对其他国家来讲 是一个大好消息 纷纷扼手向庆 邯郸之战后的第二年 赵国联合楚寒魏三国 对秦国发起攻击 此时的秦军已经修整完毕 而且又是本土作战 虽将四国联军打得丢盔弃甲 斩首十余万 此意再次重创四国联军 并让东方六国越来越感到害怕 秦军重创四国联军后 紧接着 对西州王室发起了进攻 仅仅拥有36座城义的西州王室 被秦军灭掉 随着周南王去世 西州王室彻底覆灭 象征周王室权力的九鼎 也落入秦国手中 此时只剩下东周王室 还在苦苦支撑 但东周军也不敢以天子自居 自此之后 天下再无周天子 秦昭王晚年 河东太守王基 思通他国 出卖秦国的军事情报 加之此前 郑安平投降赵国 这两件事 直接把范居推向了风口浪尖 因为这两人 对范居有救命举荐之恩 后来 范居发达后 给了他们高官厚禄 现如今 这两人都成了叛国者 尽管秦昭王 对范居信任有加 但朝堂上的纷纷议论 让秦昭王不由地产生疑虑 这让范居的地位 岌岌可危 此时 一名叫蔡泽的人 口出狂言 说自己的才华 可以取代范居 成为秦国的丞相 蔡泽放出这样的狂言 是为了博取范居的关注 而范居 恰巧关注了他 并邀请他来 丞相府中辩论 起初范居只是想羞辱一下蔡泽 让他不要口出狂言 同时让天下人看看 不是谁都能挑战自己 范居自是通晓 五第三代以来的历史 对天下百家学说都有研究 说客们的诡辩之词 他可以一一驳斥 对于蔡泽这种江湖骗子 他有十足的把握 但蔡泽的一番分析 改变了范居的想法 蔡泽说 秦国的商鞅 楚国的武器 和越国的文种 都曾经对国家有功 但下场都很悲惨 商鞅 武器 文种 作为人臣是没有错的 有错的是君主 在君主手下做事 第一等事业是成全功名的同时 还保全性命 第二等事业是成就了功名 但丢了性命 第三等事业是保全了性命 却牺牲了名声 在仁慈淳朴 任用忠良 信任旧交 重视功臣等方面 当今 秦王与秦孝公 楚道王 岳王勾建 都无法相比 而这三位君王 把国家无条件地 交给商鞅等人去治理 结果最后都成为阶下囚 如今 秦昭王对范居的信任程度 远远不及三位君王 范居的能力 也比不上商鞅等人 但他的财富 却要比商鞅 武器等人多 如果不急流勇退 恐怕他面临的灾祸 要比商鞅等人还悲惨 这番话听得范居冷汗直流 且不说商鞅 武器等人的遭遇 为秦国立下 不适之功的白旗 最后落得个 被逼自杀的下场 这让范居感到 如芒自卑 他打量这眼前 这个狂妄的江湖术士 突然做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 过了几天 范居在朝堂之上 向秦昭王 辞去了丞相之职 并推荐蔡泽 担任秦国丞相 秦昭王对蔡泽考察了一番 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 遂同意了范居的请辞 并封蔡泽为丞相 蔡泽从一个江湖术士 一跃成为秦国丞相 火箭般的窜声速度 让他人产生了妒忌 作为一个明哲保身的人 蔡泽在封光了几个月之后 也称并请辞 后来 秦昭王封他为钢成君 一直在秦国中老 公元前251年 在位长达56年的秦昭王去世 秦昭王死后 太子安国君继位 史称秦孝文王 此时的孝文王已经53岁 仅过了一年便去世 此后 孝文王的儿子继位 是为秦庄襄王 秦襄王在位时间仅4年 在此期间 东周王室被秦军消灭 至此 两周王室君王于秦军之首 这也宣告了拥有800年历史的 周朝彻底结束 随着周朝彻底覆灭 秦国开始朝着大一统的步伐迈进 此时东方六国的总兵力 加起来还有200多万 只不过 这些国家并非铁板一块 已经张开血盆大口的秦师 准备对六国发起最后的攻击 公元前247年 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庄襄王去世后 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 被立为秦王 这便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始皇 由于彼时的嬴政尚且年幼 朝政大权都把持在 吕不韦手中 吕不韦是卫国人 此前一直是个商人 卫国这个国家虽然小 但出过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 比如之前的商鞅和武企 尽管生在乱世 但吕不韦将自己的生意版图 遍及韩兆卫等国家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商人 纵观华夏历史 单纯的生意人 很难在史书上留名 即便有 也只是寥寥数比 而吕不韦之所以能在史书上留名 是因为 他由一个商人变成了政客 公元前265年 出于外交方面的需要 秦国需要派一位公子 到赵国当仁治 在乱世充当仁治 是有风险的 弄不好就会丧命 在挑选仁治方面 通常是一些 没有背景的王室人员担任 最终 秦国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 送到赵国作为仁治 子楚在秦国时 因为自己的母亲不得宠 在王室中的地位很低 到了赵国后 由于秦国经常攻打赵国 致使子楚时常受到生命威胁 在赵国期间 他入不敷出 日常费用尚且不足 还得养车养马 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狼狈不堪 混到这种地步 子楚也不禁产生自卑的心理 就在大多数人 都对子楚敬而远之的时候 吕不韦却对他产生了兴趣 吕不韦对秦国政局非常了解 此时秦昭王年事已高 恐怕撑不了多久 一旦秦昭王去世 太子安国君便继位 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幸的妃子 可惜的是华阳夫人没有子嗣 如果能把子楚 变成华阳夫人的儿子 那么安国君死后 子楚就会成为新一代秦王 想到这里 吕不韦便去拜访子楚 起初 子楚对吕不韦的到来不以为然 在战国时代 商人的地位非常低 尽管子楚是个落魄公子 在商人吕不韦面前 还是有绝对优越感的 但吕不韦把自己的想法告知子楚 并给出相应的计划后 子楚瞬间来了兴趣 吕不韦告诉他 愿意为子楚安前马后 并提供千金为其打的上下 还会亲自前去游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 听到这里 子楚大为感动 向吕不韦扣谢 说如果真能办到 他愿意把秦国的土地与吕不韦共同分享 此次会面结束后 两人便捆绑在一起 吕不韦当即给子楚留下五百金 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 然后 吕不韦又带着五百金购置奇珍异宝 西行入秦 来到秦国后 吕不韦拿钱开道 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 把购置的奇珍异宝送给了华阳夫人 并告诉华阳夫人 子楚此人既贤能又聪明 有明示之风范 而且子楚把华阳夫人当作亲娘对待 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父亲安国君与华阳夫人 思念之志 常常泪流满面 面对这一系列温情公事 西夏五子的华阳夫人明白 一旦自己没了姿色 今后只能凭借儿子才能富贵 如今子楚主动前来靠近 不失为一个机会 子楚可以依靠他而成为接班人 他也可以依靠子楚而终生得以荣华富贵 吕不韦这一番操作彻底打开了华阳夫人的心扉 此时的华阳夫人正是得宠的时候 在他的反复吹风下 时任太子的安国君为了讨好华阳夫人 决定把子楚立为接班人 为了让华阳夫人安心 安国君还刻了一块玉符作为凭证 子楚被立为接班人后 地位一下子提升上来 为了表示对吕不韦的感谢 子楚把吕不韦尊为老师 在吕不韦经商期间结识了一位赵国女子 名叫赵姬 不仅漂亮 而且还能歌善舞 吕不韦与之同居后 赵姬便怀孕 在一次酒席上 吕不韦请赵姬出来跳舞助兴 子楚被赵姬深深吸引 他以为赵姬只是一名普通的歌女 不知道是吕不韦的情妇 于是向吕不韦提出请求 希望能得到赵姬 面对子楚的横刀夺爱 起初吕不韦比较生气 后来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赵姬怀的是男孩 一旦子楚成为秦王 那么赵姬的孩子就有可能是太子 吕不韦觉得 这笔投资虽然有风险 但值得一试 于是便把赵姬送给了子楚 后来赵姬诞下一名男婴 换作嬴政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 对于嬴政的身世 历史上存在颇多争议 不过史记中明确记载 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至于司马迁为何如此笃定这一事实 不得而知 本视频沿用史记中的说法 吕不韦通过这些操作 已经牢牢掌控了子楚 不过长平之战过后 吕不韦的投资差点功亏一篑 因为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士兵 使得赵国上下十分愤怒 此后赵国政府打算出私子楚 来泄心头之恨 关键时刻 吕不韦花重金贿赂邯郸的守城管理 把子楚秘密送到秦军手里 这才让子楚躲过一劫 不过 子楚虽然成功逃脱 但赵基和嬴政母子并未顺利离开 他们被软禁在邯郸 公元前251年 安国军继承王位 子楚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太子 此时的赵国想缓和与秦国的关系 便主动把赵基母子送回秦国 一年后 安国军并逝 子楚继位 也就是秦庄相亡 至此 吕不韦的投资终于大获成功 秦庄相亡继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任用吕不韦为丞相 并封他为文信侯 吕不韦从一名商人 成功变为大秦的权臣 没过几年 庄相亡去世 13岁的嬴政顺利继位 赵基便成为了赵太后 吕不韦仍然是丞相 不仅如此 嬴政还尊称吕不韦为重父 此时的嬴政尚且年幼 吕不韦之前已经打下了根基 加之赵太后是他的老情人 对他也是鼎力支持 因此 吕不韦成为了秦国实际统治者 为了摆脱商人政客的身份 吕不韦召集天下世人 为自己编转了一本书 便是战国著名的吕氏春秋 这本书的本意 是为了让吕不韦摆脱自己的商人形象 扩大自己的声誉 尽管此书在文学层面 没有太高的价值 但其中记录的各种史实 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 提供了不少依据 此时权倾朝野的吕不韦 并非没有烦恼 而他的烦恼就是赵太后 虽说再次重逢 让两人兴奋不已 但赵太后的欲求无度 让吕不韦有点难以招架 再者 随着嬴政一天天长大 如果继续与赵太后 保持这种关系 迟早会被发现 届时迎接她的 肯定不是好下场 虽说嬴政是她的私生子 但此事不能挑明 再说 政治上的父子关系 也是靠不住的 想到此处 吕不韦决定摆脱赵太后 面对欲望正盛的赵太后 只有给她物色一个新的情人 才能让自己解脱 此时 一个名叫 烙矮的街头混混 进入了吕不韦的视线 吕不韦之所以关注烙矮 就是因为 她长了一个 硕大无比的杨具 据史记记载 烙矮的杨具 可以插到童木车轮上 将其提起 至于司马迁 是如何考证 这段史实不得而知 基于史记的正统性 本视频采纳史记的说法 吕不韦让人 把把烙矮的事迹 传到赵太后那里 赵太后听后 非常感兴趣 于是 吕不韦便把烙矮 伪装成太监 送进了宫中 对此 赵太后非常满意 两人便开始了 日夜寻欢作乐 通过进献烙矮 吕不韦成功摆脱了 赵太后这个包袱 情男自今的烙矮和赵太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合后 赵太后怀孕了 作为名义上的寡妇 赵太后怀孕 关乎到国家形象 如果继续留在宫中 早晚一天会暴露 为了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 赵太后便搬到雍城居住 并在此生下一名男婴 由于保密措施做得比较好 嬴政并未得知 赵太后产子的事情 这让赵太后 更加肆无忌惮地 和烙矮寻欢作乐 没过多久 又怀了一个孩子 当赵太后只顾着 沉浸在男欢女爱当中时 烙矮的野心 却在一天天增大 在雍城这片地方 烙矮几乎成为了土皇帝 她自以为征服了太后 就征服了秦国 她把自己宅邸当成了朝堂 那些想做官的人 纷纷投其门下 一时间高达上千人 为了进一步讨好烙矮 公元前239年 赵太后要求 嬴政封烙矮为长信侯 赐山羊 河西 太原为其封地 此时 谬读的权势到达顶点 但嬴政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她仍然以为 烙矮是个宦官 公元前238年 此时的嬴政已经22岁 按照秦国的理智 这一年 嬴政要接受家冠礼 正式主持朝政 摄政已久的吕不韦 并未打算放权 他打算效仿前朝丞相魏冉 在秦昭王行家冠礼之后 依然把持朝政 在他眼里 嬴政仍然是个孩子 根本威胁不到他的权利 在吕不韦内心深处 他并不是以臣子自居 而是以父亲自居 就在吕不韦向继续赌掌大权时 烙矮却掀起了叛乱 烙矮之所以叛乱 是因为一场酒后失言 嬴政在行家冠礼前 需要到秦国旧都雍城来祭拜先祖 文武百官来到雍城后 烙矮对他们进行了隆重的招待 在席间 烙矮喝醉后 自称是嬴政的贾父 他说嬴政见了他也得喊他阿爹 此番大逆不道的话被当场的文武百官听到 随后传到了嬴政的耳朵里 第二天 酒醒后的烙矮自知闯了大祸 遂待人逃离了雍城 来到了自己的封地 嬴政知道烙矮大逆不道的言论后 十分震怒 当即下令捉拿烙矮 但最终扑了个空 嬴政愤怒之下 把烙矮府中的人全部抓了起来 并一一进行审问 嬴政本想审问烙矮的下落 却无意间审出一个大秘密 原来烙矮是个假宦官 还和赵太后生了两个儿子 更让他震惊的是 烙矮曾经和赵太后有过约定 一旦嬴政去世 就让他们的私生子上位 这些事实对嬴政来讲 是一个晴天霹雳 他无法接受 一向对自己恩爱有加的母亲 和地痞流氓私混在一起 更无法接受 他母亲为了一个地痞流氓 居然想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秦王 这些事实让嬴政感到极度崩溃 就在他全国通缉烙矮之时 前方突然传来了消息 烙矮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并宣布起兵造反 此时 烙矮手里只是拥有一支 东拼西凑的杂牌军 之所以敢造反 是觉得嬴政身在雍城 雍城的军队非常薄弱 或许可以疏死一搏 但烙矮的杂牌军 在正规的秦师面前不堪一击 最终烙矮兵败被抓 并遭受了车裂之行 妙独的头与四肢 分别绑在五辆马车上 朝不同的方向拉扯 把人活活撕裂成六块 妙独与太后之丑事 令秦王嬴政极度蒙羞 成为天下人的笑话 秦王嬴政杀了烙矮后 心里还不解恨 他要追究到底 将有关人员一一查办 严刑处置 他将烙矮的三族悉数诛灭 把烙矮与太后的私生子 活活打死 并把朝中与烙矮有关联的官员 处以车裂灭族 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最后 嬴政把自己的母亲软禁起来 烙矮作乱 虽然没有直接牵连到吕不韦 但此时的嬴政已经起了疑心 吕不韦见识到嬴政的残忍手段后 知道嬴政不是一个善差 于是慢慢交还了权力 烙矮作乱后的第二年 吕不韦被罢下 并被赶出了咸阳城 这也算是嬴政格外网开一面 没有诛杀吕不韦 回到封地后的吕不韦 并未收起封网 由于之前在秦国经营多年 很多人仍然为他马首是瞻 他的封意几乎成了秦国另外一个政治中心 各国使节宾客络绎不绝 这种景象让嬴政如坐针毡 他决定除掉吕不韦 所以收回了吕不韦的封意 并下令将其流放属地 对于嬴政的命令 吕不韦想过起兵造反 如果吕不韦造反 就会让秦国四分五裂 届时 强大的秦国就有可能被其他国家蚕食 虽然嬴政嘴上不承认 自己是吕不韦的儿子 但事实上 秦国已经是吕家的了 想到此处 吕不韦有些欣慰 他既没有去属地 也没有起兵造反 而是选择了自杀 随着闹矮和吕不韦接连倒下 嬴政的位置终于坐稳 此时的嬴政 开始思考秦国内乱的根源 他认为 秦国之所以出现内乱 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 主导了秦国政坛 比如商鞅 张仪 魏冉 范居 吕不韦 都不是秦国人 他们在秦国独揽大权 最终是为了个人利益 再加上咸阳城内 出现诸多间谍案 让嬴政下定决心 把咸阳城内的外国人 全部都驱逐出去 以后只任用秦国人 随着逐客令下达 在秦国当官的外国人 全部在驱逐之列 这其中就包括一个叫李斯的人 李斯原本是楚国人 他本人奉行环境决定论 要想飞黄腾塔 就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环境 在出师之前 他跟随前来出使 楚国的寻子学习 学成后便毅然决然 前往秦国寻找机会 根据他的环境决定论 他觉得 秦国才是实践 他政治理想的最好地方 来到秦国后 他来到吕不韦门下 做了一名狼官 这使他有机会 在嬴政面前 谈自己的政治主张 基于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他认为 嬴政是一个年轻气盛 且雄心勃勃的人 对于这样的君王 就要跟他谈伟大的事业 在当时的背景下 要想建立一番伟大的事业 并超越秦国最伟大的君主秦穆公 最好的途径就是一统天下 李斯给嬴政灌输了一番 大一统的想法后 嬴政深以为然 并提拔他为长使 让他负责外交 在李斯的经营下 秦国在东方各国 大力发展间谍战 离间各个诸侯国 君臣之间的关系 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此后 嬴政提拔他为克卿 彻底摆脱了不遗身份 就在李斯准备大干一场时 嬴政下达的逐克令 让李斯心头一凉 如果他被赶出秦国 自己的报复将得不到施展 他不想离开秦国 要想继续留在秦国 就得让嬴政撤销逐克令 关键时刻 他挺身而出 冒着挑战嬴政权威的风险 写下了千古名篇建逐克令 李斯在文中说 逐克令的出台是大错特错 因为秦国的强大史 就是一部克卿史 李斯从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 开始说起 秦穆王手下五位杰出大臣 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人才 秦孝公时的商鞅 秦惠王时的张仪 秦昭王时的范居 五部都是克卿 这些国外的人才 为秦国做出巨大的贡献 他批判嬴政把克卿驱逐出境的行为 是倒退之举 这篇文章滔滔雄变 有理有据 以礼服人 李斯的主动出击 为自己赢得了机会 志在天下的秦王嬴政 听取了他的建议 最终废止了逐克令 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并继续采纳他的计谋 李斯一步一脚印 步步高升 后来被提拔为廷尉 掌秦国行御之事 秦国废除逐克令后 又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到秦国 他就是著名的兵法家卫辽 卫辽本是卫国人 在卫辽入秦这一年 秦国颁布了逐克令 因为李斯立剑的缘故 卫辽得以在秦国发展 并成功见到了秦王嬴政 在秦王面前 卫辽献上了一个计策 他说现在东方诸国的实力 都不如秦国 但仍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旦他们联合起来 就能对秦国形成威胁 防止他们合纵的最好办法 便是拿重金贿赂各国的权臣 让他们无法完成合纵 要想彻底打乱他们的合纵计谋 大概需要花费30万金 秦王对卫辽的建议 非常感兴趣 非常器重 并给予卫辽超乎寻常的优待 卫辽不仅懂军事 也很会看向 他对秦王的预言是 承使秦王得志于天下 天下皆为奴蚁 意思是 一旦秦王统一了天下 所有人都会成为奴隶 从事后来看 卫辽的看法非常准确 在统一六国前 秦王在从剑如流方面 做得很好 颇有明君的样子 但后来却变得越来越残暴 卫辽逐渐看清秦王的面目后 想拂袖而去 而秦王坚决不放 并提拔他为国位 卫辽破云无奈 使得留下来为秦国效力 并帮助秦国逐步完成统一大业 废除逐克令后 强大的秦国依然活力四射 反观东方诸国 却早已在内忧外患中气喘吁吁 天下行事 已是一目了然 不过秦国仍然仍未掉以轻心 在嬴政看来 赵国是东方六国中最难对付的国家 要想踏平六国 必须先拔掉赵国这个心头大患 照到湘王时期 赵国国力逐渐恢复 不甘平凡的他对燕国发起了进攻 燕国自知不敌 便向秦国搬救兵 秦王一直在等待进攻赵国的理由 如今燕国前来求救 秦王当即答应前去救援 并派出大将王俭、杨端和、桓一三元大将 王俭是继白起之后又一位名将 初出茅庐的王俭在伐赵之意中一名惊人 一路长驱直入 把赵军打得丢盔弃甲 面对这样的失败 赵道湘王心力交瘁 最后病逝 赵道湘王死后 其子赵迁继位 视为赵王迁 赵王迁既非道湘王的长子 也不是嫡子 而且他的母亲是一位歌迹 长相非常漂亮 此前 他目前嫁给了一个大户 后因为挥霍无度 导致夫家破产 丈夫落魄而死 他便成了一名寡妇 赵道湘王听闻他的美貌后 想把他召进公为妃 赵国大将李牧听说后 极力阻止 他劝谏 道湘王把品行不正的女子 引进后宫 是王国之兆 但道湘王力排众议 娶了此女 后来生下了赵王迁 此时 道湘王已经有太子 但赵王迁的母亲通过各种手段 说动了道湘王废掉了太子 立赵王迁为太子 这是一个极其昏庸的决定 带来的后果也是很致命的 道湘王死后 赵王迁还是个几岁的孩子 赵王迁继位后 国家大权便落在他母亲和权臣郭开手中 而郭开此前陷害过连坡 公元前234年 秦军派还一攻打赵国 并斩首十万赵军 这是继长平之战后 赵国再次遭受的一次巨大失利 就在赵国危难之际 赵国群臣想到了一个人 那便是大将军 李牧 此前 李牧因为得罪了赵道湘王而被弃用 现如今 只有李牧能够与秦军抗衡 为了国家安全着想 赵王迁派人把李牧请了回来 并任命他为大将军 公元前233年 秦将桓一率领大军进攻 邯郸以北的赤利和宜安 秦军之所以进攻这两个地方 是因为邯郸的防守过于坚固 短时间内难以攻克 秦军想采取包抄的战术 逐渐拔出邯郸周边的城池 把邯郸变为一座孤城 如果秦军计谋得逞 赵国就会岌岌可危 李牧识破了秦军的计策 组织了一支军队 北上前去迎敌 由于此前 李牧一直和匈奴作战 因此 他的军队擅长骑射 机动性非常强 整体实力完全不亚于秦军 环一是一位优秀的将领 但他低估了李牧的实力 他以为李牧的军队 和普通赵军一样 在秦军面前不堪一击 但李牧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不仅是匈奴人的克星 也是秦国人的克星 在摸清了秦军的底细后 李牧主动出击 大败秦军并斩首秦军数万人 李牧用一场大胜 为赵国赢得了喘息之机 此时秦国意识到 赵国仍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虽暂时把赵国放在一边 转而从最弱的国家下手 此时实力最弱的国家便是韩国 此时的韩国已经孱弱不堪 但韩国并不缺少人才 其中佼佼者当属韩非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韩非子 韩非是王氏公子 师承荀子 和李斯是同窗师兄弟 不过 韩非的学说并未受寻子影响 而是更多的从身不害 商鞅等法家大师身上汲取思想 作为韩国公子 韩非本身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 但他不想看国家日渐衰落下去 一心想劝谏韩王 在才华方面 李斯曾承认自己不及韩非 但韩非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便是说话结结巴巴 为了继续输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韩非把自己的政治心得写在书里 共计十余万字 在以竹简刻书的年代 这个工作量可谓相当之大 韩非的政治心得后来流传到嬴政手里 开篇《孤分》里写道 智术之事必远见而明察 不明察 不能逐私 能法之事必强意而尽职 不尽职 不能脚尖人臣寻令而从事 按法而至关 非为众人也 众人也者 无令而善为 亏法以利私 好果以变加 力能得其君 此所为众人也 嬴政被韩非的思想深深吸引 因为韩非剖析了全臣 如何迷惑君主 掘取权力的 对于遭受吕不韦专权 烙矮之乱的嬴政来讲 非常能感同身受 韩非还在文中提到 国家要强大 君主就得善用权术 控制臣下 这正是嬴政所期盼之事 读完韩非的著作后 嬴政感叹道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 死不恨矣 李斯见秦王如此喜爱韩非 便说 韩非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弟 嬴政得知 韩非尚在人世 非常高兴 他想和韩非见一面 不过 嬴政并未派人前去韩国 邀请韩非 而是派军前去攻打韩国 只要韩国失败 韩王就会把韩非乖乖送上门 很快 秦军便杀入韩国 无力抵挡的韩国派人 和秦国议和 而秦国指定韩非为特使 出使咸阳 此前 韩王一直把韩非当作书呆子 根本不重视他 如今 秦王点名要韩非前往 于是紧急召韩非入宫 并给予他一个官职 让他出使秦国 公元前233年 韩非来到了秦国的 他的任务就是拯救韩国 韩非自知口才不佳 临行之前写了一篇文章 名叫存韩 如今收录在韩非子异书中 在文章中 韩非着重强调 秦国的敌人不是韩国 而是赵国 强化赵国对秦国的威胁 并建议秦王应该收买魏楚两国 联合韩国一起攻打赵国 虽然韩非说得有理有据 但此时天下大事已经非常明了 即便秦王认同韩非的观点 也顶多能延长韩国苟延残喘的时间 并不能让韩国摆脱灭亡的命运 对于秦王见到韩非一事 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愿之未信用 也就是说 嬴政对见到韩非是非常高兴的 但并未相信韩非的话 也没打算重用他 因为嬴政聪明过人 他知道韩非说的不是肺腑之眼 会面结束后 嬴政并未放韩非回去 而是让他留在秦国 尽管韩非在韩国不受重用 不过他的名声已经为天下世人所熟知 要是被其他国家给挖走 这对秦国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作为嬴政喜爱的人才 没过多久 韩非便死在了秦国 韩非之死 有他自己的原因 也有理思的原因 韩非入秦后 东方诸国为了自保 又策划了一次合纵 准备进攻秦国 此时一个名叫姚甲的人 主动请英 表示愿意去东方诸国进行游说 破坏他们的合纵大计 但出使前需要马车百辆 黄金千金 对于志在一统天下的秦王来说 只要能破坏东方诸国的合纵大计 这些成本是愿意出的 所以同意了姚甲的请求 让他带着财物出使诸国 姚甲本是魏国人 出身非常低微 祖上几代都是看守城门的小族 姚甲从小就过着低贱的生活 还因为偷盗被发现 逃到了赵国避难 后来在赵国惹怒了赵王 辗转来到秦国发展 一心想要飞黄腾达的他 所以抓住了此次出使的任务 姚甲并非庸才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蛇和整车财宝 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 成功破坏了东方诸国的合纵大计 姚甲归来后 被秦王提拔为上卿 并封千户 但此时 韩非却跳出来指责姚甲 他说 姚甲拿着秦国的财物出使四国 这些国家未必真心是与秦国建交 只是贪图财物 而秦国国库却未知一空 除此之外 韩非还攻击姚甲的出身 说他是看门人的儿子 魏国的小偷 赵国的竹臣 让这种人参与国家大事会引起他人不服 还会损害秦国的形象 韩非之所以攻击姚甲 是因为东方四国的合纵大计被破坏 而韩非心里一直希望四国的合纵大计能成功 因此 才毫无缘由地攻势姚甲 面对韩非的攻击 秦王质问姚甲 是否把财物都送给了其他国家 姚甲承认了此事 他为自己辩解说 此事都是为了秦国着想 他自己并未从中贪图利益 秦王虽然知道姚甲不敢从中贪财 但仍对给其他国家散财一事耿耿于怀 他当场贬低姚甲出身低贱 面对君王的嘲讽 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强大 一般人会当场崩溃 但姚甲心理素质非常强大 他不乱方寸地回答道 江太公以前曾被驱逐 还当过屠夫 可是周文王用了他 最后成就王爷 管仲曾经是小商小贩 雄困潦倒 还曾被囚禁 可是齐桓公用了他 最终成就罢业 白里希曾经乞讨为生 身价就五张羊皮 可是秦木公用了他 得以称雄西戎 晋文公用了中山盗贼 得以在城仆之战中打败楚国 成为一代霸主 以上这四个人都曾经声名狼藉 为天下人所冷嘲热讽 可是英明的君主慧眼识才 知道他们只是怀才不遇 因此 民主选择人才 不看他们过去的污点 不听别人对他们的非议 而是看他们是不是有真才实学 因此 能定国安帮的君主 根本不理会外面的流言蜚语 也不会奖赏那些 图有虚名 却无咫尺之功的高谈阔论之人 这样一来 寻臣就不敢不误正事 只图虚名了 面对韩非的攻击 姚甲驳斥得有理有据 让对方哑口无言 同时也让秦王意识到 韩非此举实在有意挑拨君臣关系 韩非此举不但没有离间 秦王和姚甲的关系 反而彻底失去了秦王的信任 自此之后 秦王对韩非由信任转为低防 韩非贬低姚甲出身低微的同时 让一旁的李斯也听得浑身不舒服 因为他也是底层出身 凭借自己的努力 才爬上丞相之位 虽然李斯曾说过 自己不如韩非 但并不代表可以无限度容忍韩非 当李斯和姚甲发现秦王对韩非的态度转变后 便经常在秦王面前禁言 直言韩非是韩国派来的卧底 目的是为了离间秦国的君臣关系 久而久之 嬴政便相信了这种说法 并下令将韩非逮捕入狱 不过 秦王并未打算杀掉韩非 毕竟他十分欣赏韩非的文章与才华 舍不得杀他 但掌管刑狱的李斯没打算放过韩非 他趁秦王反悔之前 逼迫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 后来 秦王得知韩非的死讯后懊悔不已 但目以成舟 事实无法改变 只能接受这种事实 韩非虽然意思 但他的法家思想对秦王嬴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非把商鞅的法与身不害的术结合起来 强调在国家强大的同时 君主的地位不受动摇 君主应该要把自己内心隐藏起来 让别人看不透 摸不清 以达到震慑群臣的目的 这种见解 无疑令秦王嬴政如获至宝 这位后来的秦始皇 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之一 可以说是深得韩非的启发 总的来说 韩非是个悲剧人物 他一心想为韩国的强大而尽心尽力 可是生不逢时 最后竟然死于非命 他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也是战国末期法家巨子 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韩非之死 意味着韩国企图以外交途径 保全国家的梦想破灭 在他死后三年 韩国灭亡 韩非死后 李牧继续代表六国扛起反秦的大旗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 公元前231年 赵国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 整个国家陷入了灾荒 秦国趁赵国无暇顾及之际 与公元前230年发兵 灭掉了韩国 韩国成为秦国大一统路上的 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 韩国被灭 并未唤起其他国家的忧患意识 李牧两次打败秦军后 被赵王封为武安军 但李牧的功绩 并未让所有赵国人感恩戴德 赵王谦身边的宁臣 始终惦记李牧再立大功 于是想发设法来阻止他 公元前229年 秦军再次罚赵 王俭担任罚赵的主帅 而李牧担当赵军总司令 此次秦军并未着急攻打赵国 而是故意放慢节奏 与赵军形成对峙之势 李牧作为一个军事大家 当然不会贸然进攻 进而采取了兼臂清野的策略 秦军之所以放慢进攻节奏 是吸取了当年长平之战的教训 故意放慢节奏 让赵王着急主动来攻 如果李牧不听从赵王的指挥 就可以趁机离间 李牧和赵王的关系 进而瓦解赵军 不得不说 在玩计谋方面 秦国还是技高一筹 尽管赵国已经在长平之战中 吃过疑此大亏 但赵王仍未吸取教训 再次上演了连波式的悲剧 赵王眼见李牧迟迟不肯主动出击 认为他有谋反之心 在身边宁臣的配合下 赵王下令派人前去接替李牧 李牧没有接受命令 这让赵王更加印证李牧谋反的传闻 遂派人在军中将其杀死 赵国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 这也是赵国历史上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 随着李牧被杀 赵军士气降至了兵点 秦军挟灭韩之威 将赵军几乎全歼 此时赵国唯一的屏障 只剩下了邯郸城 但从内滥到外的赵国已经不是之前 能与秦军匹敌的赵国 军民不再上下一心 尽管邯郸城防坚固 由于军民不再信任赵王 很快也便失手 秦国攻破邯郸 扶赵王迁 公元前229年 在战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赵国灭亡了 其波澜壮阔的历史最终画上了句号 王俭灭赵后 秦王嬴政十分兴奋 他迫不及待地动身前往邯郸 想在这里寻找童年的记忆 如今 这座名城终于成为秦国的地盘 秦王有一种骄傲的自得 他认定自己出生于人世 其使命就是要一统天下 到了邯郸城后 他走访了娘家亲戚 他把所有与娘家结怨的人统统抓起来 一个不留 全部处死 此时的秦王越发暴露出 其性格中残暴的一面 但这位暴君有着非凡的才能 以及无人可及的野心 接连灭掉韩国和赵国后 秦王嬴政的野心并未止于此 此时秦军正屯于中山 兵临溢水河 毫无疑问 燕国成为了秦国下一个目标 以燕国当时的军事实力来看 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 但燕国人并未打算束手救秦 为了避免亡国 燕太子丹想出一个惊天计划 他打算杀掉秦王嬴政 燕太子丹和嬴政从小就相识 当时燕丹被燕王当作人质送到邯郸 彼时的嬴政也正在邯郸 度过人生最苦的几年 作为小时候的玩伴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后来 嬴政被接回秦国继位 而燕丹因为燕国孱弱 再次被送到秦国做人质 时过境迁 再次相逢的嬴政和燕丹 在地位上已经不能相提并论 经过世事打磨的他们 早已经失去了海提时的友情 公元前232年 燕丹提出返回燕国的请求 但被嬴政一口拒绝 他说乌头白 马生脚 乃渴 意思就是乌鸦白了头 马儿长出了脚 才同意燕丹回国 燕丹听后十分愤怒 但也无可奈何 此时 他的心里已经生出怨恨的种子 发誓要杀掉嬴政 后来 燕丹趁秦国人不备 只身逃回了燕国 回到燕国后 燕丹想要报仇血恨 但凭借自身军事实力 根本无法撼动秦军 后来 燕丹想到了刺杀秦王这个办法 而替燕丹行使刺杀任务的人 便是荆轲 鉴于荆轲刺秦的故事过于熟悉 本视频对其中细节不再一一赘述 虽然荆轲刺秦已失败告终 但整个谋划都相当出色 在这个计划中 唯一的变数是秦武阳 尽管秦武阳13岁便杀人 是燕国第一猛士 不过他的心理素质不过关 最终导致刺杀计划失败 作为华夏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客 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 荆轲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 荆轲刺秦王 没能改写历史 但从文化的意义上说 他把中国的刺客文化推向高峰 也让后人领略到战国时代 誓死如归的无畏气概 领略到先秦时代武士身上的血性 在专制的时代里 荆轲或许还具备了更多的意义 他示范了一种对付暴君的办法 一把匕首加一颗无畏的心 就像孟子所说的 赐万成之君 若赐赫夫 刺杀计划失败后 秦王嬴政大为震怒 自此之后 他便放下了所有的人意道德 准备用武力强行踏平魏楚燕齐四国 公元前226年 王俭率领大军向燕国都城挺进 此时的燕王已经不问政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燕太子丹处理 尽管燕丹抵抗秦军的决心非常强烈 奈何双方差距实在太大 在王俭的猛攻下 燕国国都陷落 在国都陷落之前 燕丹带领着残兵往东北方向撤去 而王俭派副将李信前去追击 就在燕丹溃逃之时 燕国王室给燕王写了一封信 他们认为燕国有此下场 纯粹是燕丹惹的祸 和燕国群臣无关 只要把燕丹的头颅献给秦国 就能让燕国解围 在群臣和其他王公贵族的逼迫下 老迈的燕王派人到燕丹军营中将其杀死 并把头颅交给李信 让其带回秦国 燕丹之死 暂时让营正消了一口气 没有对燕国下死手 转而把矛头指向了楚国 在王俭之子王奔率兵伐楚 并连下石余城 王奔的成功让营正确信 秦国已经具备整吞楚国的实力 于是 把王俭和李信从燕国前线调回来 准备大举进攻楚国 营正把王俭和李信叫到跟前 他先问李信法楚需要多少兵力 李信说需要二十万 营正问了王俭同样的问题 王俭却说需要六十万 营正显然对王俭的回答不满意 不过 王俭作为身经百战的长盛将军 知道楚国虽然已经破败 但毕竟是一方霸主 如果把他们逼到悬崖边上 以楚人的民风 届时会全民皆兵会殊死一搏 所以在衡量楚国实力的时候 并不能单纯地看他们的军队数量 王俭在意识到 营正对自己产生了质疑后 便请并归家 于是 营正便委任李信为法楚总指挥 率兵二十万前去讨伐 事实证明 王俭的判断是对的 楚军在大将向燕的带领下 一路且战且退 保存实力 利用广阔的国土面积 不断地与秦军周旋 而急于建功立业的李信 被遛得精疲力尽 后来向燕看准时机 对疲惫的秦军展开了围剿 此意 秦军七名都尉被杀 士族死伤无数 李信侥幸逃脱 率领残兵败将返回了秦国 更让李信觉得难堪的是 当他灰头土脸地回到秦国时 在另一条战线上 王俭的儿子王奔攻陷大良城 完成了灭魏的伟业 继王俭灭赵后 王奔又灭了魏国 王氏父子在秦国军界的地位 谁可撼动 秦王嬴政不得不承认 他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想让李信取代王俭 削弱王氏的势力 岂料李信如此不争气 竟然大败而归 惨痛的失败终于令秦王嬴政清醒了 为了继续完成法储大业 嬴政放下身段 请求王俭出山 对此王俭是坚决不受 因为他知道 自己只是一个工具 一旦完成法储大业 必定功高震主 届时很难有好下场 况且嬴政此前 已经对他产生了戒心 让李信取代王俭法储 就是要削弱王俭父子 在军中的地位 但嬴政毕竟是异国之主 掌握着秦国人的生杀大权 在嬴政的坚持下 王俭只能答应出山 不过在主政之前 他向嬴政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给他六十万军队 第二 向嬴政索要了一些良田大宅 起初嬴政对王俭的第二个要求 颇有微辞 认为他是个贪图小利之人 但转身一想 既然王俭如此贪图小利 肯定没有谋徒国家之心 不会对自己的王位造成威胁 便欣然同意 这就是王俭的高明之处 如果他带着六十万大军罚楚 一旦成功后 就有可能占据楚国不回来 以嬴政多疑的性格 必定会严加防范 通过向嬴政索取田宅 作为出征的条件 这是在表明自己没有野心 王俭 联波 白起 李牧 被后世并列为战国四大名将 但只有王俭得以善终 这得益于他的深谋远虑 王俭率领六十万大军入楚后 并未急功冒进 而是稳扎稳打 这让善于打突袭的向燕 找不到机会 最终 楚国倒在了秦军的铁骑下 尽管此后 向燕多次进行抵抗 但最终未能阻止 楚国灭亡 公元前223年 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向燕 自吻而死 楚王也在战斗中 立战而亡 至此 楚国正式宣告灭亡 随着三晋和楚国灭亡 此时 东方六国仅剩下燕国与齐国 以及赵国的残余力量代国 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梦想 已经不远了 秦王嬴政把铲除燕国的重任 交给王俭的儿子王奔 王俭王奔父子俩 乃是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大功臣 王奔对燕国的残余力量 发动雷霆一击 一举攻陷辽东 俘虏燕王习 燕国灭亡 燕国灭亡后 齐国坚持了不到一年 也被秦师踏破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 随着齐国被灭 华夏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此前夏商周己朝 虽然都是名义上的大一统国家 但实际上分成不同的诸侯国 每个诸侯国具备高度自治权 中央政府对诸侯国的控制十分有限 而秦国一统天下后 在占领的地方设置了郡县 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派 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 大大增强了权力的集中 整个国家的权力 全部都集中在秦王嬴政一人手中 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大一统使得华夏大地 结束了长久的战乱 但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 彻底成了奴隶 自此之后 没人能约束的了皇权 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沦为国家的生产工具 延续了几百年的贵族精神 也彻底消亡 自此之后 整个华夏大地 只允许存在一种主流思想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就必须融入这种思想 就必须接受天地君亲师的洗礼 就必须接受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 秦国大一统 对统治者来讲 是一次巨大的跨越 对于寻常百姓 以及整个华夏文明来讲 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灾难